这边开始做被迫了 就是要被迫冲锋了 他不往前压不行 不往前压就抢了不到资源点了 抢不到资源点 他正面的矿也快干枯了 但是攻击方肯定是吃亏的嘛 是啊 别人坦克架的好 这等于就是工程一样了对吧 因为损失会很大的 毫不一点都不急 对对对 现在这边家里在干嘛 感觉他家里面就变得感觉 他正面的部队领先这么多人口 他的兵是不是 在家里嘛 农民多呀 你想他才两框 三框在这边 现在领先了50多人口 换算成行进来说是多两队兵 但是从正面的部队来看的话 他跟史干是起伏相当的 农民嘛 农民就多一大堆了 四片框在这边 框六框连开 对五六框连开以后 要把优势更逐步的放大 太稳了 哇这边实在是不行了 史干这边太急了 没有办法好 这边马修罗房间已经开始架起 我们看到史干这个时候 在疯狂的往前走 然后这边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辞阵 我靠这种阵型 如果能够冲得出来 那整个西医群 其实我觉得史干之前早点选择去开12点就好了 去往那边打红一点 他们开12点钟 可能是考虑12点的战略要低 没有9点钟这么好 你的部队肯定在TOT当中的话 你的部队是肯定要往外去压出来的 但是你看你现在已经被封死 对对对 就是你如果能够守住了9点钟 12点的话肯定是你的对吧 如果他的部队往上打12点 你就可以把你的战略众生往下拉 这样子来说的话 所以说开9点是优于12点 你开12点的话 你等于是他直接一围 路口一围 你这个3点钟的话 你9点钟的话就很尴尬了 史干好像爆了很多隐飞啊 我看这部隐飞好像又被暴露了 刚才这两个早就 在9点钟位置 又这么点隐飞 那怎么玩 还要在不停的捕龙面 是啊 史干我现在这边马上突破200人口 太稳了 史干现在没有办法了 这个点他应该雷达一傻了 看到像这边把阵线已经架过来 然后马上再去封12点 马上开始要 史干要抢占12点了 但是这边已经开始 哇 这边已经在调重兵 开始守这个点了 感觉被围起来了 TVT就是围城 就最多让你只有半排光 这也是个高地打第一 是的 好 这边 这个框给你其实对向来说的话 无所谓啊 是不是 你等于还是两框 但是这么打就感觉就特别拖时间 我觉得 哇 爆尹飞 不 他们要的是赢 他们管多不拖时间 瓦格雷 对 瓦格雷破尹飞 好 现在已经围起来了 然后在两翼的话 开始摆防空啊 七七八八的 已经200人口了 对 已经200人口了 哎 感觉 感觉像要把这场比赛赢得非常的舒服 但是这边正面的部队非常的多 像这边是不是集结重兵准备开始往正面突破 就是尹飞一惊 全剑的尺寒的尹飞 我们看一下这边时候把大脚也打掉 哇 四两波千斤 然后正面开始冲锋 我们给个四脚 有没有冲锋 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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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已经开始冲锋了 哇 这边的坦克疯狂的架 尺寒这边顶不住了 无关其实这些都没有机器来啊 好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边的能做成两个 实际上直接大脱了叽叽 哇 恭喜项 就还是前期打了他背动 是的 这种选手还是太紧了 一点 好的 好的 刚刚那场比赛的话 我们四个人的话是真正的领略掉了 领略到了韩国的一线人组的实力 哎呦 其实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夸当 只是说还是说开局上吃亏了 对 这种开局的话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一切都是在 西岸那边的一个 就是说对单逼迎开要放对手 选择爆雷车的打法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应对 就这个细节上对吧 对对对 一个雷车然后封口 做几个机箱兵去那个 是啊 他刚刚那个雷车的话 给人的感觉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直接冲过去就把人家两个防空的部队 直接点杀了 就刚开始你会觉得 这是要干嘛呢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其实时刻后来也意识到 但是已晚了 刚刚作为的时候已慢了 对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的 他如果这个不 用这个雷车换掉这两个母论的话 可能他就要少干掉他三个 就是农民的对吧 对 要是有两个机箱兵 所以刚开始两个椅背 就可能没有那么顺利 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边的话呢 处理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选手 确实对星期的理解啊细节啊 更到位 这样子也 让我们中国选手 能够学习到很多的 虽然我们没有 目前没有中国选手的比赛 但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话 也都是在下面去看 看这种比赛的 对吧 他们的领域吧 哎 这种中国选手 就是我们韩国选手的TVT的话呢 其实我们以前的 就是Super的话 他的那种风格的话 就可能显得是更粗犷一点的 但是我们看韩国选打星期的话 就更细腻 你那是推进的 对对对 像罗欣你的P的话 给我的感觉也是特别细腻的 那种代表风格的 对吧 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你当时是 就是你对 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打一个比赛了 对手是 就来这个 那你前期会怎么准备 你可以聊聊你当时的心态吗 就是说你会怎么想的 我以前准备比赛的话 我会就把对手的录像全部采集一下 我会想他是会 看他会怎么样的开局多一点 嗯嗯 然后我想就针对他一项 就 那个嘛 就是 会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练习的 对 针对他的一个开局 然后做出一个相应的开局 所以 这是等于是提前的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对吧 对 就然后喝着练一点什么大招 对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啊 有一次我 现象给你驸马 然后有一次晚上要比赛了 我们去吃饭 你都不吃饭对吧 你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饥饿能让人头脑变得更清晰 哈哈哈 鸡饭记得蛮久的 主要是吃饭 他就一般打比赛吃饭后你会犯困 犯困的话就状态肯定就会变差 所以是不是我们中国选手那天的话 都被我们的标哥安排的太好了 我靠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我们呃 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话星期一的比赛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是星期二的一个半决赛 半决赛的对阵是韩国选手Hero 和我们中国选手Rowe的搭档 对阵我们的Scan和JDY 是赢得能进决赛 对赢得能进决赛 另外一种决赛的话 如果刚刚收款直播的观众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下了 另外一组决赛的话呢 另外一组半决赛 我们IBX和334的话是3比1 击败了封指和的凑合 直接提前锁定了一场决赛的门票 那么我们知道决赛的话呢 奖金是非常丰厚的 哇也是恭喜 恭喜IBX和334 对吧他们刚刚也是接受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采访 然后我们大概到晚上7点半左右的话呢 会直播星期一的半决赛的另外一场比赛 是一场JVJ IPX打加的哥 对对对 IPX打加的哥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30名的比赛的 明天的决赛的话呢 也会在中午时候进行的 然后也是三场决赛 对吧 然后明天的话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守在电脑电视机前 然后守抗我们的比赛 对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你觉得Scan的话 他会不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应对 你说 你就是说他 他第一盘不是输了吗 就是进行开局以后 他被对手完全是圈倒 所以说我在思考 他会不会选择用一些战术 对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那样看他 觉得跟这个选手差距多大了 他觉得基本上打不过了 那他可能就会放一点大招 就比如说直接裸装 一外并 对 对 对对对对 刚刚像在第一盘的话呢 他提前侦查 他是直接侦查在地图中间的 嗯 他其实在第一局当中的话 是有意思的去防守Sky的大招 对 你看 刚开始就拿着探路来说的 就刚开始试看 他就已经说 就像一个挑战者的风格 对 他为什么探路完 对 我为什么探路完呢 我机器好一点 我打不过你 对手 好的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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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们的老大一命吧 对 你们又想跟你打好奇啊 我看现在比他到六分四十二秒 现在还有三分二十秒的时间 我们的六先生才自攻的 已经要结束游戏了 这个 这两个能TVP跟前面两个玩意不懂 一上来就 哇 真是作严实 直接干死了 在岳先生的宪法面前 我们的左冷禅然简直是 不开一击啊 人家金甲直接投家里了 岳先生又一次 回家组梦了 这一次在家里边零队通了 连机箱别人都不在家啊 岳先生 直接买雷 你老婆被绑架了 你女人也被绑架了 他们要绑架你家的女人 并且健康啊 你怎么办 岳先生 换 换 换 这个场合是干什么的 我还想能对远柔绕绕着走下去 蹲打一下神龙在左下的那边 我觉得太有创意 我觉得这个坦克 更有点那种007的感觉 你竟然就走过来了 太牛逼了 好意思 你说这里住得太好了 你地面窝的叔叔 我就抠近窝就打你的地面 地面打你家里 对啊 就很尴尬都不能出门啊 就有这边机会 FK因为科技拍得很快 所以我撒了把雷的啊 这里是能录 是能录完乎指手啊 对啊 不事情啊 他他他他他搞错了 他以为自己家路口在下面 哎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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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路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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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太弱智了 太准了 太鱼了 你真不认识啊大哥 真不认识还是在放烟雾弹啊 他又去上 哈哈哈哈 这航母现在消耗能力是很强的 对点BA然后点雷达 然后又要点VA 对V点掉雷达也可以点掉 你看航母是顶着防空塔走过去 nice 啊这个航母这波迂回打得太漂亮了 我觉得这个真是好搞笑 你看航母在围着地图上打圈圈 对对 航母这台开放开的狠嘛 他开放跟我们了解开放完全不严 他龙东树上并不得为这一波 金币很多 嗯 他本来狗 哇 很糊啊 对 但是 在这我说的更不应该打的那一波 就是你要一定要跟人都慢慢消耗 你看这个场合架着跟个金币啥似的 你怎么冲啊 嗯 现在三次主力部队在地方横跃走 不用担 不用担心踩雷 太爽了 呃 你场合一个不小心就被航母姐姐点标探头 点标探头之后 东西是换西线特别的转 哇 这波太爽了 这波三次能打赢 打得太好了 他把坎子全部点过 对 全力输出 然后 航母还得吸收大量的火力 也没操作机器人啊 巴斯 他没算动作啊 他AB版的话 他这是打小微机啊 他不打得不齐是啊 刚才 我看了刚才航母骑的能够机器人脸上去点坎了 对对对 也没操作啊 这一波打完神父感觉没死什么兵啊 你发现没有啊 我发现没有继续 对了 你发现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打开 都一个队宝就守住了 哎呀 雷雷的狐狮一直留着没有 就是在给这个大狼留着的 所以这一波大狼死太快了 他们都办法就是 直接过去 最难超越的就是自己 还有自从十三泰宝那一局之后 再也没有超越自己 大狼狼身巅峰了 对啊 绝一次 他就再也达不到当时那个高度了 但是太可惜了 哎 雷雷这边抢不开 突然开始送球了 nice 雷雷 雷雷 短雷他留了 这边有隐山吗 竟然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他等着飞得向上啊 这边幸亏是雷雷没有可以 雷雷 这要是有一个保护上的话 他等着飞就要全都得死 哎呀 雷雷雷那边有点 雷雷雷上来啊 嗯 他保护能上多少了 算了吧 半斤八两啊 哎呀 他等着真出入啊 他等着 多少同时就倒在 黎兵前的黑暗啊 所以 你先出来之前 飞要上 不过他等着 大赢了 好猛啊 你怎么踩雷 这不真 这有飞龙 你再没攻防吧 看他在扣 我说飞龙 这也没后续 人的后续有机器人吗 有有有 扣机器人 然后先前 轻球还是不错的 哇 很硬 飞龙很硬啊 看来也有攻防啊 最硬的对手是 人物现在 其他话 其他话应该有两过两防的 打起来就这么费劲 nice 太本楼 一切进来掌握 对对 太本楼再升级两个大龙塔 然后换下来 还有一 一丝丝的曲 对 放不下来 好 这边 雷雷直接放去了 雷雷是把他 雷雷 雷雷 为什么逼回去啊 然后在那边拖住 按着飞龙去瓢 对啊 太本楼一直不用 牵人家Luker 这不是打进化神器吗 不断一臂啊 对啊 哎 这只 瓷尘飞龙 简直就是 亥群之马呀 哇 气得大家 都忍不了了 哎 这点 坦克他弄得很漂亮 太本楼及时近身了 先秒秒秒秒 这时候翻弓的 都能体验出来了 甲克一球 甲克一球 这样就不甲克一球跑了 越多越的智商 来看我反映 都会空传三本兵力 哇 漂亮的一个克隆 传干了 太本楼现在只剩251块钱了 251块钱好干 还要不少一块了 嗯 好 恭喜 恭喜我们 与人皇 雷雷 哇 哇 场上高地了 这个时候如果 充足变了一个Luker 的话就很尴尬了 哇 真的这么重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地宝 地宝打蛋还很快的 地宝打蛋 打蛋打蛋 把这个蛋打掉 nice 疯狂矩阵闪电 闪电编队已经战势不动了 开始等着了 放电 嗯 现在有点小歪 不过因为闪电多 所以不怕 哎呀 这么多地宝 太有诚意了 哇 我忽悦啊 有乐时代太早 这个时候 123 4 7 9 11 我感觉张红恩 啊不 我感觉超神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选手 很好 他刚才防小狗就拉了那么多农民出来 你还别说 说心里话 嗯 我 我 12个地宝 这 这简直 真是 深得 太本座之精髓啊 好 好 那击击的 重度击击的 这么一打送来就没救了 哎呦 甘肃门就已经走到了神奇的二跨了 哎 坦克要毛 漂亮 哎 好 我没东西出来了 这个雷虽然可以埋到二跨门口 但是雷克两轮急车也打爆 简单一雷 哇 nice 登哥 刚刚还说 登哥不许操作现场 登哥马上啪一巴又甩我的脸上 这两个坦克 换了这两个坦克 很好 这个时候就用四个龙区换一个坦克 稍微 哦 这个 哎呦 这个龙区是 就 挤在一起了 就帮助来治 好 这个时候 据 叉的兵 往前跟进 登哥雷 登哥雷能不能 哎 两个雷 哇 这颗雷可能是个关键 哎 登哥 别踩来 别踩来 登哥 贴着右边走向好鱼一样 好 操作操作 这个时候登哥 所有的注意力 先点了这个坦克 先进去拉进去 这盘就赢了 对 拉拉拉 登哥 漂亮 哎呦 这个龙区拉完了呀 没必要走啊 万一不行 还可以回家呢 哇 不会吧 用一对大脚换一抽航母 这次登哥 我们先点了一个 游戏机秒掉 秒一个漂亮 哎呦 这个航母快跑快跑 这战争让航母走开 感觉龙师傅在激验 老婆玩 这个地产 好的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的就是 我们主舞台的那个选手机器是出了点问题 现在不过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是我们星期一半决赛第一场的第二局 我们看一下 现在比赛已经是正式开始了 地图是来到我们的March Point 这张图很经典 这张图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张图 你有一场比赛是跟小明 就是斗明对吧 是WCG的一场比赛 也是选择了 三框出引导 三框出闪电 加地堡 然后慢慢爬出三框 一波A出去 我靠 小明当时可是拿过三次纪念赛的冠军好像 那个时候还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强了 就是小明 哇他其实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他 他 一开始他也是解说的 然后天天看你们打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练得这么强 是不是 还是很有天赋 对对对 感觉操作也很好的 那场比赛蛮好的 好像你打波克斯 这张地图也是赢过的 对吧 你是二框以后 直接四笔机 一波直接就把它打穿了 波克斯好像昨天也来的 啊 对 打星架吗 对啊 他是星架 他后面被影击败了以后 他就很郁闷 就改了ID了 改成Intuition 是不是觉得不胜荣性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边是在一点钟 这么大灯录啊 这个位置是 肯定大招了 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啊 哦他在他怕对手打的吗 应该是12点做东西去了吧 他12点 哦探路还是探路 我12点做东西去了 哦对吧果然是放大招 他坐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那他也VF也BB 哦看不懂啊 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 肯定是也肯定要也VF 他这个东西对吧 哦不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今天就是无所谓的 他就是想冰飞的更快 嗯 我哥 哎呦哎呦 这个很尴尬啊 这个待会sv造不出来 这个就直接用 哎呦 哎呀 还要再拉个农民过去现在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他怎么办 这兵营都做不起来 对他兵营做不起来怎么办 现在只能够让他取消 拖农民是不限时的 我觉得肯定继续拖农民 但是他拖了两个 哇经济亏成马 不会取消的 拖一个几个了 他现在节奏就乱了 节奏就乱了 至少你的雷车比我出的满 就放了个这种大招 拖了两个楼面 他 哎呦时间好慌啊 这你看vf就慢了 你看对方avf拍下去了 他兵营还没做好 慢太多了 他这个 接下来 基本上就是 要被对手 我的 我觉得你既然要野兵 你再往上做一点 对啊 你做的 为什么啊 他做这里一定不是想 机枪命令 对不对 他也不是个8bb9bb 是啊 这是为什么 细节 细节 对不对 你再往上面多一点 为什么跟我们中国选择打 感觉他的细节就是很完美 那是因为漏洞还没找到 这个不好 这个 这个现在第一个雷车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这第一个雷车出来 对方中空下了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那么快 没有这么快是吧 我说这要出事了 看 就刚好在你机枪兵做出来的一个瞬间 农民过来 一啪打你一下 对好 这个应该走了 这个机枪兵应该要被焊死了 哇 细节 然后 怎么办 现在那边中空不到也没下 这肯定下了 农营做好就肯定 诶诶 不到 好 两个残血的农民是逃生的 你看 我觉得他做这个农营其实只是想飞过去 对 结果 好 这位角真的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角 亏大了 不过 虽然前期亏了一点 但是比赛还是要继续 史干这边也没办法 还是要选择自己既定的战术 其实双方他们对于TVD前期的理解 对吧 基本上都是镜像开局 可是史干做出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提前侦察到 同时对抗就怕吃亏 亏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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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两枚车 这边 因为这地数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 这应该还是时间差不多的 刚好 诶 诶 又来了 又要先点掉这个 哇 这个有点赚 啊 然后修一下修一下 不去了不去了 前期只能说是 有一点小优势 不过 时间刚刚拖了两个农民的话 他的经济还是很伤的 太亏了 对 现在 哇这边伤VF这边第二个VF才下 可 E3VF了吗 是的 那边呢 看是点掉这个龙面没点掉 你看人口去踏八个了 是啊 真的是无解了 前面亏了 你看 那边E3VF拍下去了 这边只有2VF 实在没钱 穷二 那我大胆预测 这个现在打 应该拿冠军 我觉得 加特哥和IPX 都可以打不过他 是吗 对 这个我觉得IPX的话 他作为以前的本作级的人物的话 应该会想一些战术 因为像的话 他毕竟没有站在过巅峰 就是站在过王座上 但是面对这种曾经的王者 对吧 至少能够气势上 要稍微领心 我觉得他转型打扶 是吗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边 Skan和刚刚他们的处理 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口子 我们看一下 也是点杀一个 顶不住了 找口子 现在其实可以丢 哇 这边 这直接硬钢 就点农民 就点农民 农民根本不敢靠近 因为一个坦克的输出太少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农民也不敢进 坦克也不知道怎么的好 其实他不会 但是这个坦克 我是什么情况 跟坦克说 你们就能连大哥都不要了 还做个建筑物把我给卖了 好还好 现在大概又来了 那又有什么用 还好吗 就是保住吗 无险保住一命 就打这个游戏 像这种局面 就对手不会给你机会的呀 是啊 好 现在这边直接口子又来了 好 这个时候是选的走点SV 对 这个是一个两个 好 直接没有长浪 我就直接点三个 后面的3VF中攻 直接的不断的后续的雷车跟上 有时候不断的进攻 我们看见到死干阿瓜是被打的几一拳不灵 然后哎 看见大家来了 一波洗劫以后直接走 没也蛮好的 本身的门都出不了 对直接门一封对吧 然后后续 看到你做机器人就放心了 是啊 没有VS还怕什么呢 哎呦 死干这被打的简直是太惨了 好要买雷直接买雷 然后看能不能 买进去了 哎 这个倒是挺难的 但是 这个只能狗活了啊 现在就是 死干现在感觉动都不敢动啊 哎呀哎呀 反正出门是肯定不可能的 是的呀 哎 哇 真的很替他担心啊 四个机器人 五欧比排雷 四个机器人不大的 你看 所以说 很不公平你知道吗 龙骑士的排雷 比这个蓝多了的 哎呦 那机器人 人足的兵种攻击基本上是顺发的 神足的他有弹道 是啊 他为什么要搞什么弹道对不对 感觉 人足才是神足 神足变成了人足 我觉得龙骑要是没弹道那 神足贼强 是啊 骂这个攻击速度 骂得多快 哎 哎呦 哎呦 哇 这个排雷还是破剑功力的 其实攻击 那不是那个强 主要是不会浪费攻击你知道 是 对 就有时候你一骑射打成红雪再一骑射 我们5RB排雷是不是很尴尬 对不对 还好操作还蛮过瘾 好 你肯定是被伤过了 我 我以前还想说练个什么引刀排雷 引刀排雷 你这是在挑战极限吗 不过我跟你说 有个角度是可以的 有个甲虫排雷 我是真的是 就是甲虫排雷 在 在那个线下看过陈老师用过一次的 就是甲虫放下来的一瞬间 然后收起 然后轰一下那个 哇 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帅了 那个是可以做到的 对 那个如果能够练成了以后 感觉 那个还好 确实说是 讲道理还好 就是以前经常玩是吧 就是 快炸到你的时候 你把他拉上去嘛 他雷就炸了 说起来感觉就很轻酸 但是我跟你说 我是一次都没做成过 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你多操作 多练起来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 好 解说完咱们下去 一些轮主 或者神主 咱们感受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 不知不觉的话 都推到你分框底下了 炸到你分框底下 连二框都踩不踩啊 对 这个时候兵营也跟过来了 对吧 节奏一切已经在掌握 怎么办 二框都没有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二框都没有了 打着打着 人口就领先了快30 前面就已经太大 哎 哎 尹飞可以的 但是 刚刚好 刚刚好 星际有这么简单吗 哎呀 真的是 星际真的是有点难无害 就是这种选手 开局推了 好还王命一波了 对啊 中间还要开局王命一波怎么 就是感觉 你打不过我 我打你真的就跟你小孩似的 很轻松 这怎么办 史根现在真的是很不想打这个鸡鸡啊 心在低血啊 他只是需要一个打鸡鸡的理由 是的呀 他觉得现在鸡鸡太没面了 史根说这个时候 一定要送一波才要再鸡鸡 展会一点颜面 这几场比赛下来的 我的部队都没有过过中场 我先往中场先走两步看看 感受一下我也来过这个比赛 这个时候就很难受 因为你怎么办嘛 你说打不过了 但是 对啊 史根的部队 我靠就 两个机器人 两个塔跟四个机器人 我靠哎 现在说 哎现在说哇什么情况 这部部队难道有野中攻 好这一波史根完美的扳回了0.1的优势 好这边这边这边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话 这边在交卡 哇瞬间被打掉 哇叽叽 我们恭喜向我的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对了吗 这个人我看也好像很高 哈哈 差不多有2米 这和OA差不多 OA1米9 1米9 OA1米9 他差不多有2米 不可能 绝对有2米 他应该不会比人的微高 哎呀 你太压说了 我昨天去量了一下他的 我昨天我们拉了一下 我靠 吓坏我了 真的是2米 很高的他 不可能 让我去看 带一点 我听了2米什么带一点 大哥 好的 欢迎回来 之前已经是2比0了 然后我这边也是提前预告一下 接下来的话 这场比赛 假设3比0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抽奖环节 那请我们的现场的 我们的观众的话是 不要走开 等我们的主持人把奖品抽完以后 对不对 大家看能不能有这个好运气 然后拿到我们 这边 精心给观众朋友们准备的奖品以后 对吧 然后高高兴兴的去歇场 然后还是那句话吧 我们接下来预告一下 下一场的比赛 下一场的话 是我们的Hero Loway 对着我们的Scan ZDY 这一组你看好谁 我肯定看好ZDY吧 好的 哇 那我们的比赛节奏也是很快 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直播非常多的比赛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把比赛的速度推进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第三场的比赛 对着呢 双方依然是向到Scan 目前 现在的话是2比0 这个点位来说的话 那肯定是Scan有点优势的 对 对 因为 因为现在主胖 屁股就是 那个在对着那个 是 就差很大了 是 因为它直接它要防家里空头了 但是你如果要空头 Scan的家里要绕一圈 是的 而且像三轮图的话 对吧 像Scan这边的话 其实它居高临下 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话的话 它的矿 它的矿啊 其实它的三矿 我们不要说开三点的那个矿 它的后面的那种矿 令你的主机率是更远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但是你的二矿 我推过来的话 其实更快的能够打进你的 对 就是以前的老地图有些不平平的 对对对 其实这张地图选择的话呢 其实 就是 个人你觉得 你觉得这张地图是什么 我觉得是重组地图 哎呦 我以前打的时候 我都觉得神主还都不错 后来现在 后来打到现在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神主都不行 那 这是你自己没有练 好吧 你这是什么 你现在对吧 对吧 你只要拿起这个鼠标 玩个一两年 但是这个图 重组不一定有多好 因为为什么呢 也还行 就 因为现在有这个建筑学 建筑学 因为这个地图 它没有高地的 重组它就很喜欢那种没有高地 能够就是说 把部队能够施展得开的 而且就是说 组框和封框其实距离是挺大的 对对对 然后 你看 那就是双方对地图的理解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开局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双方选手他们的那个开局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些微微妙的调整 就没有说打得比较的奔放一点 现在两边选手都没有选择那种比较 还拿取型的打法 目前是一样 对的 刚才会不会遇到 感觉是要走偏了 遇不到 遇不到的话 它就会发现得更晚一点 是的 当你看到农民到我家的时候 一切都懂了 对 史看已经输了两局了 这一局 它的压力可能是更大的 嗯 我也希望史看能赢 是啊 你看一下 现在 现在这边的话 其实还好对吧 就是 像这边现在没有侦察到 然后史看 它会不会变糟啊 你说如果它 感觉它 就是 它其实是很有实力的一名选手的 嗯 它以前是SKDE的练习生的 最早的时候 嗯 对吧 然后也是 哪个我们中国两届 ZLS的冠军应该是 然后 在中国当时也是 可以说是 神党杀神 重党杀虫 几乎是进入一个无敌的 好像到时候 中国也就只有神主人赢他 J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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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是有一个选手 叫做狐狸的 叫做狐狸的 你知道吗 是 阿比琳塔 然后瞬间 得名抗函英雄 哇 那几场比他打的 看的真的是很难能 当机会场 因为被 史看这种你看 三四百APM的人 被一个150APM的人 A4感性嘛 不过现在可能就 暴轮就比较难 以前的话 还有一些战术 是的 好这边 就因为这种老地图 他们估计也不怎么练 哎 现在双方在前期的 战术选择上是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次了哈 这边是直接一个两中 我对着一个单兵二矿 哎 没看矿 对这样子就对 暴击枪 好这边的 SV已经侦察到了 他这个时候必须要Rush了 这个时候不Rush的话 肯定会很亏 我这个 他怎么知道对手是会Rush他呢 赢破地堡了 没有没有就是 B1飞回来了 Rush是肯定的 不 就是说他 放一个BO 那肯定是肯定要做的 对不对 因为这张地图的话 他没有高地啊什么东西的话 他如果是做 他侦察到就是没开二矿吗 他刚刚进去看到了对手 然后的话呢 他自己 我还溜个雷车 对对对 他还极限 真的是 你这个防守能算得这么好吗 这个叫什么 我开二矿你不开 我还 你要来打我 我还要用雷车去溜你 对我还要烧你 对不对 我和SK不要慌 咱们部队往前走好不好 就 我觉得这是 太齐了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点位 这边碰到了 看SK会不会第一时间操作 你看 SK总是要慢半拍 这边是右肩过去的 对不对 但是追尾应该可以追掉 这个没什么问题 好 侦查到了 侦查到了 我们看一下像这边的一个变化 这被侦查到了 那就 就感觉你这个就要见在弦上了 你到底是还 拉西人还是不拉西人 这边变化是怎么样的 还是要守 但是这个被封 我感觉已经要变成事实了 因为你的坦克是不可能射成比对手快的 关键是没有用啊 我被你封住 我经济比你好 我等一下可以短飞机打你 我会有很多招数的 是这样子的 就是现在对他来说的话 他的经济可能是要领寻SK的 但是SK就看他能 你这个东西做到这里 你确定你有能力守住他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有点觉得 是不是大家都是同胞对吧 大家都还要坐一班飞机回去的 你现在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开角来说的话 现在SK 他这个建筑做的是很令我尴尬的 哦 独口 我靠 这个选手一看就是没玩过这个地图的 这个独口 人意啊 我总是说 但是还是没有用 这个其实还有地雷在埋啊 对啊 快点地雷埋好了 你这个地雷埋 对啊 再埋啊 必须要影响分矿时间 是啊 现在来说的话 现在绝对的劣势啊 现在你看影飞都不不 几场都没有 可能SK还会象征性的补一个VT 来防守一下 嗯 我在想这个时候 他现在为什么只有雷车 他准备干嘛 你说谁啊 我说试看 他可能不可能一直抱雷车啊 总共要有点有效的东西啊 他等他坦克快省好的时候 他肯定要出坦克 他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出了坦克 意义不大你知道 所以他肯定是这个点 他们应该算好的 哎呦 我这这这这 哎呦 我这 我这我这我这 我这我这我这 我哦呦 还好尖叫叫到一半 冲冲 哇 哇 哇 有VA吗 呃 像有VA吗 那就要看一下现在家里啊 哦 哦 所以说嘛 大家 嘴该冷啊 对吧 选择性的 对吧 你懂的 对为什么刚才 如果三比零面长画不上 但是他看到对方VF 他为什么会把坦克和雷车拉到家里去 这是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把BA这么重要的建筑啊 他原来这里有一个别物 我说呢 他后来取笑以后在家里去 对对对 前面的拳头我没搞中 就是打的我们对吧 咱们两个也算是对吧 见过四面的人 欺负我看不懂 是啊欺负我看不懂心计了哈 你这个搞的 啊 有这个有点过分啊 哎这边什么情况啊 就 有引飞吗 史干的不对了 单框 比进是单框 好 哇好 史干 史干变成全防流了 请问你出这个有什么 好 这个打不过了呀 打不过 你史干你走什么 你打他SCV 你家里两个引飞搞他 哎呦 好 行行行行 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很乱啊 对手没有VL 有V 但是那边雷达 雷达也有都有 都有 史干是 史干好像还没有升级那个隐形 他没办法 但是这么打下来的话 他前面对球数量啊 他只只能爆啊 对啊 就是史干他现在是单控运作 对吧 他的BB 他现在好像阿光都没有开 他刚刚拍下去 刚刚拍的是吧 他那个BB在什么位置啊 BB 飞过去了 飞到他家里了 BB在他家里 对对对 那这样子来说的话 现在其实现在 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 只是被你搞得我很惨 对看起来很惨 其实也还好 他人口说明一下 人口领先五个目前还行 对啊 但是我两框啊 你做一个SCV 我做两个啊 就比你多八块 但是他SCV也送了不少 过来脱去干嘛 这边一直在被骚扰 那现在的话还可以还可以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史干是有点优势的 对 我也觉得史干 点啊 这边 这个时候 就 现在史干这边 就是史干他没有派坦克出来压的话 这个我是有点无法理解的 其实刚刚如果坦克对吧 因为他转引飞了 对 他做不到 没气 对对 他当时就是想通过引飞来 但是 现在这边是选了一个全防流的 对吧 什么VT也有 雷达也有 引飞也有 出什么 请问你出什么 好 那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哎 你看这个史干 好史干正面部队开始选择了推进 哇 这个时候只要能够封锁住对方 然后 其实就很好打了 那这个时候他因为有视野优势 可以架住你的咽喉部位 你连兵都做不出来 对啊 你兵都只能放在地图 这场地图 对啊 就像罗贤说的 这场地图架住你的咽喉 你怎么办 BB已经飞过来了 对对 BB已经飞过来了 就是架在这里 贴边贴边 往下面架 好 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他早点架过去 一架过去 你连兵都出不来 这个是给对手打了一个二锅一吗 哇 他这个时候 他一看你坦克在这边 我妈直接从边上走了 他先把你的视野给你开开 先视野给你打开 然后 然后一看你雷达数量 好好好 哎呀 先走先走 哎 哎 但是坦克太少了 这应该怕B了 就架到这里 那就肯定是赢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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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抵抗的意思了 现在就用两个弹子去扎门口就行了 对啊 BB直接放到那边 这把就稳了 这把很很稳的 这把很稳的 除非给我打 好吧 我肯定打你确定啊 才能暂停一下 我除非给我打我还能输 然后 哎 对我就想这个时候只有这个东西 稍微可以取得一点点小小优势 因为因为磁甘现在 这又快隐形飞机了 没有隐形飞机肯定是 对 没什么来的 再买点地雷给点湿解 这个可能来买光了 有隐形飞机的话 也不行了 太伤了 再一伤伤伤是吗 是啊 是啊 磁甘应该把坦克架过去 哎哎哎哎 你看不到吗 兄弟 哇 什么 这一下送三个 哇 这个时候还能绝对反击 一下送了三个坦克 人口瞬间就又被又被了 他一下送了三个坦克 刚才一架过去 是啊 四个坦克秒了三个 磁甘你不要这样好吗 你一旁很难的 你这时候你很容易了呀 是啊 你这个 你这个 我们有点看不懂了 不过还是现在优势很大 对现在优势实在是太大 经济差太多了 对对对 你现在架头去的问题 现在他那边还有一招 你看他现在隐飞嘛 对不对 现在四干其实 看一下他的后续 但是明显四干很紧张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部队啊 战损笔 而且他很多都是白白死的 就可能因为紧张 导致APM的操作变得 就有些点的 就繁琐的操作变得多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地方没反应过来 对啊 我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还好 现在就变成单框打双框 有点不好玩了 就不要紧 就肯定是这些肯定是会被解决掉的 就手可能手得下来 是的 但是总归还算是可以 好 这边像这边一定要突破这个口子 不突破这个口子的话 马上这里就没有经济了 就现在一直单框打两框 对好 但是这个角度的话感觉 四干这边更好 四干一千四百块钱啊 我们恭喜四干 搬回一层 你看看 成了一千四百块 对吧 太紧张了 成了一千四百块 两框 他就有效的操作变得更移了 效率更移了 好的欢迎回来啊 刚刚我们看到现在这边的话呢 是有点故意送对手的意思 对吧 他以为我们看不懂 我们也是跑过江湖的人 对不对 江湖也是卖过亿的人 你这么打的话 确实是有点 有点就是好像障眼法的感觉 他那个BA照的门口 我是完全看不懂的 BA没关系 你知道吗 一个坦克一个雷车放在家里的 当时你农民侦察进去看到对手两位F 那怎么可能 家里跟 一把表皮放在家里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一把表皮放在家里干嘛 难道 对啊 是啊 难道对手会挖跳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打的话 果然会做人 对吧 师傅我们看不懂 给他点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给他点出来了 这个有点太坏了对不对 到底收的是干多少红包的 这个我们待会要让周永贵来调查一下 这个有点那个 对吧 有点故意那个放水的嫌疑 好 然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场比赛了 对吧 在我们大家都认为3比0的情况下的话 他这边是直接 直接把比分是搬回来一局 我们今天所有的半决赛 都是BL5的一个这样子的比赛 对吧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们今天没有神主 那我们两个神主来解说 这个主委会也是蛮大胆的 还好我们看得懂啊 要不然就被蒙过去 要不然你看 对啊对啊 这么重的细节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 第四场比赛 我个人觉得第四场比赛 他就不敢放水了 对不对 再放水真的 取消他比赛之后 一个是取消他比赛之后 再放水的话 我们两个都给他安抚 我们直接复活一个中国拳手 对不对 是不是 而且这一次你知道吗 这是很意外的现象 就是这一次的抽签 我们现象赛是分组抽签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哪个人的毒手 把中国韩国全部分到一起 不是你说的吗 谁干的 我靠这个锅我不背啊 这个锅我不背啊 我只能说这个人 我们待会儿拿出去 要吊打五十大板 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 昨天中国选手 对吧 全部都在 今天你来了 你是不是很想过来看看 我们中国选手的 有没有当年你的风采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 我就已经听说到了 哎呀太惨了 龙吉鲁斯啊 都是你的地图啊 我靠当年F91在这三地图上面 我靠三大招落去你 我靠这这这 当年我看 我在这地图看的时候 我当年才多少岁啊 当年可能才二十岁不到 十年了 十年了 龙吉鲁斯 这跟套克洛斯是一个 一个时代的 当时91有一个 双口水落去 武币落去 他当时还给自己的武币落去 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经济型武币是不是 你落去就落去嘛 对不对 经济型武币 我永远记得你在那个 就是现在红色方出生的 那个点位对不对 他落去那场比赛 太经典了 我靠了 真的是很多经典的比赛 真的是 那这趴的话 那就是 点位的话 实看的话 在练射嘛 这场比赛 对对对实看 只要你的家门 是靠近对手 那你就退了 对对 不是家门是你的家 就是你说的就是 就是出生点位嘛 就是点位嘛 实看 实看这一盘的话 因为我们这种地图的话 其实都是比较古老的地图 算是比较 很古老的地图 那这种玩法的话 其实我们 毕竟我们是神主 所以说开局上 我们就不做预判 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想怎么玩 这种地图像 十片水晶 最爽 对 你说到一个细节 这个地图好像是十片水晶 为什么这双地图神主爽 就是这个十片水晶 十片水晶 那你给我们分析一波 为什么十片水晶神主很强 那虫主你看 它矿开了多 对不对 它每片矿 就那么几个农民就够了 它一片矿只要一个农民就够了 庄业 人主 为什么呢 我说这双地图 我的胜利可以达到70% 原来是这个意思 人主 它农民的采矿效率不会最高 因为它做兵营做建筑物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神主的农民 永远是比另外两个农民多的 所以说矿越多 神主是经济是越好的 就如果给我20片矿 我跟你说 斗拉鞋都掉到的 好 这句话我们听到了 来 哪位水友做一个20个水晶的地图 然后我们点播一场 然后罗贤 你懂的 待会儿教主就呵呵了 你知道吗 没打过 不知道 为什么逼个GameHunter 神主最占有 矿很多 对 就是神主它是一个需要 成大经济之重 重足为什么最差 对吧 就是这个原因 先探到还可以 就是 都是平常规开局 对 对现在双方的开局来说的话 像这边运气老是很差 就它老是最后一点烫到对方 这个人真的是感觉前两场的 把那个自己的运气都用光了 就三人图 也就三人图 对啊 其实烫得完还是蛮伤的 我们知道就是 对吧 EV1的话侦察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没看到别人家里的时候 你心里就在虚 对 就比如说在干嘛 现在我看来家里 心里开心 哎 哎 你看 又欺负我看不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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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操作什么 这个就很不划算 你看你做了三个迹象没什么意思 你做三个迹象没干嘛 刚刚取消了什么吗 没有吧 那我是眼花了 我刚好看到一个报道 三个迹象没太稳了吧 哎 A过去了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哇 雷车呢 雷车要接上才行啊 雷车接不上肯定是 哎 不要因为这一个 不要甩了呀 这要被甩啊 是啊 想快占高地啊 快点快点 雷车过来 再想等一个雷车过来压一步 呃 现在他怕对手雷车也到了 因为他这个雷车很关键的 如果他这个雷车倒了的话 对不对 他这边就很难守住了 对他不敢去甩 他去甩杯就会被追 对你看他现在只能用这个雷车的 射程来占一点便宜 好现在这个是干 这是第一个小timing 这个这个时候肯定要怼了 两个雷车 两个雷车 好这个时候双方在拼操作 对第一个雷车到前面卡 对第一个雷车被点了 哇这个时候像 哇现在一手实际上的三个龙面 直接第一个雷车被点掉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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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这一波能不能打出机会 哇这边凶不凶得住 哇 nice 这一下子牛逼 好哎 这样哇 你看他是因为雷车打雷车 他的伤害就很低 只有10% 然后那是5 对然后我还要 机箱面输出 而且像他这边危机意识也处理得很好 他提前就拿了三个SCU过来 等于就是加了盔甲一样的了 这怎么玩 但是其实还是还好 我觉得 对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原本的一个战略意图没有打出来 这个是蛮伤的 因为他这个还可以吧 一个雷车三个机箱面 但是现在他的二矿也慢 然后待会SCU也慢 又会又会变成一个小的一个 就是说烈士 就是二性循环 这个其实是蛮伤的 目前看的还好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无法去统计双方的农民数量 但是他的二矿就比你早 对吧 你没有矿的农民这么晚 那好吧 差不多 这个农民是差不多 因为他可能就卖 基地也就卖一个农民 最多卖一个农民 但是你看那边的气框比他拍了 所以人口现在也就相差一个 但是你看气框这边拍的早很多 这边都在踩了 那边还没拍 是的 还是因为前面你抱了那个以后 经济有点压力 你抱了多抱了两个机箱面 诶 这边 诶 这边 侦查了一下 侦查了一波 哇 这边 其实也是 因为没有侦查了 刚刚看到是单重工的对不对 然后的话又是选择落去的打法 可能会觉得他第一时间 可能是不是单重工转双 低场的这种打法 所以说直接没有出坦克 直接就抱着打架 对对对对 好 这边直接点SV 对 这三个内侦看来 换几个SV 一个 两个 是魔鬼的步伐 三个 诶 扭进去两个 诶 扭进去两个 双线 这个双线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 机器人的速度跟不上 对呀 这个时候就是被无情的骚扰啊 三个 哇 这一波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四个 这里能不能出去 出不去了 诶 急 又是细节 又是细节 好吧 做得好 这个房子做得好 要不然又要多死一到两个SV 对 你在绕离圈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的机器人和坦克跟不上 刚刚这四个雷车的双线分 雷车 又来四个 对不对 同样的路线 同样的步伐 第一波只是右敌 对吧 让你在打我 后面两个就溜进去了 是 史看打这种快节奏的 其实他还是蛮有经验的 好 又来了 但是 找回一点感觉 对对对对 好 看一下这边 其实雷车应该在升级地雷了 这个时候要稍微控控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史看只能抱雷车 要把头控住 不然的话 因为 因为他前面是用雷车 再换对方经济 这样的话他的兵力上质量上是差的 你看只有一个坦克 对面已经是坦克和机器人那种 是的 史看现在领先的六个人口 可能就是六个SCV的 这个 就还是有点关键 对对对 有点关键的 就是那个可以后面慢慢补 你现在雷车多 你关键是你现在 你不敢出门啊 对不对 你一出门就怕被溜 对 所以说 我的了解就是 史看这个选手的抗压能力 其实是很强的 就是他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一般如果雷比亚弱的情况下 很多技章的时候就会变形 但是这旁看下来是该慢慢的在找回底下的状态 就前面就这个 就前面的那个一个坦克 哎 哎 还要压出来 哎 一把雷达一杀 没地雷 没地雷 压了 没有地雷啊 赶快买地雷啊 好 这边 有两个坦克还好 还好 还好 这边不敢杀 这样的话就好 你这个 这个点位 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不把这个战处 你的家门口就卖进去 这个点位用坦克战 下面的话 雷特一升级买地雷以后 直接用地雷控住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雷达一傻 就知道对手大概一分钟左右的 动进度 他这个时候呢 哎 哎 走不太合适吧 这你这是干嘛 他哦 他想用坦克手下面 用雷特手上面 是这种战略一同吗 那肯定 为什么 这个 我觉得这个你的处理是很 本末倒置啊 对对对 你不能用坦克手下面啊 因为只要当他站在上面了后 他可以开12点的话 你左边你又不能限制他 因为他提前估计 对手是要去往下走 他有逼赢的呀 不可能犯这种战略吧 他在 哦 现在你看 对了 你看现在用雷把上面站住 对 等后门的坦克再来 对再来补位 因为 因为他刚刚知道你的坦克在这里 好 这边 哇 这边直接突破了吗 不是雷特雷特雷特 你看 我靠 你这 我去 这不可能 你这不是浪出一条道格 对手答应吗 现在你的坦克又要调防 对 还好还好 但是 有这么关键的位置 丢失住 对对 本身对手是要闹 然后半天过来占据 你有高地在上面一定是划算 是啊 又欺负我们看不懂 没有 可能是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他可能觉得 对吧 你已经雷达散过来 我的部队在上面 我下面也有部队 我让你心里压力 我怎么这么多兵 不过还好 他也没有就压出去 压上去 对还好就是说还好站 还好顶住了那个点 要不然人家站住这个高地的话 对不对 你前期的优势就会变得很尴尬 他去找他的雷车没找到 是 这个雷车跑的有点快 现在双方其实都是在心理上的博弈 其实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慢慢的去窥蹭对手的上一层 这位上没事 你看 我往上面走吧兄弟 他现在这三个坦克放在外面 很龙就被对手一拨就带走了 这个事就是什么了 因为你前期 你看好 现在这边肯定要吃掉这一波部队了 我看一下下面还有两个坦克 这五个坦克 为什么高地不 对 对啊 你至少你在下面的部队打就是50%的密 对啊 就是50%的密 你这个怎么办 这个点是肯定不能让的 然后现在下面还是没有守住 而且刚刚就只用三个坦克在那里就行 是啊 三个坦克能够至少用六个坦克才能破你这道防线 你就算要闹我 对吧 你知道我可以干你家的 是啊 不可能闹的 是啊还是那句话 你下面现在还是没守住 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 你看那然后现在对手直接这边就一马平窗了 好一把那一杀 肯定以优势还是有对吧 这个位置连加到这个位置也不错了 没有之前那么好战场 如果还是也可以 连双方都在暴兵都危险要扩张 就没办法一定要抢兵力的那个 那个 对现在双方人口是 咬得很死谁也不敢轻 这边是直接开了一个三框被侦查到了 不过还好 这个机率应该可以不能取消 哎呦 这边三框还先开哦 对这一场看下来的话 因为双方现在都没有出那种 现在他还是就是现在限制你了开框了 对 这个上面做得很好 就是说哎他知道你的框要么开在12 你要么开在下 他觉得你开12点太近了 他觉得不会开的 所以在提前就应在这个5点这个地方埋雷 是的 然后他又提前又有雷车在外面 一过去修这个基地马上又过去打你 对对对 现在你看你看 现在双方的话 现在变成了一个战略的箱子阶段 你看你看下面的5点的框又开不起了 嗯 又要被雷车烧了 好 哦呦 这是一厘米架 直接被秒中了 哦 这个直接好伤啊 你看这个框又开不起了 对面的框还开了好五鸭呢 对啊 这真是一指下挫满盘皆非啊 本身是很有优势 你看现在上面也站不住了 下面也站不住了 下面也站不住了 现在这就是战略高地啊 对吧 刚才就应该把这个坦克就架在刚才这个地方 龙基鲁斯等于中间是一条复兴地带 对不对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 他就应该架在你刚才就是红色坦克的上面的高地 是啊 架在这里然后又滴了一空 对不对 你只有雷车过的 你如果一傻 我直接再等于像围棋一样嘛 对不对 我把我的口子再给你弄一点 这个还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用那个雷车去骚扰导致你的坦克 哎 这边高地 我们看这边高地六个打七个能不能打过 你看他把矿梦基鲁坐在哪里了 他坐在那个地方怎么没飞过去了 哈哈哈哈 坐在五点那边上 是啊他很郁闷的你知道 现在现在又又比对手走快一步 现在你看人口瞬间被反超了 反超的就是 他里先接近四个 对对 这就是 就是被骚扰被雷车控托你看 慢慢的整死 你看这个现在矿一开始踩了 矿还没开起来 而且下面这个点还现在还要派部队去封锁 所以说你的部队被 哎呦 这个东西 真的这个东西很致命啊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东西是 四个坦克还是两个那个 哇 这个点位找点 他们点找的 对 所以说这个点为什么这个点站列是吗 你看他碰到头进去 我头在外面你都很烦 对啊 又解决不掉 而且来得非常的快 你解决不掉啊 现在一波烧了 你看 为什么烧了 我这里都还有坦克 真的是部队好多啊 这个怎么办 这个叫没办法 这个地方 本身是运输机一等 现在运输机也不上优势了以后 你现在三框的话 随时可能会被对手的机动部队 好又来了 好五半 接下来就是三传四传 不断的去撕开你的口子 这个时候要调重兵防守 这边势必有空虚 现在实干 陷入全面的被动了 几秒 几秒几秒好 这边又有一个口子 哦有实干啊 真的是 哇这个一拉 啊 有点很难打了 有点很难打了 就要解决这波部队 你都要投入多少兵力 这就是因为他前期没有把压力给到下 对不对 反而自己给了很大的压力 导致现在全面的进入一个列手 哇现在人口你看 人口现在照不出兵奶了 其实他刚才就是应该把这两个厂 就架在那个路上 就大不了那边矿就拍在12点 矿就拍在12点 何必去拍那么远 拍那么远 现在很尴尬了 现在这边像的话 马上他的运输机的话 就会涨到四到五个 我们要知道 四到五个运输机的空头 那可是大规模的空头 大规模的空头 他的那个杀伤力是非常大 这边都没有顶住 就这波部队就已经很难解决了 那接下来这一波怎么守 我们看一下家里面 人主是不是在帮兵啊 好已经过来了 现在变成了三船 四船 三船 他有一个运输机在那个 看二框这里 对看视野 对对对对对 好现在这一波空头过来 我说就就就 基本上 凉了 凉了凉了 这肯定是凉了 好雷达一杀 早点 哇靠 这是超伤的 这是个围棋高手啊 在对手家里面找到了一个口数 哎呀实际上 真的是在 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 会放这种 逻辑上的错误 其实这两方刚开始都打得挺好的 对打得挺好的 但是像这边的话呢 就是 只要对手给他一个机会的话 他还是能够很快的把握到的 对吧 后面可能我 可能他没有我们看这种拳击什么 那么明显 对对对对对对 这看拳击都觉得他应该这么打最好 是是就是我们就是用嘴打心机嘛 哈哈哈哈 好现在这一波对吧 哎刚刚第四个运输机可能被打掉 哇 这这一波这这部队投哪里哪里 哪里头 投一投家里都没了 对好 那肯定是这个点了 这个点已经被打开了 他现在这一波就是为了后续运输机过来的 去了去了去了去去去 那比赛的话可能哪里就要结束了 死干现在因为他刚可能卡了太久了 所以说他现在他现在一直都是拆前面的 正面防御的部队来来走走家里 好你看这个时候雷达一撒 找一个最佳位置 然后轻轻一投 死干应声倒地 我就我没考虑他在那里买雷 是什么意思 哈哈 他自己在那里买雷我靠 好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走了走了走了 好了好了 需要一个GG的理由 对给我一个GG的理由 太凶了 GG我们恭喜下第一个挺进决赛 有点可惜 对对对对非常的可惜啊 我们的Scan的话呢是1比3 然后的话呢是只能去打一个三四名的比赛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是率先第一个竞技匹 我们的杭州星际佳延华 我们的星期一的一个决赛的一个名额拿到了 对我们本次比赛也是由我们彪哥全力赞助的 所以说也是感谢我们的主张主张彪哥 大家能不能给我们的主张主张一点掌声啊 好的 谢谢大家 然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比赛的话呢 会有我们的一个星期二不二的一个半决赛 是由Hello Loway对阵Scan和JDY 还是那句话 我们接下来的话可能会 就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抽奖的这么一个环节 所以说大家也是不要走开 等一下就等我们这边准备好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抽奖的话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吧 Scan 而且罗希你觉得上一场比赛的话呢 我们Scan 他除了那个失误以外的话 他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小的失误 我觉得 就那个然后就是那个雷车控图嘛 被雷车骚扰了以后 你没有肯定是地图的雷没空好 导致雷车又低压波又流过去 又把你的雷都没打掉了 导致你这片空开不起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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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这片空开不起来你经济跟不上 还有就是 我觉得就刚开始有两个坦克架的地方特别好 那个地方你一旦把那个位置让开了 你会发现 你要投入的兵力就变多了 对 本来你上面一放五个坦克 他根本就不会 那边想着不想着要上去 是的呀 然后你先把用雷车 用雷把下面的那个口子一控住 那个一控住 看到他雷车那个就好了 是的 是的 就是昨天飞机的非常到位 实际上他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的决定 葬送了大好的局面 这就是星际争霸 星际争霸就是让每个人变得更强 细节更到位 这样子你才能够走到王者之位 我们本次比赛的讲究是十分的丰厚的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失败 就是平时练习的时候 这个其实无所谓的 对 但是在这么重量级的比赛中的话 错失一场本应该获胜的比赛的话 相信Scan的心情是十分的懊恼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Scan和到我们的DDI的话呢 接下来还会进行一场2v2的比赛 我就担心 Scan的那场失利会影响到他 接下来2v2的半决赛的比赛 但也不好说对不对 他说明这样手也打热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 他表现肯定比前面那么好了 是的 是的 那这样子打下来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那我们的像 接下来有可能是对阵 IPX和Jetco的顺者了 嗯 假设他打IPX 但是你自己是认为你更 你觉得像的获胜区会更大 是不是 你刚刚这么觉得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的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就天梯积分是很能够体现一个学生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我自己打了1000多把天梯的 我我有一天打到2400多分 然后的话呢 第二天就直接掉到211200 打上去的时候 我也说运气啪啪啪几个连胜就上去 我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天梯它那个积分的系统是怎么 有时候就是 机场是打出那种八胜一负的 有时候就是零胜九负那种局面 他这个匹配是不是你一直赢的话 你匹配的人就是越难了 也不会就看运气嘛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只会给你匹配差不多的选手 对对对对 但是你刚好有的选手刚好被你吃 或者刚好你打的时候发挥状态更好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我们明天的比赛的话呢 我们明天的比赛的话呢 是也是从中午开始的 明天的比赛的话呢 是直播三场决赛 对是包含了我们的星期一 星期一的二位二 还有我们星期二对吧 是三场决赛 然后决赛打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有颁奖 颁奖的环奖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到粉丝 寒多星期一加烟花 最大的赢家是谁了 是不是很期待 单眼你夺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其实对于我这种结束来说 对不对 好的好的 那我们是接到最新的通知啊 我们抽奖是准备开始了 那我们把画面交回我们的主舞台 谢谢大家 好 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那这里呢 我们又回到了杭州星季嘉年华的舞台现场 我是嘉楠 大家好我是小色 好的 小色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独奶神功到底是什么时候练成的 连我就是不玩星际的同事都知道 我觉得这种都是谣传你知道吗 这种 这不是谣传 你微博名字不就 本来是输掉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迷信的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 不要在直播里面传播封建迷信 我是一个很专业的解说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对不对 哈哈 OK 那我们的比赛呢是已经进入到了非常胶着的阶段了 而且我们的星际一项目跟星际二的项目呢 都已经有冠亚军的竞技选手产生 那比赛已经进行到这一步的话呢 哎小色有什么感想吗 呃 说实话星际一的选手 我不是特别熟了 因为我在解说的时候 这些选手好像都还是 是半职业的或者是业余的选手 对 没错 不是很熟 但是我刚才在下面了解一下 据说刚刚进决赛的这位选手 是韩国现在业余的第一人 没错 打得非常的好 对对对对 是一个刷分黄这样 对 然后星际二的 星际二的这个两位选手 其实现在都是最顶级的选手了 小黑尔尔跟这个逆步 一场韩国对非韩的这场比赛 虽然我内心是想 想这个韩国 不是 我内心是想非韩选手赢的 但是呢 我还是要说小黑尔要加油 小黑尔是一个很强的选手 是 没错 大家过一会儿还有一个三四名的比赛 是 一场非常顶级的 这个Innovation 要对阵的是 Rogue这场比赛 我觉得星际尔的玩家 也应该会 比较期待这场比赛 是 这两天 其实我看这个网上 其实星期一 跟星际尔的玩家 在吵得非常的厉害 但其实我一直 想跟大家说 我跟九妖啊 这些人都是从 星期一一直走到星际尔的 也玩星际真霸 是20年的 而包括这次的赞助商 彪哥他们都是一直 一直支持着星际真霸的 所以我觉得 星际真霸玩家 都是一家嘛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吵得那么厉害 对不对 大家一起欣赏 最精彩的比赛 是最重要的 本身咱们其实 也都是一家人 那很感谢小色 也说出了我心中所想 因为其实我们 在比赛阶段的时候呢 也会去关注各大论坛 包括各大的直播网站 有非常多的水友 都在收看我们本次的 杭州星际嘉年华 同时我也看到了 非常多可爱的水友 在弹幕当中 他们会提问说 这是星际一项目 那我现在这个星际一项目 该怎么看 或者说也会有星际一的 就是观众来 就是询问星际二的 这个观众说 这个冰种是什么 那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互相去尝试一下 就是两款游戏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游戏 所以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没错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是星际一跟星际二的 所有玩家都非常可爱 对 OK 那我们现在不如就赶紧 进入我们的抽奖环节 我们这次抽奖是 我看看抽 抽一个戒键盘 对吧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由我们 星际二参赛选手 签名的T恤 然后是各一份 一共抽出我们 两名的现场水友 那抽奖规则 可能昨天有些观众没有来 加拿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抽奖规则呢 其实跟昨天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门口呢 有一个 就是在签到处 有一个二维码 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扫描 扫描之后呢 大家所有的这个微信的头像 以及昵称之后 会显示在我们的大荧幕上面 然后我们会随机抽取两位 来获得机械键盘 以及星际二签名的T恤一键 对那下面如果有没有这个 没有扫描的玩家 可以现在去扫描一下 现在去扫 那咱们 现在扫来得及吗 现在扫的话呢 应该是来得及 那没关系 因为玩家去了 对 等于是现在去扫的这个玩家的话呢 就是在下一个的 下一轮抽奖 对下一轮抽奖嘛 那咱们现在先抽出第一轮 也就是我们的 机械键盘的一个获得者 请我们的导播 把我们的抽奖画面 投到大荧幕上面 那我来叫停吗 行 好的 我来叫吧 我来叫 好 三 二 一 停 好 Chris 有这位观众吗 有这位观众吗 是谁 哪位在不在现场 吃饭去了吗 如果不在现场的话呢 我们今天是只会续抽一轮 然后续抽一轮 如果证明这个水友还不在现场的话 又得使用出昨天的那一招了 就我随便点一排 然后你你你点个号就好了 对吧 行没问题 行行行的 来嘛 来第二次吗 第二次 第二次 我让我们 要Chris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 三二一停 LYH 没有吗 在不在 还是不在啊 哎呀 这些水友啊 真的是很饥饿的样子 哈哈 那那那我随便点吧 那我随便点好不好 好好好 呃 我听不到 我也不知道是几排 第五排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左边第五排啊 那好 我来选 随便点一个好了 我的这个右手的 一二三四五 右手的第三名 嗯 一 好 对 那位白T恤的同学 已经举起他的手了 我白T恤那个 对 就你 就你 对对对对 就是你 请上台 OK 还有雀跃的欢腾 崩了上来 哈哈哈哈 恭喜你 来讲两句 老先生好 主持人好 呃 我叫郑和 我今天特地从长洲赶过来的 昨天还在 欢迎欢迎 现在上撒雷达 今天就直接 直接到现场来 观看我们的这个精彩的比赛了 也是很幸运 这是我是第一次在线下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就抽到奖了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活动 好的 恭喜恭喜 那我们的机械键盘的话呢 之后会直接以快递的形式飞到你家 然后我们下台找我们工作人员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你找下台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你的这个信息 到时候到时候寄给你 好的 非常感谢 你要跟 你要跟那个线口线 我知道弹幕现在肯定在刷黑幕 是吗 你要跟他们解释一下 对不对 哈哈 我不是什么上海朱先生 也不是杭州孙先生 也不是四公黄先生 哎呀 非常全面的了解了所有的信息 太棒了 好的 那就恭喜你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 有请 有请我们的导播将我们 将我们的下一个抽奖的名额投到我们 对我们下一个是两件这个一件一件一件因为上来一个人都是一件 然后这个新建选手所有的签名啊 对我们的修购是把两件T恤拿上来作为了一个展示啊 好吧 你叫好了 你叫好了 好的 五四三二一停 阿渡 我躲在车底什么之类的 那首歌叫什么 五四三二一停 一一是谁啊 这么简单的名字 恭喜你一一同学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很统一 我要说什么呢 自我介绍一下 说一些想对线上跟线下谁友们说的话 我是从初中开始就接触新芝麻一 然后寒假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打星期二 然后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小色和绝交的那个SCboy他们的直播 让我感受到新芝麻的魅力 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SCboy能给我们将新芝麻这种 这种感觉就延续下去 然后我也是特意从南昌 然后呢到杭州过来就参加这次活动 对 也非常幸运啊 也非常幸运拿到这个呃 那么多选择前面 我看你自己身上也签了一个嘛 就签了逆步一个人对吧 啊对 这些都有 这些什么 对这边都有 这些三位韩国选手的都有 然后逆步的也有 是 Scarlet好像今天没来 没来 对Scarlet 但是有个酒要的呀 哈哈哈哈 满足吧小伙子 他只是他只是想要 来请我们的showgirl把这件T恤乘上 那恭喜这位水友了 谢谢 对 谢谢 对这位水友他刚才说了嘛 从星际一开始玩 然后又关注了我们SC老男孩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从星际一一直玩到星际二的一个玩家 没错没错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 那我们现在的抽奖环节的话到此的话呢 还有一件那你不抽了 本身抽一件 好行 好吧 那我们再来一件嘛 我以为你以为就不抽了 没关系 咱们再来一件 那导播请投到大一幕上面 来你来吧小色 我每次点都没人啊 三二一停 老猫 老猫同学 我听到一声 哎呀是谁喊出来的 哎呦没有啊 我为什么点的人都没有啊 我觉得就只 哎 没关系没关系 好了 那我们再续抽一轮嘛 续命一下 好续个命啊 三二一停 Catfish不是猫鱼 来来来 是一对情侣 两位急急上台 太欢迎了 是情侣吧 恭喜恭喜 好请两位都说点什么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一名新竞争霸玩家 我女朋友不是 这次非常抱歉的 就是占用了她的五一时间 来看老仙女们 虽然我不是这个上海孙先生 我也不是杭州孙先生 我也不是上海黄先生 但是我是杭州黄先生 所以这个算不算黑幕 大家自己定吧 然后我也是刚接触 新竞争霸二两年左右 但是技术一直非常惨 希望老仙奶我一口 能不能 你说我能不能上个宗师什么的 这口奶了之后就不得了了 你肯定上不了的 我觉得你 你把你女朋友交会打星计就好了 我们既然上来了 老仙是不是该 该这个什么 祝福一下呢 是不是 这种一个会打星计 一个不会打星计 一看就要分手了 哎呀奶的漂亮 谢谢老仙 谢谢老仙 好的 我这边想听一下 就是我们这位水友带来的女朋友 有什么可以对大家一块说的话 我很想听一听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话 就回去学心计对吧 好好好 我肯定会一点都不认真的学心计的 好的 已经get到我们小色的套路 他说一点都不会用心学 就意味着他一定会用心学 好的 那请我们的showgirl把奖品乘上 感谢两位 也恭喜两位 谢谢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主办方说再抽一块机械键排 再抽一块机械键排 对对对 刚刚不知道哪个主办方 跑上来跟我说再抽一块 我 真的吗 你不要管 反正他说抽 行 抽了算彪哥头上就好了 好好好 彪哥是还在那边开黑是吗 你不要管他 抽完直接递给他就好了 行行行 好的 那请我们的导播 把这个我们的微信头像 继续投到我们大萤幕上面 你来吧 你来 好 5 4 3 2 一 听 好 这位同学 有吗 在不在现场 在吗 真的是你吗 刚才你不就是小上场 这个纹身我已经认出来了 这个微信头像是本人 帅气 终于还要抽到你了 对不对 恭喜 请站到台中间 来来 介绍一下自己 介绍自己 我是杭州这边 经常反正小色的那个星际 我已经看了十多年了 然后特别第一届JS 我记忆最深刻那时候是 对对对 那时候就看了之后就喜欢上 这个星际 然后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然后希望还能再看20年吧 说得真好 我也希望以后 反正每年如果有这样的聚会 大家都一起来玩 对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他 所以就是一定过来了 就 我觉得这些键盘真的 反正大家说黑幕就黑幕吧 刚才也站起来说是他 结果真的也抽到他了 真的运气非常好 对对对 这是一个命运 好的 那非常感谢这位水友 那依然是这个 我们下台找工作人员登记一下 就OK了 好的谢谢 恭喜恭喜 那我们抽奖环节 现在告一段落了是吧 应该结束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采访上一轮 我们这个两位选手 对就或是 晋级的选手 就是包括NIP这样的 对 我们等会会采访那个NIP的选手 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后 就会开始了 那采访内容的话 我们等会尽请期待就可以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那让我们把主画面交回到解说席 好的 欢迎回来啊 刚刚小时候说分手派的这个确实是很感兴趣的 他的首歌来拿着漂亮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的话呢 是由我们的Hero和Roway对着我们的Skan和到一哥 对吧 然后我们也请我们的罗贤 然后的话呢 对这四位选手稍微 你应该这四位选手都有打过吧 那个就 因为我对Roway不是这么了解 对吧 但是我觉得Roway就是很有实力的选择Roway 但是一哥的话 可是Roway平坡比较紧接的 对 看状态吧 就是我就是我知道以前一哥打的球的话 就打Roway是四面很大 不打选途的吗 呃 这个 好像第一场的话是随机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输者选途选途的 这么一个 那你输者选途选途啊 对手可以选途途吗 可以啊 对手也可以选途啊 然后就是途的话就一定就好了嘛 对吧 然后呃 这场比赛如果结束以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星期二的一个三四名的第一场 那我们今天的就是说 第一个比赛的一个三四名就会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星期一的一个半决赛 然后接下来是星期二 哇 今天的比赛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的话呢 就是Roway解说的话 可能就是 是会交回 我交回给我们的一个号客 还有我们的订单吧 嗯 就是待会会 那个看一下 刚刚好像我们 那个 就是那个 对这场比赛的话 打的还是蛮精彩的 也不知道我们导播 有没有一些highlight的 但是就是精彩的圣经 嗯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话 呃 我们的那个 什么 就我看一下 接下来比赛 然后 然后 下一场是星期二啊 对啊 不是 下一场是 就是这 之前那场已经打完了 我们说这一场 这一场的话是 星期二无二的一个半决赛 新年二无二的一个半决赛 然后他主要是由我们的一个 呃 这个韩国选手的话 应该不是传说中那个韩国选手 不是by hero 不是by hero 他是 感觉星期二好像一个hero 星期二有一个hero的 这个 这个ID取得了还是蛮多的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Fish 就是在天梯帐篷上 我的ID也是 by hero 对 还有绳子玩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 因为 后面选足的话 你想嘛 GYS 不打G 那打T 像那个Loway是打G Hero也是打G的吗 对 Loway也是G 然后Hero也是G 那这样 Loway的P还是蛮不错的 他的P也蛮不错的 然后 毕竟不是主角 但是 昨天的 昨天二无二的小组相当中的话 他们是从下班区的小组第一 直接杀上来的 我们看一下 昨天他们下班区的一些选手的话呢 就是有我们的 绰合疯子 然后的话呢 Scan1哥 然后猜猜猜哥 然后 LY和AYSTAR 还有我们的Hero和Roway 他们居然在 这么强的一个 组里面 对吧 直接小组第一 他们是小组第一 直接出现的 直接抢战了一个小组 就是 直接抢战了一个 半决赛的命令 这样子来说 其实 哇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上班区 上班区的话 昨天的比赛 上班区 IPX核道 334的话 是直接获得的小组第一 然后 我们的 战魂Money的话呢 是小组第二 然后 但是 Money不是被淘汰了吗 对 因为 因为我们的赛制是 好的好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通知到 马上要进入采访了 那我们直接 看一下我们新加拿学者的采访 谢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现在2018杭州 星际嘉年华的采访后台 我是嘉楠 我又出现在这里 而我们现在坐在我们旁边的呢 分别是我们的 呃 91 以及我们这一次要采访的 NIP同学 让我们欢迎他们 哈哈哈哈 呃 其实我挺尴尬的 因为我作为一名 被淘汰的选手 不我作为一名被淘汰的解说 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坐在干嘛 被我们密码拉上来 OK 那我现在先来为 呃 这个我们 直播前的 包括现场前的 水友们 来介绍一下 我们NIP的同学 NIP同学 他是2017 WCS 三次分战赛的冠军 同时呢 也是在2016年 韩国本土大赛 Casper Bay 战胜了所有的韩国选手 以非韩选手的身份 获得了总冠军 超强 是不是91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他了 呃 其实我今天本身准备了一个 第五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他最喜欢的女孩 是什么类型的 但是他自己本人 把这个问题给拒绝掉 哈哈 OK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让我们的 这个同学来跟我们的 水友们打个招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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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ute Hello everyone Thanks for coming out here and cheering for me It means a lot when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support me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到现场来支持我 然后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感谢Nib 感谢我们现场的水友们 那我现在的话呢 准备了几个问题 想要问一下我们的Nib同学 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 刚才的话 因为那场战役 还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中有时间简点 是做了一个翻盘的动作嘛 那首先呢 是想要问一下就是 刚才在跟实力选手肉哥对战的时候 呃 在第三盘的时候吧 是1比2被反超了 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啊 When Rogue got a 2-1 lead versus me I wasn't that concerned actually because the fourth map was Neon Violet Square and that's probably my favorite PVZ map and I had a good build planned So I was pretty confident and I could even it up back at 2-2 就是呃 我对这一场战役 并不是非常的担心 因为这个 霓虹广场PVZ地图 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地图 然后呢 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 能够将这个比分给拉平 太棒了 果然是我们国际性的顶尖选手 我觉得 从整个比赛来看的话 其实在第四场Nebo 的确 呃 非常难 非常艰难 我觉得其实在 只要有一波失误的话 可能整个比赛就 没有任何悬念了 但Nebo 完美的防守住了 肉哥的进攻 最后是获得了比赛胜利 嗯 对 那那个第四盘的时候 我想知道就是Nebo 他当时心里面的一个 应对策略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对 有一个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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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色略非常的奇怪 在前期的時候 他只派出了小狗和女王 然後接著又派出腐化者 然後之後又出到刺蛇和毒豹 整個使得我出於一個防守的狀態 但是呢我拿到了一個他打大龍的timing 做了一些主力的交換 然後在戰損上贏得了這場比賽 非常精彩 那我這邊其實 在最後一場比賽中我們也是看到 逆波是選擇了 提速差一波的兩晃八兵的一個戰術 這個戰術其實挺拼的 在我個人看來應該是在前面幾盤 他每一盤的戰術都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然後想去騙一下肉閣 然後最後這個戰術是成功了 我不知道逆波當時是怎麼想的 4個 fourth set 5個 set I actually had a different build planned I was gonna play a very strong macro game I think But because I he sent his first Overlord in And I was able to kill that And he went for no Overlord speed in any of the games I knew that he wouldn't be able to scout scout me if I just went for a Zelda And so I decided to do that 就是针对这个战术的话 我其实是属于 在开局换了一套 就是采取了真三开 假三开 假三开正一波的开局战术 然后 但是因为能够打到他的第一个房子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打出一波狂热者 最后呢 他也很幸运的 他没能够发掘我 这个领响应变我觉得真挺好的 Neeb的表情好可爱呀 很腼腆 对呀 但是他已经本人阻止了我问他这个问题 那我就算了咯 那现在话呢 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下一轮对决的选手 是我们的吕布 不要不要 不要乱说 是Hero 但是呢 Hero是3比0把吕布给战胜了吗 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待 他的决赛选手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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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very smart opponent I think 因为这个PVP 主要是关于这个整个大局思考上的战术问题 而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的操作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次 其实 在Neeb 战胜了肉格之后 是全场获得了最高的护身 在最后你想对粉丝说些什么呢 谢谢大家 好的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NIPO 可以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 那我们NIPO的比赛应该是会在明天 对吗 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依然会有非常精彩 绝伦的星际一项目 以及星际二项目的比赛 请各位线下以及线上的水友 继续多多保持关注 多多支持了 非常感谢大家 那让我们把画面交回到我们的主现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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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但是他房子探的是自己的上面没有看下面 对 小飞好这边是死干已经率先的发现了 这样的话 死干这个是 死干是左上的那个白色应该是神组 这个这个不是神不像神组像个人组 这个人组啊 这个十一点应该是个人组 对嘛这边是贼 ZT然后打的是哦果然是人组啊打的是PT Maybe 11 12啊还挺害怕 但是我们这边为什么不探路呢 这个Hero选手的一个开局是直接选择了毒口 那Hero他是因为看到了对方这个人组呢 所以说他他已经不需要探路了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JT 看到在看到对方一个T的情况下呢 那基本上百分之百可以确认那个可能是神组 哦对对对对所以他不需要确认对手的一个点位 是已经知道对手的种族了 对对点位啊神组 反正你不管他什么点位肯定是什么两兵开局嘛 那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今天你在比赛当中使用了一个直接BF开局 所以我有实力啊 有实力肯定是这样的呀 对我看你跟马本座打比赛完全就是你在指挥马本座跟着你的决策在走啊 那肯定的啊 包括中间那我看修了那三个水晶有两个都是你的 对对对啊钱多嘛 bridge boy 啊三匹齐啊也是呃 经过昨天的比赛我发现啊我一直以为你跟马本座组队 其实是不管你占没占便宜 起码是没吃亏 结果昨天看了马本座的那个实力以后 我发现你真是呃这个被马本座抱了大腿啊 啊那肯定的 他离开了我之后就像鱼离开水一样就很难很难存活呢啊 但是说到鱼离开水我们的死干跟VDY选手啊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啊两个人感情突然变得特别好啊他们昨天经历了一场这个从地狱之中又爬到了这个地面上的这个一场旅途 哦昨天他们在小组赛里面对小组赛马上是连败啊连败出场在完全没有出现机会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又出现哦看来果然是他们的感情是感天动地啊对所以说往往经历过这种特别大的磨难之后呢又大难不死嘛那那感情很又触景啊升温了好我们看这边哑巴选手的小狗一人打两架继续骚扰人族还要封神族出门非常非常嚣张啊嗯 嗯亚巴选手本身就是一个重组选手所以说他在随之到这个本族的时候还是比较啊有信心的而且黑洞他本族也是一个人组选手所以说这盘呢呃这个JDY和Scan啊他们还是比较难打的确实毕竟TVT的话必须得机械化但是对手如果有狗你这边的机械化就会被干扰的非常惨对如果Scan不出机械化的话他如果爆妹妹的话基本上就不可能赢的对 那雷车这边让你连门都出不了哎呦漂亮漂亮那里机枪兵完全不出来就靠这个农民生生的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毕竟在我的主场你来一个机枪兵挑衅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他这样的话其实这些话始终还是落后的他造了一个bank造了一个枪兵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对手的重工厂数量多然后他雷车还要面临提速狗的一个围追堵截虽然操作的很漂亮但这个雷车终究还是要死的 这边单重工挂了一个附件那基本上可以拆到是一个有机场而这边黑手上打了一个VS他是在告诉重组要出飞龙的意思吗不是他是在告诉重组这个11点可能是VS他脚落里面有个VS气框上面有个 果然有啊怪不得他只有一个重工厂原来他脚落藏了一个VS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科技可能会给重组造成不小的压力啊 哎话说三次你看好这两只队伍的哪一个啊我我看好我看好 no way of here 哦好的看这辆车感动不敢言啊他在矿后如此的嚣张但是因为有狗的保护他狐家虎卫现在就变成两辆了 哎这个杀农民还是很烦的实际上拖农民修一下这辆车呀哎呀这里因为农民太密集了所以不好修啊只能是围点打圆了呃维维修照了色农居西了 其实神龙这波兵也是突然卖鱼的这个这个小狗加雷车回去哎这边被卡住了啊一边被卡住一边是只要把龙石打掉这些脱脱兵就完全是废物了又是脱脱兵听起来哈 超人说是别的亲切啊高的非常漂亮非常非常nice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那这样的话死干就更痛苦了啊啊神龙这波兵一旦死完之后那死干家里会面临非常严重的骚扰是的死干本来还有个后台哎你觉得这种情况下死干是不是毒口是最好的选择对毒口会比较好但他开始呢因为不知道对方种族啊所以他们对手肯定有贼啊对有贼是肯定的但是不知道是JP还是JP还是JJ 哦如果JP的话他们对如果JP的话他毒口的话会比较会比较被动一点哦尤其是怎么在12点出现一个P毒口的话那基本上你已经已经保了哦确实啊这前上我是看是你们打的呢对手就是呃有一家人都选择毒口然后入口又造了一个地堡然后还放了几个农民在那边修物结果被龙骑加小狗一波强行打死嗯嗯嗯嗯嗯嗯嗯当时就是他就是面对的CP然后选择了一个毒口这个防住了Z哦这边是看很危险啊我这算我农民修不到今天要飞起来呀帅哥 对啊哦基地要飞起来多么匪夷所思的情况这基地飞起来那上面的农民就可以去收到这个地堡啊我们打兴起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想过赌框的基地要飞起来来防守这件事情但是在三爷面前独招胜有招所有的招数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这基地没有飞起来现在农民好彩啊他没有飞起来那那个班克就爆了嘛班克放了他就没有支撑点了嗯嗯嗯嗯这样的话他已经啊这边是一个 这个音哥打的很有想法啊这个这个合线骚痒没有什么用啊他们特别想骚一下骚一下哑巴这边maybe decay这人家是运输机运两个隆起过来你说你人家maybe decay怎么可能maybe decay嘛哦想的还是率有点多maybe毛毛冲这个倒是好的但是毕竟太难打了嘛这个对于哎对了你们怎么说甲虫啊你跟马板说呃我们国家都说李柏李柏哦哇三爷这个英文还非常好的 走到下一场的游戏吗好啊这两个人是叽叽嗯嗯这场的话还是感觉死干跟ZTY的那个风格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两个人平时防守的时候不都是互相帮助对方吗这一次没有能够互相帮助到对方这般点位上点位上其实总如嗯嗯点位上的也是很大如果死干出生在一个什么五点啊这种地方可以读口的话那就没有这么痛苦好就出生在那种烤在GP上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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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昌明出生在里面呢这种口的话他就会比较好 会好打会好打很多确实确实确实在对方有费的情况下你赌那种中间可以过机箱的口其实风险还是比较的大嗯嗯然后我们也是准备一下第二场的比赛那你觉得他们输的一方的话现在选图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选手现在选那个比较冷门一些的地图啊呃嗯一个scan的话可能会选一些导图我觉得啊会选导图啊会选导图啊会选导图啊哦之前看他们选一直选的是斗魂 选什么的呃可能会选什么娃哈哈这种哦因为导图的话对他们ZT来说会比较优哦比较优势ZT为什么导图有优势呢不是导图Z都是一个比较悲剧的种族吗因为对方的种族也比较固定的嘛因为对方也也是一个ZT组合嘛就是说scan和一哥这边选ZT的话那对方很有可能也会选ZT那两边动作ZT的情况下呢就比较考验这个飞龙就比较考验飞龙哦那一哥的飞龙呢可能会略常于哑巴一些 因为ZT打ZT的话飞龙应该赢了的话就基本上就就赢了反正人主的话大家都是空脱机器人嘛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嗯所以说呃这个选主选图呢也是一种博弈啊啊啊啊万一对方不选ZT选了选一个ZT对吧你选了一个自论为自己ZT很强的图啊然后对面呢Hero呢他不选人主他选了一个神主也是有可能的哦好啊我们先说第二场比较给我们看看地图首先哎啊这边选了一个黄山哦啊黄山 就是不会三爷非常的专业第一眼就看出来了那黄山的话这个是一个ZT组合比较强的地图对黄山是一个ZT图啊啊ZT非常强的一个图哦好那这边的话估计选手应该是选足进来的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点位左边的话是紫色重组哑巴他的呃呃他的队友是在左边啊我们上面先看一下斯干吧斯干选择了自己的人族右边一哥选择了重组啊果然嗯ZT打ZTZT打ZTHero选手他以前是一为一用的人族对吧对他一为一用的 他一为一人族还是比较强啊嗯很长对这边这个点位很有意思啊两家人族都离得很远了然后呢两家重组跟人族之间是一个交叉的这样中间我觉得可能会打得非常的凶这个点位呢斯干和一哥会比较优势哦因为一哥的他这个这一外他这个重组位置会比较远一些啊基本上是很难受到打击的而而弄位呢他在11点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会被啊12点的加上 三点钟的这个飞龙海军气哦一起打就是重组的位置越安全越好对越安全越好哇虽然选择直接欧9D气候超快速度要升二本嗯这个这个图的话基本上都是都是这么打的因为前期战没有什么进攻性嘛近战兵没法打开路口那个中立舰嘴嗯那也没有特别贪运营就是一切是以科技为先对科技为先原来是这么打那人族的方面的话是通常选的机械化呢还是演出空军呢还是怎么说呢 嗯肯定是机械化肯定是机械化啊机械化之后呢那会会有变化啊可能会是单VF两VS哦对尽快的出空军压制对方的重组然后让自己方的重组飞龙有优势哦也有可能是两VF之后转单VS空投机器人哦主要是那双VS的话就是引飞对双VS引飞但引飞呢这个这个这个战术呢就比较有点有点投机的投机的成分在里面嗯虽然说可以开始可能打两个防处 就是在杀两个农民啊但是应该机器人一旦抱起来之后你在这段时间没有取得去特别大的优势的话那很有可能还是会被翻盘的原来是这样的那好像黄山这种地图的话如果我现在输了我选择的话呃就不止黄山吧这么多地图我现在就想选一个地图然后放大招直接把对方打死嗯你这你边有没有准备这种战术跟我们分享一下呃呃就那种只要放出来就一定能够赢的就必杀技是不是对对对对必杀技肯定有啊啊必杀技肯定有啊这个杀手锏啊啊 不能不能不能透露不能透露啊肯定不能透露呀哇三爷这个成真立命的本事不舍得与大家分享一下对这肯定会有杀优点到这我们在呃明天的比赛中会用出来哦行行行万一你们夺冠了的话我们还肯定要采访一下的到时候听三爷好好地跟我们推一推啊这边先把这个中立那十二点和六点的话最好先把中立建筑给打掉啊不然的话你没有没有多少面积可以造建筑哦对对对对他们作为一个人族就是比较的散对尤其是六点你看他这个已经被 这两两个地坛给夹住了啊这十二点啊这十二点啊这十二点他已经被两个地坛夹住了六点后也是这样哦哦反正这张地图真的是设计的好奇怪啊这上来每个人都是堵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设计让大家前期能够安心的发展对当初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战术可以用的对啊这个当年在韩国二边二联赛也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当时呃几乎每一张地图都曾经出现过令人非常惊艳的感觉第一次见到很无解的战术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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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张地图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啊这张地图当年是光哥光哥和马本当初也是在在这张地图上有有这个配合配合过啊哦光哥哇这两位现在都还在打星际啊嗯真是不容易啊星际界的活化石两位老玩家当时他们配合的打的怎么样啊配合的肯定打的是很很强嘛因为这个图本来只有JT会比较强一些哦哎弄过这边把一份东西打 造在气泡边上就不太太太好哦把龙海造在他上面的那个基地对对对对对吧这样的话怎么样自己的采气啊这张地图当时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路口有个分裂网这样的话让近战兵特别的没有尊业哎他上面的路口和下面的路口都有分裂网对上面是一个中立建筑可以用远程兵打掉啊下面是一个水晶这边是需要两VF单两VF单机场 一个桌机空头的打法空头Z然后他这边飞龙配合一下呃好这边一哥是先防守一下这个这个打法其实很容易被很容易被识破啊这个打法很容易被识破哦怎么来识破呃你看现在一哥他并没有打开门口的这个建筑去采气哦对对没有打开门口中间采气那说明 自己的人主肯定不是一个3VF爆爆机器人的不然的话他肯定有勇气会去采二气哦哇这样的一个细节能判得出来二边果然也是伯大精深啊这边死干的呃呃兵营好好的侦查了一下打出了够够 所以说这个球呢你开始那位要造两个自杀机会比较好人这样的话是四个机器人加几条龙啊嗯反正就是两只嘛三只三只现在四只啊那这样的话这波会很难受啊 啊对啊这个飞龙完全敢动不敢言啊然后后面还跟了自杀这样飞龙就更没法上了但是队友的地儿也来了这样被打了个先手啊嗯果然一切都如三爷的剧本一样他们这个点位就是这样的劣势不度容易偏挨打结果就是受了这样一简简的一个距离的亏就就就以小败为大败了看他看他之前是全部在点飞龙啊在点飞龙你知识人数量并不是关键飞龙数量一旦多的话你机动性也强没错没错没错 对罗交换打得非常漂亮已经是把我们亚伯的飞龙嘴几乎点光只剩余乐了亚伯已经要毛了已经要被打死要毛了你看这就是比人家慢一拍没办法但是正前开局就是因为点位比你慢一拍相比来说的话十二点距离去这个起一点稍微要近一点对啊啊这是一张五人的地图所以确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可能在点位上的一个不公平所以他们这种打法 确实感觉有些无解啊但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打法我们的死干哥一哥站出之内也非常的好这把是死干经营的一个指挥啊打出了机器让恭喜我们的死干哥一哥搬回了一局啊你希望面对谁啊这两个这两个队伍面对谁对我来说都是背影没怎么太大的影响啊我我看那个你们经常不是打V2吗然后有这个 这个胜率的一个统计然后确实选手在所有韩国选手里面是最低的啊对对对对对那最高的是谁啊最高的应该就是马本是马本的啊那中国选手里面肯定是你了啊也不一定啊一定还有彪哥是吧啊这彪哥胜率也很高啊彪哥不是属于那种就是胜率已经不予统计的嘛啊这这都是后边是白的我看就不让不让已经不让选了的那种我这你能看到啊啊我都没有注意到哦是的是彪哥那个胜率实在太高了 基本上哦我是我是之前真没想到彪哥实力这么强嗯后来那昨天也是看了一下彪哥打那个2v2还有今天打1v1就笑死了这个彪哥在那边打那个丁当哥丁当哥今天过来我知道丁当哥解决心计也是比较有实力的是啊都在那边盯着麻烦你说那是很有实力的对对对对然后呢彪哥今天跟丁当哥单挑我给大家稍微速一下盘啊彪哥赢了彪哥赢了赢得太轻松了简直是完蛋与鼓掌之间 就属于是那种坦克都不这样然后先去送两队坦克然后再接着玩就就就这样才打啊然后打的这张哥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然后彪哥前面的那个骚扰啊呃后边不是有很多人吗就在这哦哦然后彪哥接的第二轮骚扰双线特别快哦哦这边第三线又来了哦哦这边是这边这场应该还是还是还是选足的啊啊斗魂那这样的话是不跟你玩这批这批打这批了玩这批打这批了 呃应该说是这次是换人选足了嘛所以哑巴那边哑巴跟呃小跟hero选手是正在呃有这个选足的一个优势他们是选不选啊应该是选了 比如这边是用了他最擅长的人组打斗魂啊ZT打ZP这样的一个组合这张地图上的话你觉得种族上面首先啊种族上面肯定是ZP啊优势一点好为什么 ZP在等魂上比较有优势呢呃因为因为这个就是重族自己重族出飞龙比较安逸是吗对会比较安逸一点啊而且这张族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可以可以这张地图没有战术对人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进攻点然后等就等神族抱一大波兵出来之后就把你看这边好像是一个啊一个野外兵营战术不不不不这边好像是一个 是4R耶哦是4R怪不得 这边11眼是什么什么11眼是什么组啊重组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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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就是2P打ZT了哦如果是2P打ZT那肯定是随机了啊这边赶紧要封住封住路口完了啊进来的话可以堵水晶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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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2P的话这边肯定知道对手ZT的所以直接是选择了一个前置兵营战术但是不知道他希望的对手到底是人族还是重组 你觉得这个前置兵营战术一般是希望碰到重组而碰到人族的肯定是希望碰到重组啊哦想打死重组结果他很遗憾的碰到一个人族还堵口他以为打不死重组的话他至少也可以把人家重组给封住嘛哦封住然后造点什么BC在路口啊然后另外一个就什么出龙旗单挑一个人族等到龙旗攒到一定的数量过去一波把这个重组A死就可以了哦 哦原来是这样想的那结果他运气非常不好啊这边也不是说不好他这个BP造造慢了不过造快也没用因为对方有Z而且你这边没有Z嘛嗯是啊那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守住自己的这个野兵营啊对手有Z的小狗过来你你嘴唠的只能站在你守兵营你也对人都丝毫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如果Z去你家是最恐怖的你家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是一个裸体在面对着三千男人对这个如果是呃如果如果换了我家里家里造个BC 然后这狗就直接去一点种了对啊 对啊这里 显身死干的战术选择上面毫无 道理可言吧哦这边是两个人的贼落在直击选择得来 来到同组亚巴在这里跟这个叉叉兵刚没有必要的啊他这个叉 狗最要是全部出去然后家里补一个BC 对这就是亚巴跟我们三爷之间的一个差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 啊先吃两个啊 确实是很长气势但是这样 这吃叉叉自己死狗并不见得是一件优势的事情嗯 除非你能什么死一条狗吃吃两个叉叉就能办 死一条狗吃两个叉叉 这个还是不给叉叉面子操作的非常好 他这个他这个狗去一眼中的话不知道一眼中家里现在有什么有什么货色了 在死干退了一个兵营的情况下小的一图上可以看到死干家里面已经造成了一些建筑甚至连气泡的版材 应该是有一个兵营死干家里面应该有一个兵营 他是钳制一个兵营然后家里造了一个兵营然后转了龙起 应该是这样的对啊感觉怪怪的 但这样的话家里面的防守相当有问题他为什么下气泡 他这个情况下的有点嚣张的 人家狗来了现在你怎么办 这些狗好好利用好死干会非常难受啊 死干这边还能打双线啊是啊 然后这狗马上急速就好了 不过好在只有四只四只狗的话 如果操作不是特别好的话是很容易死掉的像现在 雅巴现在他没有雅巴现在没有什么双线的压力 家里有bc没有关系嗯 只是被封了一下而已这个 这个迟早会出去了对 黑手学生不愧是一位人自玩家呀 在对手没有来压制自己的情况下果断出击 所以在经历了几轮操作的拉锯之后啊 已经打出了 OOK 哎等等这个不是黑手打的这个是死干打的 干打的啊 他为什么OOK哦 那可能是在家里跳狗解决了吧 果然解决了 太阳科技 那rp的话 其实我觉得 现在还是有点优势的嘛 他们的二组币啊 他现在 没什么优势啊 是吧 因为我觉得中期神族爆兵什么的 比重图人族还上猛不多呀 这个特面 我觉得人族跟重图还是只能够进行一个防守 他主要是有混合兵种 你神族会怕什么飞龙啊 什么什么吹发糟的 然后rp都得出 ob 出完 ob 之后又怕飞龙 没有这么多gas 出完 出完然后想出海盗的话又打不过坦克 很痛苦 嗯 哎上次看那个海盗传独裂网站 我觉得在这张地图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啊 这边这边想对一 想对11点的这一 这地歪打击一下啊 这这边有危险的啊 嗯 这边快不亏下电池 这边这边现在已经118危险了啊 出了两个叉 五个叉 五个叉的话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这个地址快好了 这狗太少了 其实五个叉我觉得下来打未必会输给对手 主要是怕后面bc被打掉 嗯 万一这个 还是很慌乱很慌乱抽了些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抽东西的 对他不知道对手的狗的数量 所以想稳一稳还是完全可以的 对等bc补好了 还是非常稳的 这边是打出了no 已经逼对手补地宝 这个弹楼目的就达成了 来撤退啊 两天 这个雷车转的也是非常快 我以为他用机枪命打法呢 结果居然转出雷车来了 肯定会要肯定会转雷车 比较命打法打两批的话基本上是赢不了 也是赢不了 毕竟上不去高地打不死人 嗯 小狗加雷车 这边的话 雅巴准备 是用刺蛇的战术了 转刺蛇 因为他可能是意识到对方 会有一家选择VR 然后空投的啊 运输机已经出来了 可能是升起了起速的 可能升了运输机 但是机架虫快出来了 能不能拖住机架虫 所以我看雷车如果能上去的话 就会非常痛苦了 这个农民拖他 堵一下路 堵一下路 能不能造建筑别让雷车进去 还是点农民 哦 点的还是蛮果断的 直接换农民 那这波雷车没有买雷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换农民了 右边子干的出门 他们可能就无法压制了 而且与此同时 我们一哥的机架虫 应该也是在建造当中已经快出来了 这个雷车兄弟让一下 后面的狗一直爬不上来啊 本来这个B 哦 还是爆了 那爆的话 有没有后续兵了 此干这边是来救了 但是一哥这时候 农民已经是零了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 不过确实没能够用了 四个 哦 后面还有挺多的 那这还可以 现在机甲战术也暴露了 然后家里面吃了大亏 现在这个机甲虫 就不敢再去进攻了 一旦去进攻的话 这还可以去 因为此干有兵在这里 此干有兵在这里 他这个甲虫赶紧出去烧倒 这不烧倒就真的 真的没机会了 你觉得此干现在和兵打一波怎么样 没打过没机会 没什么 他提供个机甲虫 他主要自己没有什么兵 啊 此干这边不是有龙骑吗 而且四干你看 他只有一只龙骑加几个戳戳 这怎么这么惨啊 人家甲虫都到这了 此干你怎么才这么点兵 啊 此干开始也是一个钳制单兵 然后被别人猛咒的一个人 也是个也是个伤人 啊 很伤 我现在人口已经领先我们一哥 嗯 三十了啊 此干跟一哥这个两个人的秀文爱啊 好 这边一家尹飞 哇 这家尹飞 so nice 这个这个这个运输机里面是没有龙骑的 啊 这个甲虫要丢下来了 再不丢飞到河上丢不下了 太尴尬了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一下 哎哎哎哎哎 为什么要死狗呢 操作 nice 他是怕这个狗来不及啃 然后被上面的龙骑过来把这个甲虫给救下来了 先啃个算了 不错不错 好那么这边此干又开始跟cdb秀起了恩爱 此干把自己的嘴唠叨站在了一哥家门口 站上了一排 现在现在优势很大优势很大啊 这边就是两个剑拳人打一个废物 加一个半剑伤人加一个伤人啊 此干就是那个废物是吧 此干已经是那个废物了啊 不是一哥是那个废物了 此干是那个伤人啊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冲突只要抱抱口水就可以A了 抱抱口水 两边随便打哪一家都可以 对他抱点口水然后稍加点运营 他的口水只要够防御这个甲虫和运输机就可以了 然后带点运营啊补点农民啊 然后再抹抱 他现在是一个三级的报兵啊 三级的进攻的还是比较猛烈的 他现在可以可以补点补点稍微补点 对啊可以补个四级的抱口水我觉得很好啊 是然后他中期的时候可以升一个二滚了转过飞 一种嗯 这单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的 呃 哑巴选手是不想运营了 直接就抱兵了 可能是想早点结束比赛吧 啊 此干这波兵看起来很多 其实 啊 家里面有一个拓战 so nice 你看这边两边都出了VR的都要都有 啊两家都出的VR太伤了 靠一家的OP不行啊 嗯 一家人族的地雷就可以牵制了两家神族 只能选择VR科技 这个地图上面人族 如果让他计划出来的话 这个CT组呢 确实是很有优势 这波龙是想干嘛 这波龙是没什么用啊 对啊 而且人家 哑巴那边其实没有普通名 他是报兵的 在口水加小狗的冰龙组方面前 可龙其战斗率非常非常的低 可以说瞬间就可能会被一波包死 但是雅巴这边好像是想诱滴深入一下 诱滴深入 然后在门口打一个防守 雅巴其实知道这波兵很菜 那他只是想等一等 再给你点希望 思看觉得自己很强壮到处跑 哦是的 是的 如果这波雷车不在这里卖了 而且去埋这个龙其的后路的话 对对对 如果埋在中间的话就so nice 对对 这边有云术机前进去了 这边Hero是看到了 得给雅巴点了地图了 哦哦 好呀吧赶紧来防一下 而且家里面居然有地堡 还有对空的一个隐飞 简直是完全无解呀 我们一个呃作为一个 已经刚才被打成废物了的男人 好不容易憋了半天 憋出了一抛白色的金甲虫 结果投过来没起到任何的效果 就 这啊这是个机会虫王啊 他的timing太太慢了 别人农民也补好了 口水也有了 timing太慢了 是的是的啊 他的孤注一掷的一波 只打出了这样的效果 好在是斯干那边还活着 没有什么遇到危险 不然的话他可能 刚才给雅虫只能去救斯干了 两个人如何 两个人感觉这辈子也合不了兵了 现在要被分割成两岸各地了 马上Hero就很强壮了 现在雅巴很强壮 马上Hero就很强壮了 现在雅巴很强壮 现在两矿运营加力 好像已经抵到了 12344中攻了 哦是啊 他现在单挑打了两家神族的任何一个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其实雅巴 这个甲虫很爽 哎 你要爽一下 你爽啊 对啊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爽 你在干什么 这个甲虫犯傻了 果然是星际里面智商费地的兵种 这个甲虫弱质 啊 他本来就是已经是个废物了 还生了个弱质 刚才要是爽一下的话 很多口水色情 很爽的啊 超爽啊 哎呦这个雷车 刚刚听到我们解说之后 Keyber选手的中文水平也是大劲 马上吸取了教训去截一下龙蹄的后路 但是 哎 还可以哎 这话可以 你自己也爽一炮 这这才打死了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一哥已经毛了 啊已经死了 啊 这个死干的 这样的话必死无业 多多坦克飞过来挡不住了 对啊 龙蹄还是想详情的来救一下一哥 毕竟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 但有的时候爱情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还是要有面包啊 这个坦克 你别说死了 他操作真不错啊 他坦克轰到他居前 先把口水都点光了 这个人 人到了生命临界点的时候 往往会发挥出这种不同的潜力 哦 生死攸关的时候 那种潜能的爆发 身上剑素的激增 是啊 以及事后的疲惫感 那种闲者一般的时间 现在人都快毛了 只能操作秀一下了呀 啊 这样吧救不下来了 但是他再想来救 就开不了过来冰了 路线被截了 现在很多口水歌又过来了 这个甲虫也没有操作空间了 嗯 对他还是想打一炮 现在就形成了坦口组合 那这个基本上就不行了 哦 坦口就是坦克加口水的组合 对 现在是坦口雷组合 哦 坦口雷组合 我跟你上次说的那个 飞口勒组合 龙口勒组合 对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是的 嗯 三爷经常给我们介绍出很多冰种的奇怪的叫法 引领了星际界的一波时尚 啊 不行了 啊 无比较中心的自己 嗯 嗯 他们现在应该按照惯例的话 要打字开始商讨下一张选什么地图了 现在其实老子里面已经在想下一张选什么地图了 嗯 这个 象征性的坚持一下 象征性坚持一下 选招娃哈哈呀 彪哥特别想看娃哈哈 嗯 娃哈哈还是可以的啊 娃哈哈还是可以的啊 那为了让彪哥高兴 你决赛的时候 万一输了 选一场娃哈哈 我肯定娃哈哈呀 好好好 大家娃哈哈一下 因为彪哥昨天还差点跟福佳达一起赌卷呢 说福佳达说没人会选 彪哥说肯定选啊 然后甚至那个赌注都开的已经 比较奇怪了啊 哎 嗯 哭了 还没赢呢 对还没赢啊 这个现在只是一个 先哭先哭为敬啊 啊 我们现在是一个B5了 在端节赛的阶段 打了一个B5 咱们在商场啊 选什么图 嗯 这个 亚巴克黑路也是 嗯 雅巴克黑路也是挺拼的啊 虽然在这个斗魂上面 选择了不选毒战术 对吧 对啊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 前面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这边选了这个什么 JP啊 然后对方选JT 可以换吗 可以换吗 可以 好像是事情要扣裁判的啊 是这样的 这是你选毒的时候 你要跟裁判说一下 你选择选毒了 然后呢 对于裁判也会给方说 然后呢 你们两边再把各自享用的种毒 告诉裁判 那裁判不会 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这样交流 是各问各的 是啊 都问好了最后进入游戏选毒 我觉得 他们 没有道理说会 会打4R 而且正好 这么巧 雅巴选的是J 然后黑肉选的是R 那个T 对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 此外应该是故意选的RP 对可能有可能是故意选的 什么2R 有可能吧 有可能是故意选的2R 故意选的2R 就是一个人选T0的小孩是吗 就两个人都选的随机 两个人都选的随机 但只能说他们运气太好了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本来就是 如果真的是4R的话 只能说雅巴他们运气太好了 对啊 非常 毕竟死干跟一哥那边 种毒烈士时代是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 下一场的话 还是死干跟一哥这边的选择地图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是哇哈哈太好了 嗯 那只能哇哈哈一下了呀 对 对本来完全没有这么叫 但是彪哥叫完之后 感觉特别朗朗上口 你看这个人采矿 明显细节就很差 右边两块光轻的不去采 跑去两边这么远的去采 不知道干什么 是 不过这张地图的话 也是因为太久了 对面是TR组合 TR组合 TR TR组合 哦 这个地图 这个还选足的时候 还可以选一家选足 另一家选R是吧 那我一家选足的话 也就是说另外一家 另外一边只能有一家选足 是吗 啊 这个有有TR 会不会还是有优势啊 这样的话 对方都不知道 我身边一家什么组 他反过反而是很难被针对的 这个不好说呀 是是是是是 不知道什么水平难被针对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手的点位跟种族吧 后面是左边 呃 左下的这个两个 是我们的一哥跟死干的 啊 疲劳组合 然后上面的是 呃 哑巴跟Hero 哎 哑巴和Hero 刚刚没有看到到底Hero是 哦 果然Hero用的是 哎 这次应该选足了吧 他们自己 哑巴用的是12点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啊 是12点 哑巴是同组啊 哦 Hero是 Hero是 Hero是3点是吧 对对对对 他们两个又是ZT组合 又是自己最擅长的 没有换没有用错 没有没有 12点并不是一个Z啊 12点是Z啊 不是不是 两个不是Z吗 12点不是 12点是个神组 哎 哦 看错了看错了 哦那这样的话 可能还是随机出来的 对那这样的话就T 那现在是一个就是 T 啊是一样的啊 基本上TP打TP 对对对是一样的 哦 哎 TP打TP那也是选的吧 他们觉得这张地图Z 没法打可能 因为彪哥呢 选择这张地图初中 他就觉得这张地图 是一个统组比较难打的地图 啊对 然后所以可能在他们的理解里面 就是觉得这张地图 是PT也比较好 张途TP比较强一些 TP比较强 啊 因为最近最近不是听说 你们那个群里边 经常一起玩RVR的时候 会选一些 比较奇怪的地图 我们也什么高尔基公园啊 对对对对 都选出来 是啊那这张地图也是最近 经常拿出来玩的 张途以前就加那个时候 对啊 bocus那个时候玩的 是的 那个年代的WCG的比赛录像 我当时就老看那个录像包 我还记得好像版本都是1.10什么的 就 我那会儿还是用3.5英寸软盘 来烤这个录像在电脑里边看 因为电脑不能上网 想说看了好多呀 这个地图特别有感情 这个时候录像看起来还是挺有 对而且在 经常会去网站上下载一些录像 对对对对 在看这个录像之前 我还先看的是 杂志上面的那种图文战报 图文战报啊 我记得这张地图上面当时 电脑商情报啊这种 对类似的这种的 我看的是那个Jeff 当年做的一个杂志 这边这边两边都是选择的VS 都要出海盗了 是啊 毕竟是同族嘛 这张地图啊 人组有一个小技巧 它的兵营造在高地边上 然后可以落下去 落下去之后呢造一个机枪兵 然后出去探路其实是 兵营再继续的去侦查 这样它的机枪兵 可以到别的点位的这个高地 外面走一圈 然后这个高地呢 你是可以看见上面 有没有建筑的 如果看到建筑的话 可以确定对手的一个点位 对你可以看到建筑 或者什么军场啊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呃 这场比赛应该是都选足了 所以他们不需要侦查的太急 只要大概确定一下 对手两个种族的位置就可以了 而点位其实也就四个点位嘛 就无非就知道一下 你们P跟T都各在哪一个位置 那现在这个兵营飘过来的时候 双方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啊 就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交叉的位置吧 这边啊 打法上出现了变化了啊 一个这边是 两机场出海盗的 这边是单机场单 单VR还是准备空投的 嗯 这个机枪兵是落下来的 一个兵营造的 你看对手 居然连一个地面兵 都没有生产的情况下 我还看到了你双VS很爽 那造载机兵兵来造了一下经济 这样的话很麻烦啊 而且还有一种更麻烦的 这张地图兵营可以落在水晶的边上 然后枪兵卡在里面 对 这个以前见到过一个这种战术 特别的可爱 不过我觉得六点钟是谁 一哥 一哥的这个智商 应该不会被这种战术击败的 对啊 他可以把兵营往这边开始飘了 然后一会机场兵人走进去 鬼使神采把兵一落 不过这个战术已经跟上了的话 估计很难出现那种 所以他把两星兵分开 然后一个带着战术 他还是想利用操作 把这个战术给干掉 但是人家在造一个战术 人家很快就出来了 而且他也很聪明 操作很细腻啊 哇 作为一个粗人操作居然这么细腻 你说的是一哥吗 肯定是Halo啊 Halo这边操作比较 Halo是个粗人 Halo肯定是个粗人 你看他这么粗 肯定就是个粗人 我见过去还真不知道Halo长啥眼的 虽然你可能之前见到过好多次了 但是不知道谁是 因为我光注意那个沙发地了 反正那个在哭的那个就是Halo 哦 沙发地长得真粗 又粗的壮 这两个枪兵 你看就这种位置 兵营就可以落下来 然后而且甚至可以在这里造成 想起来了 那个战术好像一边还要堵着房子什么的 那Halo他这么操作的话 他自己家里还在动吗 有点感觉挺困难的 我感觉他自己家里可能没动了吧 咦 真真把头头截支援了 这个太丢脸了吧 逼得这个兵飘起来 这个兵一旦飘起来的话 是你海盗船就有事干了 这枪兵阁在招联浪费 这个兵飘起来死得更快 其实还不如落在地上 走过以前出去海盗船 这枪兵阁了 还落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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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盗船 这张地图其实我觉得 它不是一张纯粹的导战地图 虽然说大家不是能够地面走过去 但这种地图我通常想生的为半导战 这种地图如果打2月的话 TP打TP的话 就是以抢占资源为止 是啊 那你出来的团队去打人家什么东西 打人不知 你不可能24小时跟着人家那边两个机 第二选手的机上边刚死光 这波风球就到了 也投了一个很恶心的位置 这边亚巴战龙起也到了 那这样的话一哥好像喂一点 是啊 这个荣熙居然投过来 它那海盗船简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既没有防住人做空头 也没有防住神做空头 对方去在家里面就跟去逛费市场一样 知道吗 这个神做的之前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七只农民伯伯了 而且这波空头的机身好像能解决的 也打了个 8-0-8-2 那下一波空头守住了 这边又有两边都有运出奇怪了 而且下一波空头很可能双运不低了 这边两船 这边两船 还好 这边死干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的 他的第二个运出机射箭过来的 这边还有海盗 对对对 有海盗船 先解决一下这手运出机 不过刚才感觉鞠的时候 应该把死干的运出机误伤的够像 而十二点钟 我们的亚巴在下一波空头没有跟上了 亚巴投死干去了 很聪明投了 这边应该是两龙骑一甲虫吗 不是 四个龙骑士 上来就打吗 还是等下一船 不等了 直接上 别上的话死干四个龙骑 我觉得虽然打了一个死干的真空气 但是死干这里 对 因为没有下一波了 死干其实防守起的压力并不大 我觉得你投四库兵 然后再一起上可能会效率好 这个时候有点紧张的 胜利在旺的时候往往会紧张的 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两个游戏 投完一波就没有下一波了 那这边从容的回救 好 这样的话这个制空拳争夺 海盗船的速度就慢慢体现出来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不投了吗 现在是防守 先防守一下 经济还是很有优势的 然后开矿啊 可以 你投不出去 投人家都好 就开矿嘛 投高地下面是开个矿再说 是吧 啊 啊 帕克矿 帕克矿 他以为别人开矿了 所以说要去侦查一下 他自己没空 对 他让这个海盗船去侦查一下 然后有没有开矿 这海盗船呢现在也比较残了啊 嗯 不多了 嗯 这张地图的话呢 是娃哈哈2的版本 所以呢 在角落上是左上跟右下 各有一片矿 但是右上跟左下那两片矿 也就是就是在老版本的那个 被取消掉了 所以去追了一下 一个运输机没有意义啊 嗯 本来就这么穷了 他现在死掉海盗已经造不起了 一哥现在人口只有28 非常惨啊 没错了 这张地图因为主抗水晶有10个 所以你那个农民少一点 采矿就影响很多的 啊 死海盗那边也是投出来 这海盗船的红绿锡 已经看起来是结束了呀 这边黑龙已经很生气了啊 不投了直接陆地 陆地前进了 要去投死看了 这不投死看的话 死看感觉家里要毛啊 啊 死看刚好蹦出来了 然后被检查到的 不知道残影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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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地图了看到了 但是死看的移除机位置也暴露了 现在让队友海盗船先卖吧 但是一哥这么穷 你是忍心让他死海盗吗 现在黑龙 啊现在死看不敢投 他死看不敢投 不敢投 必须得随之防守 哇 这个我们的哑巴 也把东西投出来了 那在中间打一波 地面大会战的话 此外也是 运回家了 运回家了 看看现在会不会顺势投一波 一哥 一哥家里也危险 一哥家里其实很危险 不过哑巴没有运输机 全东西来这里保护一下吗 哦 在身打牛也不错 这两个是 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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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很快 但是问题是一哥已经 吃了他 这拿什么一哥 一哥又没有兵拿什么一条 死看不是有12个一人吗 死看有兵啊 他没有必要叫一哥跟他一块上 一哥要上的话 只能是农民上去一条 死看的意思是 有我口饭吃就饿不着你 这边六只农骑 这怎么办 现在你被人一条了 现在只能家里被人一条了 死看之后 双线通口 双线 双线 双了一只小班 死看说 一直把我饿死也要让你heat 我家里双了两个班 这两个班还是造的挺有意思的 其实感觉没什么用 只是一个威慑 他这两个班 让你的龙骑不能瞬间进我的矿虚 去打我的农民伯伯 但是这两个班 有这么大威慑力吗 龙骑 这波金钱哥 回来了 可以救一下 可以救一下 死看有实力 这排感觉有点一打二的意思 但是一打二是 基本上赢不了的 因为一哥现在十分钟之内 他都是一个废物了 对 一哥废的时间蛮长的 一哥上来被一个机箱兵 就打成废物了 对 他要废很久了 上来被五个机箱兵 就已经打死好多农民了 对 那个确实一哥感觉在操作上 被hero选手玩的有点惨 我们哑巴那边 怎么就没有出现这种惨剧呢 因为实看他并没有去那么做 一哥感觉农民补的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出兵 他也没有补什么 好这边已经铲出坦克哥了 坦克哥就很可怕了 实看被打了也是比较惨 到现在二矿都没有 对啊 实看 现在两边分别有二矿 实看只有机器人 实看把机地放下面 他是想去下面还那边矿 是还能扭弃的 啊 挖地里面矿 这边 距离跟运输机 运输机里面很可能带了不少机器人 只放下了一个 稍微转了一点点 一个海道船努力的在找机会 现在又是很肥嫩 结果不仅是大了 哎呦 福建这边强行的飞了三个运输机出去 但是哑巴这边也是有部队的呀 哑巴刚才那些龙机制都投到外面来了 所以是地面可以走过来来救这一波 那这个矿哪怕对打掉也没做关系 是啊 打掉都没关系 好想阻止一下雅伯 雅伯红头太多了 雅伯现在发展的已经挺强了 哦 雅伯这边还没有把东西拉下来呢 这样你只能打基地 这个基地你想打掉 哎 这两个东西是 为什么打自己的BF啊 对 他这没客气的 他打自己的BF吧 很生气 雅伯很生气 他给斯坦一个下马位 意思说我现在很很猛的 哎他他他他引刀下来 我引刀下来也砍BF 这BF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那这就很过分了 啊 这个BF他觉得卡住自己的路线了 他太狠了 他对自己这么狠 他对自己这么狠 你看吓得斯坦赶紧就跑了 这疯子是惹不起的 真是 什么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 愣的愣的怕 不要命的呀 这种连自己人都打的 确实是不要命 哎 这个防空体系 已经不想应该出门了呀 哇 这边想救一个兄弟 嗯 想救两个兄弟 嗯 救下来救下来救下来 啊 那个运输机刚才有一个残血 这一滴血的好像已经死掉了吧 雅巴这边很狂躁啊 已经开了三矿了 非常狂躁 而且他这个三矿 开的离死干太近了 这边的话 待会可以有投两个坦克就可以了 是啊 防守一下 对当年这张地图可以说是人独无敌 因为没有一片矿 是人独不能够隔阂打的 就隔着高地打的 没有那种一片矿人独的坦克架了之后不能够隔着 比如这种高地 高地打地地 或者隔着墙打 或者是高地下面打 高地上面打下面 高地下面打上面 高地下面打上面 有各种打法 全都是坦克可以来解决掉的 所以其他的种族在这张地图上面开放简直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每一片矿都感觉极为的义工难手 所以咱们守着守不住 而人独的话 它由于建筑可以飘上飘下 这种半导战地图对于人独的优势非常非常大 一哥提供了一些分裂网给斯坦 他们上次也这么配合的 但是斯坦这跟全机器人提供分裂网就没有什么用 能把这个塔克点了就行吗 这边已经呆了 确实要狗呆 看看一哥还能不能再憋点什么东西出来 他就这么几个海盗船放了三个分裂网就没有能量了 他就没用了 他现在已经没用了 他现在已经是个飞 他现在刚造V 他都开不出二矿 他是不是想三矿别好抹 这张地图当年确实有这么打的 没有 他这个VF建筑是用来生风裂网的 但是航母的话 他的经济不支撑 他现在都没有二矿 嗯 这个问题 在这里是个地堡 他掩护一下自己二矿那个地面路线 这个想法太多 浪费钱了 是啊 这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他只能防住一边 这个地堡 投资性价比回报率什么的都不怎么样 嗯 然后Scan的话 他那个二矿都现在一直没有受到打击 感觉开的还是蛮成功的 刚说完画一未落这边就投了一船兵 嗯 还好这波兵投在了矿区的话 农民可以来直接跟他对打一下 这个图还是比较淫荡的 你看他可以把兵投在中间走过来 在上面轰你的 对呀 这个才是这张地图最好的一个进攻方式 人都通常也是这么大 都没有必要去投到你里面去损失自己的运输机的 对呀 Scan Hero这波空投可能也是带着侦察性质的 他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就过来看看吧 意思意思 好 现在可以在下面修兵 马上雅巴就很强了 雅巴现在三矿神主有VCVT 马上就是提速搓搓兵加闪电哥加龙起来 嗯 这Scan 现在这是他们两个人唯一在外面开的一片新的分框 这可以说是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两个人都积极尽力的在防守 你看 你看 你说这种 资源了一个搓搓兵 就这种时候 投几个叉叉兵进来有什么意义 但是他们两个人一定要这么干 你显示自己的一个感情之深厚 没有 这样说明我还存在没有隐形 没有还存在 不是 人家下次来就我们说了 就在高地上面直接轰你了 你这帮下的头四个抽抽并有什么用 哎 这边来Scan 又来到头Scan 这一次是小的骚扰 Hill这段时间开始各种骚扰式的 Hill他打EV也是 他很喜欢这种小规模的骚扰 这种是一个叫做淫荡式的骚扰 对 淫荡式骚扰 你很烦但是又不能不去解决它 哦 Scan说you make a 矿 你说这怎么make a 矿 这只能make a 蛋了呀 去哪里make a 矿 这矿已经被别人make光了 只能去中间make了 而且中间也不错 中间这地图也是一片矿 然后呢还很富饶 这右下角 反正一根现在已经 make不出有气的矿了 有气的矿都毛了 右下这里 确实是 人家基地都已经造好了 对啊 大家要抢矿了 抢钱抢粮 抢矿 这边你看这种矿设计的简直太适合人路坦克界限进攻了 啊 啊 Scan跟一哥攒了半天 准备做一票大买卖了 这边毕竟是海盗船带着分裂网的 但是家里边先被人家做买卖了 买卖又来了 那四个车车兵居然有用了 赶紧上就靠你们了 这云荡式骚扰烦躁无比 啊 啊 好 那个运输机又被击落了 这一手选手这几波骚扰了 已经送了三个运输机了 然后 但是把Scan的节奏完全的给打破掉了 哎呀 这边机身暴露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那会迎接的是对手 更多的地面部队的迎头统击啊 赶紧坦克支援一下 Scan现在基本上是在进行一个EVR 啊 基本上是在 那已经进行了十分钟的试验了 我觉得 基本上从 从游戏三分钟开始就已经开始EVR了 给我坦克 啊 哇 啊 一哥你要求真多啊 你给Scan四个贼闹的他要给你坦克啊 你们这个交易的完全不对等啊 人家神族提供了什么样的火力支援 你这边就四个戳戳兵 还有一些分裂网 戳这么多海盗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人家神族的兵 兵抢马照提出叉叉加这个闪电哥 对吧 龙旗加白球 哪怕被你分裂住了对方的坦克 照样可以把你自己跟那坦克一起 是的 哇 这里你的分裂网在哪里一哥 一哥 你过来救一下Scan吧 Scan这外面的部队死得好惨啊 双方的兵力完全不成正比 哦 一哥在这里被Scan撒下了一片 没有用啊 一片遮阳伞 哎 毛又没根啊 你要把现在在中间又把矿开出来了 像一个四矿神族啊 太棒了 是的 哎 一哥你那四个戳戳兵要不要运上来 帮 手一下上边 嗯 互相帮助自己的好机友武当 也是 哎 果然来了 你看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新造的 新造的 对啊 这是一哥 一哥跟Scan的这个相濡以沫的感情 每次看的都让我们那么的感动啊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打他都每次都把比赛打成这么惨烈呢 这人闻着声声听着流泪啊 这边看见哑巴已经是144的人口 啊 实际上只有75 别人输了比赛都会被观众的人骂菜逼 这两个人输了比赛观众哭了稀里哗啦的 就感觉像看了一场韩剧 你看他但是在这样的历史的车轮轮轮向前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被无情的碾压呀 这片框不管怎么努力的防守也是守不住 而且同时两边一起被打 这个时候考验两个人感情的时候到了 同时双方的二皇都被打到底救谁的 比赛输的没关系 其一再就行 对到底救谁的 现在现在就是大难临头了 夫妻本是童云鸟啊 大难大难临头 谁也不救去以公为首 这个倒是也不错 这样这个温安好比是你妈妈跟媳妇一起掉到水里边之后 你谁也不救 这样也显得是一碗水端平啊 不管结果有多么的悲惨 起码在你的态度上还是很关正的 不错不错 他们的处理的方式非常的成熟 这两个人不是那种年轻人之间稚嫩的感情了 这已经是一种成家人的感情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地图啊 已经变成零框打一二三四五 零框打六框了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农民刚遇过来就被人家狂揍不止 你投框块没用啊 打不过呀 对你投出来的兵 怎么打得过人家神谷 在中间现造的兵 是啊 不过斯坦他们现在再怎么思考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考虑下一场比赛的地图了 如果这场比赛他们打出了鸡鸡 那即将可能打三四名了 这场比赛已经无力回天了 对可以说他们最多只能拿到两万的奖金了 然后我们最多能拿到三十万奖金的三爷中间是差了十五倍的身价呀 这要有实力的呀 关键是要实力 对对对对实力 三爷能够在这里解说RVR 其实就是对这些选手们的一个点拨 他们没有在现场听三爷的一个指导的话 一个教诲的话 他们还是很难进步的 对所以回去要好好把VOD重新看一看 是的 顾一下盘 这样会自己会有些提高 每天早晨起来循环播放一下 右下这边框好像站着王坑没拉屎的样子 也没踩过 对对对 你把机器飞过去踩都没踩过 一种炫富的感觉 这边航母哥 这是一哥的航母 对一哥憋了半天 终于憋住航母了 他选择先救死干 他自己家已经救下来了 他自己家已经没空才踩了 他那个二框用一些贼道的好像得稍微救了一下 反正他也没钱了嘛 他也没钱了 他现在小飞机都造不起了80块钱 所以在家里面留了一片一百多块钱的水晶 因为他之前都没死太多了 那可能是留给四看的 可能是留给四看的 他把机器飞过去把那一百多块钱的水晶给踩了 两个人还留了那种老婆本棺材本定型信物养老金的 长了点私房钱在自己的家里 可以可以可以 他一哥现在都没钱了 他第一个自己没钱都不踩那一百多块钱的矿 都是留给 他踩了 他自然把死干的钱给踩了 不行了打中了机器 这样的话也是恭喜我们的哑巴跟黑肉的组合 杀入了总决赛 明天将会跟我们的三爷进行一场对决 右边这个就是黑肉是吧 右边的是黑肉 长得很年轻 看起来对手不大 不大不大 年轻也是年轻 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 后身可畏 哎呀 一哥也是一路坎坷的走了过来 这件事之前被复活过了 复活过的选手 确实一路坎坷 从线上选拔赛的时候 小统赛被淘汰 对 然后复活赛复活 对 然后线下赛两副几乎已经到了这个 全下边上了 没有出现希望的情况 对啊 然后这个 说死一搏也给他搏上来 他们那个组里面有没有遇到东海小帅那个队 没有遇到 那他们还没有吃到东海小帅弃拳的那个便宜 没有遇到 是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 三爷是靠实力遇上的 对实力遇上 并且实力的一部分 对对对 那怪不得他真是挺不容易的 就一路走来 一路坎坷 全身带着血 然后带着伤 然后终于要走到三爷面前 跟他打一个BO7的比赛了 三爷你会仁义一把吗 可以 可以打这个 有一赛的呀 三爷在比赛决赛的时候 上次仁义了一把 结果就不小心仁义到底 让疯子跟死干捡了个漏 这次遇到又是死干 哇 那个不是我仁义 那个是他们韩国同胞互相仁义 跟我没有关系的 哦 是这样 被握紧了 对对对 导致你带着家的个儿 很憧憬很憧憬 C8憧憬 哦 确实 感觉就是跟那个韩国人组队的时候 感觉就是这个比赛特别不在掌控当中啊 比如昨天彪哥跟马本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 是的 是的 我现在过程方面会成为一种问题 然后理解方面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然后你还时刻担心他下注自己输了 对对对 也会有问题 这个开口响我们的学生们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我们马本现在学队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正人君子 是是是 有时候他当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我会说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感觉马上脸就拉下来了 对 他会感觉他会受到很大的侮辱 对吧 他说他是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确实 在犯下这种错误之后 他说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去对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节很常见嘛 我们很多这种就是年少得志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都犯下过一些错误 是的 熟人无过 对又不是圣人 只要以后能够改过自新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别人一些机会的 三爷就没犯过错误 犯过很多错误 哦 都是感情上的错误 对 还留下了很多祸害 哎呀真是 虽然 虽然不能够认你们这些儿子了 但是我会给你们辅助金的 对没关系 所以以后去各地旅游的时候可以见个面的 可以见面的 见面没问题 见面没问题 但是还是遗产归于长死 那肯定啊 本来就没什么遗产 哪里够分啊 都自己 对啊一人分一根我就毛泪啊 一人分一根 对啊一人分一根我就毛泪啊 每个人都给他们实现一个小目标 没有那个死率不是彪哥 确实 刚才也是说 那个之前一直知道彪哥是确实很豪 但是没想到彪哥居然豪到了这种程度 嗯 昨天那个 看到了一堆豪 那个感觉眼睛都闪瞎了 是是是 而且关键是他们打星期也有打得特别好 很难想象就是 平时赚钱 难道不是很忙吗 不然怎么还能有这么长时间练星期 打得好就算了 关键还都很专注 对对对 我们还很专注 其实现在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就去找个两盘 对对对 昨天晚上都这么晚了 昨天晚上我们喝酒吃饭唱歌 然后过了很久之后 已经很晚了 大家一起回来 在这个现场已经关了空调了 特别炎热 对还是没有热情是吧 对对对 特别有热情的做了 那么十几个大佬一起在这边打群 非常的壮观的一个场面 好的那一会呢 我们会对大家进行一个采访的活动 采访之后 现在会为大家带来下面的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我看看星期二的三次名 星期二的三次名以赛了 那我们一会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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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2018杭州星际嘉年华的采访后台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星际一项目的1v1选手Shiny 现在让我们让Shiny跟我们一起打个招呼 일단一单先 через inc powerful 我不会怎么 trip 一项 emails 今年是有点害羞吗 我是SHiny 你好ρεί 那想问一下 推动采访氏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吗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中国 那第一次来中国的话,感受怎么样? 他没有想到中国的粉丝会有这么大的热情,他希望大家以后也继续关注星际。 嗯,好的,那因为Shiny的话其实在我们中国这边水友看来好像还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呢我们想一起了解一下Shiny他玩星际有多久了,还蛮好奇的。 他说他玩星际已经有14年了,非常久了,非常久。 嗯,那你觉得就是星际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제 매력은 뭐예요? 哦, 일단 보는 사람이, 한 장면만 보는 게 아니고, 여러 전략을 볼 수 있기 때문에, 눈이 호강합니다。 哈哈哈,就是说那个,观众在看的时候,就是看一个场面就可以, 여러场面? 嗯, 여러场面, 여러场. 哦,就可以看到各种的那个战术,就是从看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好的,那可能现场的水友和线上的水友不知道啊,Shiny他是在韩国天梯的一个路人王,而且上分跟刷分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想替我们所有的星际玩家来问一下我们的Shiny就是,呃,刷分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怎样能够让我们的水友们的星际水平快速上升。 嗯, 딱히 비교는 없고요, 아까 말씀드렸다시피,14년 하면 알아서 듭니다。 嗯,那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 嗯,刚刚他也说了,你们如果都坚持14年的话,应该都没问题的。 坚持14年就可以这个成为,成为上分王。 好吧,那,呃,接下去的话,今天晚上还会有IPXLUG跟JETGO的EVE,呃,就是在星际一项目这一块的对决。 那,他觉得就是说,这两位选手的话,哪一位的出现几率更高,最终可以跟他一起决足星际一EVE的总冠军? 哦, 그래도 경험上,IPXLUG跟JETGO的EVE的总冠军? 他觉得,嗯,他觉得从概率上来说,那个麻本的那个,呃,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好的,那,呃,你有信心就是在总决,哦,好像没有到内部啊,这样问不太好。 OK,OK,OK。 嗯,那最后的话呢,我想问一下Shiny,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现场, 包括线上的星际,中国的星际观众们说的。 哦,我म过去中几个星际,中几个星际观众们说的。 是不是有什么想要和你喜欢的吗? 是吗? 秸为了吗? 哦... 中国来到天上,现在就是星际和星际舞众大量地。 现在中国来到以后就是发现,有很多的星际粉丝,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她 她希望就是以后能继续参加中国的比赛 希望大家继续能邀请她这样子 好的 那非常感谢Shinny接受我们的采访了 那我们下一局的对战的话呢 是来自于星际二项目的ROGE以及INNOVATION 那请大家不要走开 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转到我们的主会场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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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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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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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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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是一个大欧娜 现在开始已经感觉要进入一个大后期了 现在就真的不好说了 这个阿比特船 这里就是让我们找突破狗 一定要把这边思路很明确 但是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雷车也很多啊 这里全都是贼浪的部队 看看雷车应该还是能解决的 再掉一队雷车过来 还是比较轻松的解决了 那确实换了不少的坦克 贴着边 贴着边 但是边是刚好三个地雷 再往里边点 OK 追击了 哎呀 定两颗地雷 我下不走 下不喜欢地雷啊 这边怎么又穿过来全地雷啊 骑鼓难下了 就像一个上头的赌徒一样 站回 刚切过来就跑没有了 那边龙骑士兵的挺多 龙骑士兵的挺多 他挤这个龙骑士 把龙骑士给挤掉 哈哈哈哈 龙骑士兵的挺多 人都像的 雷雷你们不把萌萌一扯走啊 哇 这一波漂亮的 不可能的机会当中要创造奇迹吗 连续的几万台中 雷雷并没有接过来 这一期组合拳 他们机会不说 你看 这农民一对一对的死啊 我反正雷雷现在没多少浓民 你看一下 现在外面矿还有很多啊 不是对这 很多吗 可能全部要不接 哎呀 这波传送堵住啊 我的天哪 这真是太精彩了 不会有这样变态的传送 雷雷这波大哥 真是不应该出来啊 不应该出来啊 你看一下这波突然 嗯 漂亮的 哇四个 阿美特起飞 然后上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怎么被动 第一把被动动了 一个坦克 第二把被动动了 四个两个阿美特 你真是太秀了 我哥 这一匹密传送吗 但我现在没有 好像没有传送 没坦克了 就是四个坦克才出出了 今天能不能 哪里拉多米修啊 修啊 使劲修啊 这完了 在德基尔冲上了 出过了一个海峡 现在 我们都要陷落了 他们都又故意避开 哈哈哈 故意避开 哈哈哈 这一定是有理由的 哈哈哈 我好多地宝 我不怕 哦 我还要买地 啥了吧 过来之后 你能打仗我农农的 杀掉一个龙没算赢 啊 台本哥 居然还有猪飞龙 台本哥 你又气泡要猪飞龙 啊 这个飞龙是吸引自杀的火灵 吸引海盗的火灵 哦 去放 确实不错 但是这边也没有 把基尔冲撞到一个篮子里面 居然只带了一个金甲仇 哇 看得到这两个地宝造的真是妙啊 你看 拖了多少的时间 嗯 他的冰是在地上动 但是每次都闭起来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嗯 又是先知 nice 哎呦 炸魂伞也很快 因为网速比较卡 所以炸魂神 只有三个红人还没有提速 那 想必也是没有射程的 富金甲 嗯 富金甲 把三个球给一下 太羞人了 哦 这边还有一个埋着地上的小狗 色色发抖 根本不安起来 真是小狗太搞笑了 在旁边眼睛 都在看着自己的红包 所以人家误了 他在下面 不敢猝身 嗯 他根本就是不用用狗来换鸡甲虫了 谁会用狗打鸡甲虫啊 是不是 蔡本座 蔡本座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哎 他打掉了 他基本上还打死了 哇 蔡本座这一波要干掉大买卖 看一下 可以的 飘了 飘了 这两个地板就放下来 不敢猜一把子啊 蔡本座喜欢在下面 然后让对方在上面自己动 你看你看你看 够激烈的打法 所以这个绑起来非常的可憐 哎 这边蔡本座很有航空拳手的 一个精髓漂亮 这个农民至少干扰了 下活的主要的两秒钟的时间 两秒钟可是要保命的两秒钟 你看 这两秒钟地板就放下来了 哎呀 没放下来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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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地板必须全都放下来 他能守住这一波 少放一个都守不住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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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看再多 完了完了完了 再多一秒钟就走下来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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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大魂你不跟蔡本座打运营啊 但是运气有点不好啊 新点哈 确实 新点 不低保不低保还是那不低保 差不多你有三百多块钱的 不低保啊 你能补着起来 但是不是你是有能力不低保的 这个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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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本座 哎呀 我们不跟蔡本座打运营 我看你 对 这个变得完 我看你 有可能 这里 我看你 那你能够了 这个你骗自己啊 对 你们的狗都在暴了 没到人家家呀 这 这你敢信吗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看你能够过吗 啊 你们觉得细节不错 找个气况 拿自己龙翼翠 这一条效果打不爆地宝 这个基地没了 龙翼太多了 接近两队龙翼 这个地形进攻的一方 是有地形的优势的 但是这个操作 没有 两边都没有操作 两个会合得起来 这个身形原来太牛逼了 他怎么做的 好的 观众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是星期之八二的 三四名的比赛 相信下面的很多观众 都等待着 吕布Innovation的登场 今天也是他要在 三四名的比赛当中 是要对阵的是Rogue 那今天也是 这场是星期之八二 今天最后的一场转播了 那明天还有一场决赛 决赛是逆步要对阵的是小Hero 好 这边比赛很快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出生在地步上方的 十点钟方向就是 红色的人组选手 吕布Innovation 出生在地步下方 五点钟方向就是 蓝色的虫组选手 来自于韩国的Rogue 这场比赛输了的人很惨 主要你跟我们讲一讲 以前那种 就那种心情吧 其实也没什么心情 我觉得 竞技比赛嘛 其实前三 我觉得 不应该前三有钱 就只有冠军才能拿到 所有的奖金 其他的 其他都没拿到什么第二第三名 跟最后一名也没什么区别 是这样吗 是的呀 那第三名还有点安慰奖 那只能说明 这个赛子还是太温柔了 我主要是想 你想嘛 你在这方面 肯定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你 你如果做的 能够进四枪打到 并且拿到第四的成绩的话 其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你的实力还是 可以得到大家认可 这是首先第一 第二的话 你打在 就在这种比赛中 打了那么多的比赛的话 其实从 不管从练习 包括心态来说的话 都会 会成长得比较快 我觉得 获得第四名 也不是说 你好像 一点收获都没有 对 你可能物质上 的确也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从精神上来说 你获得了无限的这个 这个优势 对吧 你不管 你想获得第四名了之后 你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 你能承受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第四名 就跟谈恋爱 失恋一样的 你不失恋 哪来恋爱 对不对 果然经验比较丰富 这是我们听到了 一个拿了一年 电军的人说出来的话 果然心智比较成熟 李博这边死神开二旷 这场比赛 其实他们两个肯定要水平 因为这场比赛 虽然奖金 第三名奖金只有2万人 但是 如果说这三天 都耗在这 一分钱没拿 一分钱没拿的话 那肯定不能接受 你不是精神上可以安慰自己的吗 那我作为一名中国选手 可能是这么想的 但韩国选手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本来就是 这些过来的选手 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美男 对不对 就已经不需要这种 电军的成长了 对 他们不需要电军成长 电军成长 只 只适合于像什么 泰姆啊 这些这些选手 他们需要更多的打击 想偷啊 没偷到 吕不反应还挺可以的 跑火车 还是比较惯用的一个战术吧 跑火车 然后挂女妖 呃 这个开局 讲实话 吕不好像没什么太多变化 这两年 全部都这么开的 吕不的TVC其实打肉梗呢 我在我看来还是有牛肉式的 因为吕不的TVC 是他现在最强的一个对抗 对 他的TP最弱 TVT其次 那TVC的话 肯定是最好的 好 出个围巾 继续出火车 肉梗那边 蟑螂他也很早 关键看旅部这盘是接话 是生话不对 两导弹车接了一个 可能一会儿 带一个镀鸭的 其实我觉得接话打肉梗 好像 机会不是很大呀 你看肉梗的二本也很快 真接话啦 机械化的话 我还是认为啊 打肉梗机梗化其实也是可以 我肉梗 肉梗其实上次我看他和他和谁打 他和吕不艾特和马路打 反正他 那个人助选手是机械化 他好像没什么反抗 确定吗 这个有点 企业化 不过他出的是那个还好 他出的是导弹车的 还好 因为导弹车的话可以第一时间还是 而且还带一个度压的 度压 你 我觉得你 这从头点下来 度压肯定没有这个大的能量 最多放一个那个炮塔 也就这样 一个炮塔也是塔呀 关键看两个导弹车的输出了 我们就需要再等待一会 你填压的话 回去了 但是虫洞其实已经可以点下了 好 这个点的话 那两个导弹车应该能回来 点的稍微晚了一点 如果早一点的话就没问题 但没看到吗 没看到 不会吧 我们看一下 OB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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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导弹车 变起来 应该是 应该守得住 应该守得住 你根本出不来 哎 不要 不要 他导弹车没有第一时间过来 导弹车过来晚了 但是 哎 打掉了 没有全部出来吧 关键这个火车架直接堵在这里烧 还是很痛的 对 这个火车架 哎 机器 没成功啊 这个战术没成功 肉克就知道没什么机会的 直接 我还是有大概有八个火车架 堵在那里烧 好 太痛了 比步一比零 这场 怎么说呢 赢得 给人感觉就是 用个自己的战术设计 没成功啊 没成功啊 这场比赛一定还是比较轻松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 肉克想的是 铝布可能会选择一个 就是比较偷经济的那种 三开的那种偷 对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重动一波的一个打法 但是没有想到 铝布选择的是两框的接化 先出一个 度鸭 然后带导弹车 带火车架 其实我觉得 打接化现在就是你 如果重动一波的话 面对火车架这种污点的话 你重动一波是非常难打的 因为火车本来 本来就是要近身打 近身的输 然后我在脱波浪里 跑都没得跑 对 本身输出很好 其实就是战术大家在赌博 没有赌队 所以肉克 输掉了第一场比赛 有点可惜 但是并不代表说 吕布这场比赛 比赛就会打得很轻松 没错 只是说战术 大家在博弈上面来说 吕布占了点便宜 那第二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 可能肉克就会做一些改变的 因为他第一盘他已经是 他赌 吕布是一个喜欢偷经济 然后三开的一个选择 结果没赌到 那第二盘的话 他肯定就会觉得吕布 可 也许还会执行自己的这个接化打法 尤其吕布他用什么 两团兵种强压的打法 两团兵他不用 但是 神话部队他也经常打 这个 他是四传兵 然后坐边缘人清军台 然后最后 憋200推一波的选手 他这样的一个风格 好 第二场比赛来了 我们看一下出点位 这边蓝色的只能做选手 就是Innovation 是出生在了右下角的4点钟的位置 左上角红色的同选手 就是金二战队的Rogue 是出生在了10点钟的位置 看Rogue怎么选择 我觉得怎么选到不是说关键的 就看 其实就看Rogue他的 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就比如说他要在前期获得优势 或者说大家都逼到中期 铝布的打法不太会变的 都是反正就正常的开 基本上铝布的这些打法 就还是比较透明的 有个只要能防住前期的这个火车 或者是防止这个铝布啊 偷3GD这个打法就OK了 对 其实铝布打法挺固定的 就这几套 它是来回的变好像是 对 这盘还是单兵银开矿 这选择不会特别的多啊 单兵银开矿 死神 让农民去探路 去封你的山基地 这些细节都是 都做了 没什么问题 先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 慢狗开 然后确认到你裸霜之后 然后再去山矿堵你的这基地 对 看一眼 确认好了 去山基地 你带吗 直接就走了 我觉得其实可以去的 对 因为你不让他速三嘛 至少是一个 那铝布就这么有自信 回去了 正常情况下来说是 其实你这个农民回去这段时间 其实可以放下三矿 六个是没有偷啊 六条狗 一点都不偷 嗯 给的压力还很足 四条狗其实有时候会被甩两条狗 对 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有可能会被甩到 哎呦 六五条狗都差点被甩飞啊 这操作可以 升房子速度那么过吗 他还是要确认你的打法之后 再自己看看怎么打 没想到如果第二盘竟然选择了升房子速度 好 狗速差不多也要好了 三分零五秒了 三分二十秒左右就一定要走 最快速的话 其实三分二十秒左右就也 狗速也快好了 对 一般来说是三分半钟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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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过了 不要浪啊 火车来不急 好确认了三级地火车从这边绕一下 强行进去穿吧 穿不了啊 房子速进来真差一圈 旅部这边同样还是先住一个伪金清房子 但可能也是肉哥不想让他清房子 所以提个房子速度直接跑了 而且还能蹲着 哎就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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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机会啊 房子相当完美 又是同样的打法 两导弹车然后出度压 嗯 不对他出了一个运输机 他要直接压自己锅 压得有点早啊这样的话 他是 带运输机火车侠 然后两导弹车的一个压制 这波压制的话 怎么说呢 看压哪个点 好这边继续搞 但有房子速度其实你打也没那么好打 嗯 好了 运输机也来了 他先投一波吗 他清房子可能是为了投这波吧 他要双线投一船去那个主框边火车 然后那边直接是导弹车带火车侠正面推一波 看这一拳 没看到哦 这个有点危险了 六哥 六哥现在所有的队队都在正面 强硬点基地先耗一下 让你过来 哎呦这个狗 狗被烧惨哪这两波 家里面分的脸蛋了还可以 都守住了 家里面分的还可以说真的 但是正面你会不会守住啊 正面未必守住啊 这个其实我已经可以起来在清点房子什么的 火车加血加血可以可以可以 再加再加 手都已经 蛮不错了 真的手都蛮不错了 分兵分的好啊 战水上来说大家差不多半斤八两 没打到什么东西 家里面转了女妖 三GD也起来了 从整个大局的运营上来说 双方还是一个军事 两样人打的就 这一盘打的感觉就 比较平稳 很接近 比较平稳 都没有占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就看后续的这个女妖能打到多少东西 女妖的话我觉得只是为了 就只是为了 也别让你反打嘛 对防止你占了一波 是这样的 如果刚才那波是把这几个女皇打伤了 女妖可能就要去上去补刀了 对 家里面一工快好了 吕布这边 继续的去火车侠 去VF 第二个 VA下去 双升工坊 家里面三GD开起来 而肉隔这边是选择的是蟑螂速度和蟑螂一工一房 家里面不停的铲蟑螂 三本啊 这个三本好快啊 在几分钟啊 它是用蟑螂来顶住你正面 然后待会直接转刺蛇 然后带飞蛇 你这样的一个双喷的组合 带飞蛇组合来对抗你的计划 来这边 稍微搞一下 拖时间 打是肯定打不进去的 你怎么打你三个 他现在要的是三点便宜 软了呀 这个还能点一个 其实可以点一个火车霞的 算了 不要贪这种东西 两个两发也在身 吕布好像蛮擅长打那个 就打你那个飞蛇吕布吧 他顶那个 用围巾顶你这个飞蛇的位置顶得非常的好 家里面5VF 下去补一点自己的这个 经济啊 三门好了 三门快好 三门太快了这个速度 围巾但吕布这边也在续围巾 先军坦先清一清 也不急啊也不着急 三条飞蛇 从整个局势来说 我觉得 肉哥现在预优 对 他领先一点他的科技 他的科技领先 但还是这样的 就看吕布这个正面对拳呢 能不能做出一拳套人 他要算一个蟑螂吗 算了呀 吕布非常喜欢打这种在这个太平点上的一拳 但他可能想不到肉哥的这个飞蛇比他想的要快很 他没有雷神 雷神前面飞蛇也很快 他还是可能就靠围巾卡位置了这部 位置一卡然后坦克架住 其实从爆冰上来说 铝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双方的人口盘身也差不多 他没用飞雷神 他直接选择的是 就是两个导弹车 哦不是 两个这个火车架 然后随便牵着牵着就好了 导弹车进去 没用 死了 正面这拳应该差不多推了 就看他卡位置怎么卡 这波打不赢 你打不赢肉哥的科技就全开 我觉得这波还真打不赢 万一卡住位置了 卡住位置 你卡不住位置 那么军台那么好 你怎么卡住位置 你到哪里都会被那个的 拉过来 秒导弹车 导弹车是无所谓的 对 导弹车在现在的对抗里面 作用不是那么大 一步双线跑火车 先拖一下时间 让自己的部队成型 六哥这一波 其实刚才那一波 他打算是A的 但是 刚好碰到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还是可以 比不得整个坦克架得非常好 众生非常完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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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也升级了买滴速度 在里面各种擦管子 这派迷步怎么打 就正面一拳能怎么打 这拳打个真虚啊 他还是希望肉隔先过来 被冲一拨 然后冲上了之后他才再推出去 不然的话你正常冲的话是很难推得出去的 火车溜的还行吧 但肉隔这边当然也没闲着 火车溜的 但有很多管子啊 他刚才差了 管子呢 应该偷人口 所以你杀不了几个农民的 杀农民其实我觉得无所谓的 杀不了多少农民 这几波穿得还可以 这边补了两个雷神 然后又补了两个威死 什么意思啊 要猥琐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 其实你现在这个局面嘛 你的军产铺得那么好 为什么要你不没法推 现在主要看他亲哪边的军坛 亲完了就直接就往前走 好继续的两边绕各种绕啊 买地进去 有没有防守 直接进去 算了算了算了 那么多 他这边据他 可是有没有灰子 打完了 绕製 有一些 没什么机会啊 这双方都打得都很谨慎 都没什么机会 再被绕了也绕不到东西 这边要推了 差不多这波憋的已经够久了 他现在好像也没有推的打算 就等着吗 他可能要等度压 大家都猥琐起来 肉侧这边也没什么办法 双方动不凉 火车继续的清一下军弹 左边也没什么太多机会 就看这边对外炸弹起来之后 然后吕布做什么样的一个打法 家里面雷神编了四个 这个主要是这波雷神 其实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 就把飞蛇秒掉 对 这波雷神还是很有用的 慢慢的清军弹 也就是能清一下 还是要靠度压 没有度压这个局面 这是打不开局面的 冲了 没有冲 不敢冲 这种局大家现在互相憋着 终于绕了三次 第三次终于找到机会了 好 先把这个买地 走走走走 没机会 还是没机会 先防空打就走 好 看他找什么机会进攻了 差不多了 这我觉得已经变得了 还要继续猥琐 这个这样的话 就双方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就等于是要一半一半了 就开始各种猥琐了 而且对于吕布来说 只要度压能憋起来 他待会儿正面会很强 所以他也没必要冲 这场要打成一场熬战 熬战了 这场绝对熬战 想好猥琐的话 你真的是没什么太多办法了 先换一波 先把那个 大家互相换经济嘛 换点兵力 就把什么蟑螂什么都换出来 蟑螂这种人口 我反正也没什么意义 好了 防空推进 思路也很清楚啊 先把防空推到脸上来再说 要这样的话 你度压就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作用 没有推进的空间 慢慢推了 这个局势 感觉就是一个半小时后的比赛了 我们两个已经变成死鱼了现在 来了肉哥不愿意打半小时的比赛 它是应该先进攻 它没错的 哎哟 哎哟 还有比加强 它有铝黄在下面的 可以慢慢的跟你一起炮 你冰也冲不上来 有那么多感染 继续再大一轮 就看围巾 旅步已经散开 要上了 你再往前面打一步 就要上了 找机会了啊 又有个甩的很漂亮 跟我再甩 这雷声死得好快 雷声站不住 现在是 哎 这个像没有魔兽的坦克换夹 这 现在最大问题是不敢卡在这个位置 你围巾也不敢乱 对 反正有什么秒什么 搞得现在铝布很难受啊 它要聚拨那个能量 然后 哎哟 它聚拨能量 然后把这个杜鸭一致性 全部 把炸弹投到这个大龙身上 把大龙解决掉 说实话肉 主要是打接话也很猛 对 终于是破了一面 四框是遭到了一个破坏 看怎么办 没办法 杜鸭炸起来 杜鸭炸弹 哎呀 拉得还可以啊 还可以还是 杜鸭炸弹 你四框掉了呀 主要是大龙带入位置的 这个位置也不好冲 人住也不好冲 在里面空有那么多度压 但是并没什么卵用 这个框如果再掉的话 直接防空爬脸 那么狠 那么狠 好来了 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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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布就想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直接先往前推 大龙 肉哥好像准备 有没有炸 先炸一波 加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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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炸的多炸点啊你 这雷神不能死啊 雷神死了 你地面戴不住了 我怎么感觉吕布有点危险 要被捅穿了 这波有点多 好 这边再继续的控制 吕布的经济 这个无所谓 咱打不掉 大龙又是那么多 解决不了了 你多压炸弹总归还是有 对 你还是要靠围巾和雷神来解决 这个矿如果掉了 就真的就走远了 好 来了 来 不能炸 先炸两泡 炸没炸死啊 你随便炸两泡就能炸死 那这游戏现在完成了 死了 李博 被顶面上来 捕换顶上 天空全部顶过 没了 输了 憋了一辈子 然后被人一拨就推死了 他继续换 他继续换毒压 他不管了 但他这个战损上来说的话 很亏啊 战损真的是很亏 干嘛 吕布这都想 最后手下来 他现在转着火车下带雷神 火车下带雷神 其实打大龙还是挺厉害的 往前推 不 这一波部队其实伤亡很大 诶 打一下 但是还稍微打掉 很幼诶 你不这个 就有点难了 他经济已经很伤了 但是人口还是200 人口还是200 主要是没什么经济 但其实这个经济也并不是很好 矿开了很多 但是没存款啊 这几拨战损其实挺亏的 这不都是火车下带雷神啊 对啊 打大龙啊 但你不是有那个天空有围巾的吗 围巾和 没围巾的 他只有独家了 炸完之后雷神去捕刀 然后火车下轻旁边的小橙子 这可能是吕布欣的一个理解吧 不然的话不可能这样出的 好了 再慢慢打 这个局面 几个雷神啊 大概有个七八个 七八个雷神 至少七八个 这样的局势就是 就憋起来就感觉 整个比赛还是相对有点沉闷的 对 好 肉贺继续的跑 跑这个腐化啊 腐化直接找机会去把自己给打 哦 双线继续控制经济 那火车来了 好 双线 这个快就不会漂亮 这个情况太快了 秒了 瞬间就没了 你不这样被搞也不是个事啊 反搞 他只能说要通过一个正面压制推进 你反搞其实 有刺水也少刺水的 你搞到些什么 就是一些农民 你又不可能把自己矿打开 继续烧 还烧了不少农民的应该是 农民 家里面就是火车然后需度压 这个局面 双农民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波矿楼砸了 这波矿楼砸完之后 爆炸了就去 那还是怎么推的问题 我觉得打到这个局面真的太成本了 双方没有找到一个下嘴的一个地方 好 雷神继续的游走 去坦克 去火车侠 然后继续的爆毒鸭 最后可能想的就是毒鸭一击致命 毒鸭一击致命 也不是不可以 怎么说呢 好 来了 炸一下 这个无所谓的你炸好了 它这个推其实挺厉害的 横的雷神其实 雷神输出也很高的啊 输出是高 但是打地面其实不是很冷 但你没地面啊 你靠天空的 一会儿炸起来真的不得了 就一拳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肉鸭其实 它的整个的一个 它整个的一个这个 就资源也就是非常多 对 它激光是一千 这局面如果 这场情况下重逐 应该至少有三千的骑 好 大家继续交换 这部交换 你不会有点伤啊 主要不是星效赛 其实 照我说其实不是 晕晓赛也好 因为你多点 这个雷达直接 用矿罗砸 砸到最后 其实对于 这个矿来说的话 你砸两三波矿罗 其实矿就差不多干了 A了吧 滤波 好 一把雷达确认对方的主力部队 确认的也不会A呀 来点激情吧 好 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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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了推了 终于推了 终于推了 赌鸭分到旁边 准备了啊 赌鸭 赌鸭准备 走 你分 我让你分 你分啊 继续炸啊 继续炸那么多赌鸭 炸起来 你分 我让你分 炸不死你 继续炸 继续炸 还有那么多能量 还有赌鸭 哦 这已经被炸成白痴了已经 火炸牙赶紧顶上来 把这把小虫子清掉 再清再清 无所谓 不不 还是要清快一点比较好 这波杜鸭站在 金枪塔 直接打了肉鸭 一百人口肉鸭 所有的气都花光了 肉鸭挂了 肉鸭挂了 全场优势 杜鸭阴吧 杜鸭真的有点 真是全场优势 憋了全场 然后中了一个杜鸭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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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没气了啊 就剩下钱 你搭 你出小狗搭火车匣呢 这个没法玩 不过呢肉鸭自己也是有问题 他的这个大龙说太多了 大龙不应该说那么多 他就没想过会被这样一波推出来推死 真是 诈惨了 真的 好了 对于 这个现在吕布稍微回家修整一下 反正你气矿是没有的 居然开出性的矿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很多的气 对 肉鸭直接46条狗一摁 但是没用啊 你就 都钱 造狗 你跟火车打 这不找死吗 100条狗一摁都没用 对啊 这波变成火车压 100条狗过来都得死 好了 最后冲一火了 给自己打个鸡鸡的鸡 炸又被炸了 哎呦 炸完火车压在下面秒 真是太猛 鸡鸡2比0 别惨了这波 这个局 这个比赛真的是 吕布打得有点有点猥琐 过分的啊兄弟 太猥琐了 这个妖怪就怪暴雪 他们30名的比赛多5啊 多5啊 嗯 但吕布已经2比0下了 再拿下一局的话 那这个 他就能获得技术 肉哥已经被炸闷掉了好不好 嗯 其实我记得有段时间说 肉哥很克马鱼的时候呢 就是说肉哥经常 就马鱼这么打 他有办法能够 能够那个 跟马鱼进行 就引马鱼嘛 对啊 说明他是有自己他暂时 有啊 中西就打死了啊 对 那为什么这次不用中西打死呢 他没想到吕布那么猥琐 对 马鱼的猥琐还不一样 马鱼是选择那个就是ghost啊 什么的来猥琐 对对对 你不要是有个度鸭在你 不管是打天打地 都是减三防 嗯 然后剩下用火车甲和那个雷神来补刀 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冰种组合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天地上尝试一下 很简单 对 好像没什么太多要操作的 有一个度鸭 只要有一个度鸭 防一减 你就这么自信A就好了 你就等于 他减三防 就等于你所有部队提了三攻 对 这个太恐怖了 你要知道上来 你升个三攻要花多少钱 要花多少时间 嗯 然后人足就通过度鸭一个技能 瞬间让你获得这三攻 再加上你在自己还升那个一两攻 哼 那不就无敌了 所以说我觉得从 怎么说 从刚才那段反正打的还是有点沉闷的 对 毕竟憋了那么久 我跟小时候在台下都已经快睡着了 对 就中间有一段时间 的确是挺无聊的 嗯 所以第三盘我估计 不太会憋了 有两个选手都要有点累啊 好 这边我们来看第三场比赛 蓝色的人足选手就是 Innovation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 右上角红色的重选手就是来自 京二战队的RODE 是出身在了两点钟的位置 这场比赛对于肉哥来说 他不管是不是输不起的 反正绝对不能打到后期 对 你如果有为主的迹象 我就要三个 就是在 哎 野兵营啊 那么狠啊 这女哥 这肉哥完全 蒙在鼓里啊 没想到啊 糟了呀 裸霜 糟得重 还在捕农民 而且 房子能探到吗 好像探不到哦 他直接不 他直接分在脸上的 能探到 但探到已经晚了 万一拐弯了怎么办 不可能的 他这个路线过来就能探到 但是有点晚 一二三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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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他看到了呀 假装没看到 但还是有点晚呢 不是 他不能让吕布知道他看到了 哎 能不能脱下来他就知道了 好三开 马三开 哎 退了三开 哎 哎 这吕布 有点懵 有点虚啊 上去看一眼 咦有啊 难道他基地放我旁边 要 要当了一波 怎么办 在上面照 吕布也有自己的一切的痴路啊 往上照作用不是很大 你往上照就是 你慢慢的跟他 消耗了 对 打个消耗 然后不让他滚出门 应该来说的话 吕布这种 那么 就是他经验那么丰富的人主的话 他应该看到这个 血池时间应该能够判断对方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开局 他肯定知道是裸霜 但是 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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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损失挺大的 冲动了 那个没觉得农民 冰衣可以回去了 回到地堡里面去 你看 出来 这个出来就没问题 就看下面这个基地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下面那个基地 不过我觉得这个局势你不能亏了 两个管子 钻了呀走了呀 走了 家里面VF已经好了 在下VS 你不不知道对方开了那个 知道 装机地的吗 知道 好 意识非常的好 他还在选 他直接把这个基地打掉 但是对方 那狗就买好了 八条狗 基地让你打掉了 他还玩个蛋呢 他已经感觉到危险 他已经卡抹了 他已经在各种抹 卡位置 你来嘛 肯定 没打掉之前肯定要上了 上了 上了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他红雪的机箱也是卡在外面 想补这个刀补不了 大家如果强行补 我觉得就补了 VS来VS来补 不要慌 导弹 诶 这么腰子导弹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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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是很迷惯 经济其实也不好 也不咋有多经济 把这基地掉了真的 我估计肉侧也没想到 太难说 这基地掉太难说了 跑在军坛还能铺一铺 要不然真的没什么事做 这军坛铺一铺又有人怎么样呢 隐形女妖 吕布达那种花俏 他直接要火车带银鱼要打双线呢 这火车数量有点多啊 如果如果只有小狗的话 虽然小狗算很多 但是被万一被卡位置 好 趴一个位置 这波火车 如果在野外碰到狗的话 这个狗就很无奈 好 看到了 还是导弹车带这个隐形女妖 她现在 吕布现在怕的是 家里面被绕狗 对 女妖先上 先去卡一下 你三基地开不起来就行了 有隐形的 你三基地很难开 有隐形的 这个这波要遭重 其实家里面并没有防空啊 两个 没造好啊 你怎么说卡位置能占点便宜的 她有点不想 不想进去 她要的就是占便宜就好了 反正你三基地没开 哎 你忘 哎 退步 退步 现在这个其实要找机会把三基地开了 吕布这边不要离开 先把这个军坛可以清一行 不清军坛 继续卡位置 卡不到了呀 就这样了 卡七框不能卡的 你就只能卡七框 这里还占两三个便宜的 一个 我卡那个七框你也很难受的啊 飞龙塔 但你这个飞龙塔下去你怎么挡 待会火车下一波 现在我觉得两框飞龙完全打过了一个导弹车 对 导弹车比以前厉害多了 对空特别是前面几下 这一圈怎么挡啊 这一圈这一难命挡啊 四个导弹车 这一难命挡 四个导弹车 狗带羽黄带两根管子 哎 防不住啊 蟑螂出两个也是回事啊 蟑螂其实也没也没太大用 就说了他也不打你三框 他他就打你三框 继续的双web 他其实只要意识到你是飞龙的话 我第一时间出两个雷神 然后再跑一波火车飞一下你就死了 这飞龙 飞龙塔虽然好了 八个飞龙 但是这波他打不打 就算打不打 女妖是可以稍微拖延一下飞龙过来的 对 但我觉得飞龙打这波导弹车都打不过吧 不一定打得过 导弹车就打飞龙还挺厉害的 以前不行了 以前跟着手不动 不 最早那个导弹车还是锁的 最早那个对控 对的 这个锁起来太夸张了 好 继续占便宜 飞龙 飞龙出来第一时间 你去缺佳 对 应该是缺佳 不可能在正面跟你纠缠 正面纠缠属于压力太大 进去然后导弹车锁一轮 八款锁一轮的话 要锁是两个 我估计要锁是两个 好 进来 呀 农民呢 三款 三款本来就没什么 哎 他没看到吗 他没看到飞龙 那么大一个病犯在那边 没看到 好 导弹车来了 锁 这波已经会惨了 已经会惨了呀 这波 飞龙用的还不错 再去三挂 16个农民 这边再扫一波 哎呀 农民刚下来 不过有三个导弹车 这导弹车打飞龙 其实真的挺痛的 开始那几下痛 后面你就这样 好了 雷神再造了 其实主要是 导弹车如果伸到对空的话 其实就是很厉害 哎呦 哎呦 锁死一个 两个开视野的三个 还没锁了 又雷神 其实雷神作用 已经没那么大了 这波骚扰 还是骚扰的挺不错的 里布面对这样的一个骚扰 经济受到了非常大打击 哎呦 又是一条 那飞龙基本上没用了 锁光了已经 可以了 可以了 光靠蟑螂打这波打得过吗 没有度压 我觉得 还能打打 有度压就平A了 对 主要攻防现在是烈士 不 我觉得还是打得过 有这波蟑螂 除非火砸得特别好 嗯 旅布这个 今天整个比赛 就显得虽然很沉闷啊 但是打得很稳 对 她 她的这个打法就是奔着赢去的 而不是说要什么各种骚啊什么的 废话过来打了三天 一分钱都没有 谁受得了 旅布也是人好不好 直接都 直接说 宿主 十一个宿主 这波宿主如果出来的话 对于旅布压力就很大了 十五个宿主啊 这个宿主很多了呀 旅布推了 这波推没有火车匣的话 你会被输顶回来的 一定要有火车匣 先吃个蟑螂 火车在旁边绕 绕狗 哎呦 应该有新的火车出来 应该有新的火车 配合农民问题不算很大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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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在打了 哎呀被包了 没有火车匣吗 又砸又打 抓中了抓中了抓中了抓中 这波第一波手是太 三框是被穿没了吗 三框还要被穿 三框还要被穿 第一波手是太炸 哎呦 打回来了 但旅布为什么人口还是领行呢 他正面的正面的这个 在战斗人口差很远 对 虽然对方可能战斗人口里面是宿主为主 没有错了 我们看不到 旅布不是人口领行 旅布人口差很多好不好 哦 那边一百八一百六人口了 看不到 别说了 这这波被包夹 旅布就没什么机会了 肉哥这一波穿狗穿的有点好 穿的同时直接来那波宿主包夹 嗯 2比1了啊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打盘接 打盘声话不对吧旅布 我 盘盘接话有什么好看的吗 主要他不是接话 他的接话就不好看 对 也不是那种打得很凶的接话 这波小虫子过来 这边坦克阵全破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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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换不起了 旅进 2比1 肉哥搬回一分 也是真心不容易啊 这波半的 怎么说呢 这个 这场比赛的话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肉哥打的中规中短 旅布接话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没做好 对 打三盘接话 三盘接话 对 等于旅布的接话也不能说打得不好 他还是个风格就是那种憋憋流的风格 对 不是那种我们说的打得很凶的各种穿插各种搞的接话 他就是憋一拳就各种这种打法 那接下来比赛其实压力就还给旅布这边 虽然他有两个赛点在手 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 这样被搬一分 特别是在前期占着便宜的情况下 这样一波憋出来被别人玩爆 就很伤 我觉得旅布要看下来什么地图了 他的 我还希望他不要打这些话 因为这些话看的 要输着了 对 我们都有点太沉闷了 打生 他生化部队也很无聊 那也是 他生化部队就是两转兵四转兵 然后各种牵制 然后打这个军台 然后推一步 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比 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是肉哥打龙狗独暴 旅布打生化部队 肉哥不可能打龙狗独暴 你知道狗独暴嘛 你不要除蟑螂了 蟑螂也很无聊的 他 所有的战术现在都围绕 蟑螂在打 很无聊 蟑螂打激烈化真的很无聊 他首先是蟑螂来防守 然后 看到你去激烈化 我再出蟑螂 这个是按照旅布的这种打法而变的 好 来了 我们看出一点 这边蓝色的人主选手就是Innovation 是存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 好 左上角红色的蟑螂练手就是金二战队的Rogue 是出生在了时代中的位置 这张地图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打的生化部队 他的激烈化其实打的真真的 我们就觉得太沉闷了 虽然很强啊 他喜欢用那个 他其实 喜欢用这种度压憋的话 这张地图其实也可以憋起来的 对 至少类三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剩下的就是 你四基地开起来也比较好 五基地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 单名开框 死神 然后 在VFI 这个开局 反正女部的开局永远都是这样不变的 这次他居然选择了一盘 两兵营的这种 以两兵营我觉得还是有点意外的 他可能想快点拿下比赛吧 对 因为毕竟刚才是2比0领先 他想野两个兵 如果成顺利的话 直接就3比0呢 对 提速小狗 比波依旧还是VFI的开局 VFI 看你应该还是别死 绕一波狗吧 这部先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等你的死神 这个等得非常到位 哎呀 走 哎呀哎呀 卡住了 卡住了卡住了 漂亮 这个意识非常溜 好 吕波我不管 对 直接3块 他的 他的3块一般来说都是选择的是生化部队的 不要慌 刚才吕波只是使出了教主失传已久的便机数 那也太快了吧 对的呀 上来送个死神 刮一下 这个 吕波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哎呀 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又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 偷起来 偷偷偷偷 这个开着就没错 因为这个图比较 3块比较 就比较保险 对吧 你这个正面如果打不进来的话 你3块是没有任何问题 家里面还是两个继续双倍的火车 然后围机 对不急嘛 这个时候就是反正 你3基地都偷了就不急了 好像肉依应该是看到3基地了 他房子之前是往里切了一下 欧宾我们看看有没有看到3基地 你看到3基地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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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双身攻防 我也要把经济开了再说 他不会又机械化吧 这个怎么感觉那么像呀 不要呀 机械化 不要呀 不要机械化 不要呀 这VA下去大家都很难受呀 渡压火车 2VA 完了 你一个VA的时候我还对他抱有一丝丝的幻想 他三气四气下的就不可能生话不对的 对他抱有一丝丝的幻想 不要幻想 哎 拥有那么好操作的一个选手 竟然走上了机械化的道路 这暴雪都把人逼成什么样了 两VF继续下去 先轻嘛各种轻 怎么说呢 这个 双方这样打的话就又会 形成一个双方不憋的一个局面 对 又来了啊 这边憋蟑螂 那边憋 什么火车什么的 又来了啊 又来了啊 那边憋 好四话也点下 就吕布已经想把这个局势啊 我一手到底 转飞龙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吕布想要火车带杜亚去扫一波军坦 但是发现没什么没什么机会 嗯 六个的三本待会又很快 这一盘我觉得六个应该会出大楼 直接出大楼 他也让你来憋了 不跟你打后期 在中期能不能把一波 一波把你打死 反正是一个憋子吧 吕布这盘的五个VF很早啊 好 再过来侦察一眼 确认一下你是一个机械化 除了七条飞龙 带两个雷神 雷神接进去 走个流程 没机会 不要激动啊 走个流程 对这边可以 这边清个军坛 然后你走了我又补起来 大家只是走个流程 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 你该清的东西我让你清对不对 家里面转了一条飞龙 这什么鬼 转七条七条 七条其实打雷神也没什么用啊 其心吧 这个水里面的细节做的特别 哎呦 你看 哎呀 这这这这 哎不会吧 好 请 这这来来来 哎呦 他他雷神是这个没有生AOE啊 对空 他就他不是他是那个 他对空那个单体 对单体 他被炸了就真的上 好了 直接可以飞雷神回去救了 单体其实也很凶 单体没有AOE那么有威慎力啊 雷 会 飞龙剧团太厉害了 飞龙是轻甲的 所以说这种AOE的话 他更加怕一些 其实飞龙也没打到什么东西啊 什么都没打到 双方还是个军事 只不过 你上一盘要好一点 速度已经来了 速度 还是速度 蟑螂 配合速度 打正面 好 绿不继续的憋 他这样打下去 我觉得很容易被让人去三楼 嗯 不 他最容易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睡着 好 飞一下三基地 起飞就好了 三基地飞 拜拜 兄弟来个痛快吧 痛快不了啊 这局是怎么痛快 做法 对 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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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锅两盘 他怎么推 出去送个2比2 会被压回来的 对 然后最后一盘 大家憋度压 打到10点钟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再怎么样都不可能 这盘先憋一个半小时 不可能 这个局面已经憋不了 一个半小时了 你让reality来试试看 他已经推你了 有火车侠道 有这个火 还可以 这波操作还比较亮眼 再往前推 火蟑螂来砸一波就跑 因为你的部队比较多 所以说你很难躲 这个火 家里面没掉 卡个架开 没砸到 被夹到这个位置了 他火很多 坦克 哎呀 还行 拉得可以啊 这个 这怎么办 一会儿这个 左边右边速度来了 这不过坦克数量还是很多 继续往前走 要打了 要重了 火车侠在上面 火车侠在哪里 完了完了 还好火车侠底下有 又炸到了 但这个炸不炸的都无所谓 一点 你那么多的坦克在这边架着 这波小虫子现在要等很久啊 可能要被拆矿了 那没办法 你只能等 你砸好了 这个时候 强行推了 他因为这波小虫子出来 他只要有 那个火车侠就没那么怕你了 一定肯定要掉了 这里 我太多火车侠下来 小虫子一点用都没有 刚说有点沉闷 就打出来了 好 最后一拳了 这个波如果冲不下来 可能六个就输了 我们要恭喜 小虫子被勾了一波下去 好了 火 销量 打开了 他两个那个一起砸掉了 两个解放者一起砸掉了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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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瞬间人口领先很多 你还恭喜别人 都怪你 孙芸峰是不是怪你 闭嘴 你不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继续憋 你不是这些话 他不适合打这些话 他不适合打这些话 他不适合打这种一波的出去 别人都守得住 那么多 完了 都怪孙芸峰 几千恭喜了 这战友人口差了好远啊 好 蟑螂 你现在没办法 你这个军塔已经铺到门口了 我有小同志我就搞你三框 你怎么办 而且他就防几个过来搞你 过了呀 多也没用了 你上方根本就没有防守了 不要冲吗 这波可能不能冲 这波 然后铝布的冰已经憋进来了 好 再来一波 请你准备 好 最后还要憋一波出来 铝布这边直接下了三个VS 又开始他的绝技憋度压 别人不给你憋的机会了呀 就这个一波 哎呦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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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炸了就算了 坦克打起来还是有点猛 坦克打蟑螂真猛 正面继续推 小松子来了 走 火车霞没有 没有火车霞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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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错了啊 他现在就飞几个小松子搞你三框 你也很难处的 主要是打算出这个隐形的提速女妖来对抗 对抗那个宿主 对 隐形提速女妖抓宿主还是一抓一个准 对 但肉隔其实扩张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快 火车霞也没太多顶的机会 好 来 你上高台 你来 还好 还行 还行 旅布就推出去了 那么狠啊 好了 小松子来了 小松子来了 宝不死你 还敢推 火车霞 就高台不能上 高台不能上 高台不能上 肉哥 这样拼的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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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小松子啊 还行 好了 这波打完旅布 雪亏啊 这波打完旅布 没钱的吧 没气了 应该是 嗯 哎呦 还在搞这个地方 这稍微搞两个小松子 其实也很 不能上 哎 几个嘛没几个啊 这两个 两个 两个女鸟 两个女鸟不是女鸟呢 三个女鸟 那你抓才行 你这不抓 怎么女妖不是女妖呢 下面形象赛 你又打不进来 不会这个都秒掉了吧 修不住吗 修住了 上面女妖强行打 哎呦 穿飞了 吕布 正面这波吃的还行 只能回来 只能换家了 哎呀 这三 这个攻防被打掉太伤了 他攻防已经三攻三防了 他应该是女妖的攻 女妖的攻 这样其实我觉得 肉哥这波换得不赚呢 这波损失挺大的 他这波 速度能不能什么都搞掉 又转了一波飞龙 飞龙他是为了 为了打那个 为了打女妖 鱼又偷鸡力 漂亮 这不会偷鸡力 就算积极修也修不起来 家里埋了一些蟑螂 飞龙看到了 飞龙打围巾 其实围巾打飞龙也挺痛的 说实话 但雷神 没雷神怎么办 雷神好尴尬 那么多 哎呦 女妖直接换家 你没有对空东西 你这个换家换什么意思 他换宿主 他换宿主 不是这么说 你换宿主 那你坦克那个回去 直接多线 把宿主换了 这波强行换宿主 也有点酷 你这样换的话 你换完之后 我再催不过就好 好伤啊 李布降到了110人口 肉格是198人口 哎 不要打接话了 李布输了 李布输了 强行用接话打成了2比2 那你要不能他也是用这些话打赢了2比2 就是啊 比行女要其实 作用不大了 没用了 家里面直接被骑脸 那么多飞龙有什么用的 飞龙骑脸 怎么输 输不了 哎呀输不了了呀 这种人骑成这样了 你告诉我怎么输吗 现在就差一波蟑螂去把这个苏银链打掉了 小龙再滚一波 这两个框都要倒 地雷正炸已经作用不大了 无所谓了 直接飞龙骑在脸上打围巾 李布开始各种暴地雷是什么鬼 大师也不用这样炸吧 他也不来打的 他给甩的呀 吉吉2比2 十六哥为什么进去 他就挑他一丝头发 他一丝头发 吕布也很无奈啊 吕布使出你的身话不对啊 你的方天话题在哪里 没带来在韩国 不要搞这种 不要搞这么蠢的计划来 看着都难受 他的计划打得太 太厚重的感觉 就是太沉了 不够轻盈 不够飘逸 跟轻盈飘逸都没关系 我就觉得他的计划打得 节奏太慢了 火候不够 就节奏太慢了 就推得越慢 然后打了一个 也不太会打输入 也没骚扰 就你憋一波之后跟东方打正面 对啊 然后正面打不进之后 再然后回来憋杜亚 或者 不是 如果你这样都打得赢 如果就是你这种傻憋 然后出去一波都打得赢 那教主也不用退役了嘛 对吧 教主就只靠这一招 当年教主不就是靠这一招嘛 就在家里面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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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 然后出去一波就把别人推死了 但是打到后面你会突然发现 你能憋别人也能憋的呀 说白了就是你的对手 强你就自然你这个战术就没有用 你要打得多线开花 你要把对手的节奏打乱 如果一切都在对手的节奏当中 最后对手输了 那对手也会迷茫的 也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比赛 四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打成2比2 我们一盘生化部队都没看到 其实挺失望的 主要是开沉闷了 对 因为生化部队其实应该是会打得非常激烈 所以就看第最后一盘了 最后一盘这个 我真的希望肉哥出独暴吧 狗独暴 然后这边生化部队 他不会出独暴 他出蟑螂我再说一遍 他是为了防守你的火车霞 你顺势你 你要投两团兵嘛 你就出独暴了呀 那问题是人主要 你不要投两团兵 他不会两团兵开局的 好 来看一下出两团兵 这边蓝色的人主选手 就是Innovation 是存在了右下角的4点人主位置 吕布加油啊 好 这边红色的同团兵 就是来自京二战队的Rogue 地图是来到了 强酸工厂 看吕布怎么打吧 这盘这张图其实可以走生化部队的 虫族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只能跟着人族的这种节奏在走 对吧 你比如说你打街话 他不可能去出独暴的 对 对不对 只有说人族打生化部队那 虫族才会去出独暴的 你说的没错 这个不能怪肉 对啊 怪就怪吕布 而且越是到了这种关键性的比赛 双方打的就越保守 还是正常的开啊 单兵一死神开挂 就看他之后怎么 对 看他之后到底是怎么选 一死神 一机枪 然后VF 这些流程都基本上是固定的 对 这个山光很快啊 树山 树山 这旅不就不喜欢做那种什么 一个农民过来的细节 对 我这个图有点远 这个图 我这个图主要是可以开两个边 嗯 没什么问题 压一压 四条隔 你也压不到什么东西 也控制的不错 女皇马上出来了 好 这一盘 右偷三级 右偷三级 哎呀 又让我看到了 不不不 他这盘应该是生化部队 对 因为这个三级偷的话 没有像斯韦之一这种三框那么安稳 所以他必须要生化部队来稳得住 就是用出那套嘛 就帮本那套运营方式 对 就教主也比较喜欢用这套运营方式 他必须要来震得住这个局面 然后再发展经济 而且他这套是跟以前一样的 就先要走一个VS的 以前最早的 我记得帮本头的时候是VS都不走的 直接走那个 两 单兵营VF 两火车 直接挂双倍之后 双升工坊 对 这个是最恐怖的 好 狗树好了 去侦查一下外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好 出一个围巾出去清一下房子 点一下兴奋机啊 吕布 求求你了 他肯定会点 这些东西他肯定会点 兴奋机 nice 他肯定会点兴奋机 终于是看到一盘生化部队了 因为这个开局是 主要是当地图的原因 对 哎呀 这肉贱怎么还是当地图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很正常的 他只为了防你的火车侠 对 好了 这一盘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看吕布的这个 当时赖九命的边缘人的打法了 四传名亲军坛 左右亲正面一拳 重拳流 我吕布的打法就那么多 那么久了 就没怎么变化过 最开始看到他的打法就是 差不多就这种类型的 然后一个死神带四个火车 强行往里穿 现在也是这样一样的 对 他因为觉得这个一个死神 四个火车 其实打到中期就没什么用 还不如进去换一波农民 然后之后再一个引擎女儿过来 他都这么打 那这一盘我们看一下 好了 这个运营是他最顺的 打得很偷啊 引擎女儿都没出 这是他最顺的一个运营方式了 大家来看一看 如机器人一般的腾田刚的运营 什么 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如何判断对方打一波的 对方按了四个农民 他直接补了两个地宝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怎么个判断啊 他的 好 判断你结束了 他可能有个timing的 这个timing你如果不过来的话 我侦察不到你张囊的话 那我就退掉这个地宝 他有个什么细节 但是我们这个OB这块我们看不到啊 他肯定有个细节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细节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韩国选手的秘密 对 职业选手的秘密 就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突然一下拍两个 拍两个宝 是有道理的 他不可能说莫名其妙的就拍两个 没错 一攻一防 坦克慢慢来 现在两团兵 两团兵出来就两团兵先走出去 有观众一直在说是手滑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绝对有细节的 好 来了 两团兵先出门 其实这种就是 如果你平时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话 住在一起 他这个时间点 他这样排你问他一下 他点你一下 说不定你突然一下就提高一个档子 对对 特别像泰姆中选手 经常就是在 他用这个打法可能就守不住 就被别人一波打死了 开始清军坦 现在这个局势就是 两传兵四传兵 左右清军坦 战品叶凡 你张蓝抓不到 火战狼 其实有机会可以点火战狼的 肉哥不会打那个战术吧 是不是战术 搜索拉那个武脑 不可能的 他 他自立没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 怀前瞻起咯 前瞻起本来自己就有问题 直接四传开一下 这个四传很快 然后等两个两房 两个两房憋好之后 大概 六个 五到六个左右的坦克 然后一波拼 哎 这被穿摸狗 这 哪里 反应呢 没事没事 这边被打了 好了 炉山身龙霸了 不是这里没问题吗 这里没问题 完了 完了 为什么这个毛嘛 炉山身龙霸脱农 差不多坦克还行 坦克还可以 三个坦克 但是火战狼挤过来了 农民死了 外面两船兵呢 打动了一个 还有一个坦克 没兵呢 被炉山身龙霸了 说好的没有智力呢 这直接一波顶穿 让二追三结束了 结束了呀 卢山是农霸 你还敢还一钱 哎呀 驴步又倒了呀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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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一波 跑跑又有什么区别 他两攻两方也没好 现在让人不停的 不停的堆脸 驴步不想退呀 这两万块钱呢 寒内回家 好惨啊 不想退呀 第四名很惨的 这已经稳第一次了 稳第一次了 这种局势 两国两房啊 最后 没用了没用了 这他给你换战术就好了 一天的两国两房 我给你换战术呢 顶住 不能让坦克被砸 顶住 这个坦克是最重要的 不能退 不能退 哎 结果没打坦克 不是 没打他 他没有视野 刚才第一时间把这个眼筒 眼筒点了 这细节很好 为什么点上 这什么意思啊 他看出这个运输机是个叛徒 血迹 只能这么圆呢 这不圆吗 我圆他 我说他失误了吗 肉格 肉格现在反正就正面这一拳不管了 待会女王顶上 他现在肉格需要的是一个眼虫 对 就是眼虫 你不跑啊 没没没跑 哎呀 顶破 不能被砸呀 没砸 还有坦克还在 这 还有一个坦克没拿着 下了 但始终达到了吧 两个一起打 但是他已经只能顶得很辛苦了 这这就不对 两攻两防顶住了 不会顶住了吧 这这 干嘛两攻两防是顶住呢 还有光头呢 带运输机快没能量了 我觉得也很难顶 就像这样 拉扯拉扯 这个时候各种拉扯 对于肉格来说也是一口气的事情啊 他这口气绝对要接上 坦克还在戳 下一波如果冲不进去的话 可能这局是要翻盘 你从哪个眼睛看出来要翻盘的 下一波冲不进去的话 他基地没掉呀 他基地 他房子卡人口 现在差80人口 你告诉我翻盘 不要急 等到下一波 再 下一波就死了 打坦克再多打两下 这吕布多看一眼是一眼 这怎么情况 这怎么情况 顶出来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要开矿 你 你这两攻两防你就顶出来 不把别人当人呢 这坦克 就这样往外顶啊吕布 就自杀性冲锋吧 没有多少兵啊吕布 你为什么要那么拼啊 他就自杀性冲锋了吧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理由吧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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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了走 装了走 完了 完了 一波顶到眼上了 后来顺势一波 直接去自己打三跨 三斤里永远开不起来 三斤里开不起 没钱了吕布 要被砸掉 这三跨绝对不能被砸掉 被砸掉不用完了 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肯定要掉那么多火蟑螂 你走得了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不不不 吕布主机力踩干了 可以飞出来 不不 你少一个机力还是 空头注意九死一生 最后一波 但是家里要被冲垮 没有眼虫 但没关系 我就是多 我就是钱 在其 吕布 这个运输机太多了 没用了 站不住了 站不住了 站不住 站不住了 已经很努力了 吕布 家里面直接换家 哎 哎哎哎 没有没有 挡不住了 太多了 太多 这边太多 好气啊 上面抬 哎 干嘛 哎什么哎 哎什么哎 我问你 没事没事 打不穿 怎么可能打得穿 打不穿就没事 打不穿就没事 打不穿那个 就赢了 哎呀 哎呀 在咋呀 其实我说刚才 李福奇找了一次 最后一次机会的 对 因为实际上你看对方 也没也没矿彩 这没机会的 160人口打60人口 相差 100人口 他太远了 对 吕布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 他自己这个 运输机太多了 导致 就 我运输机多也没什么错了 就 主要 前期第一波 他没想到那么狠 直接一波就顶穿了 只能靠运输机 各种的来回牵扯 没用了 你真以为一百人 一句话一百人口的差距呢 不可能的 说你再多少人口 60人还是50人口 我也得 吕布五十七 肉哥一百七十五 哎呀好难啊 就算一句话一百人口的差距 还差二十五人口 这怎么打 哎呀这怎么意思啊 这 哎呀杀了 没事啊脱脓命就解决了 没事没事没事 哎呀就是 为什么我耳边又响起这首歌了 什么歌 吕布耶 是人 哈哈哈哈 结尽三比二恭喜肉哥 恭喜肉哥获得了本次杭州新一嘉年华的季军啊 让二追三 吕布好痛苦 吕布好惨 第四名 给你心心相戏啊 你不要上去安慰一下他 这个比赛马尔这个时候他怎么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 爬起来 排打 明天最失落的人 他现在心态是这样的 他现在心态是这样的 又不是还剩下肉哥跟那个 最后不是剩下肉哥跟那个 呃小黑儿嘛 他现在心态就是这样的 吃死你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 其实对于女夫来说 虽然这次拿到了电竞这个名字 但是我觉得他能够跟那么多的星际观众啊 能够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哎对也挺开心的 就当这个聚会嘛 对也挺开心的 过来来杭州旅游一下嘛 对面就 现在只能用这样的孙氏 孙氏精神按摩法 明天可以去西湖玩一下 对看一下西湖 就别人在这里打比赛 他去西湖走一圈 对啊 吃这样的那怎么办嘛 就含着泪走嘛 这不是含着泪 那这个东西 今天晚上就给你走 不不不不 今天晚上不能去走 怕想不开跳下去 那也不那也不那 不行不行不行 书克比赛 晚一晚上 晚一晚上 因为现在已经很久打了很 你知道星际专门已经很多很多年 没有这种只有前三有前的比赛 对对对 所以所以真的缓一缓缓一缓 明天去西湖旁边 开 散一下心就好了嘛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肉哥其实这五盘所表现出来的打法就是战术执行力特别的强 对 不过呢 真的 所以五盘里面 这一次的这个三四名还是太沉闷了 我觉得旅不该数 没打出我们想要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他没打出自己的风格没想到自己的特点 最后一盘也没打出自己的实力 对 其实按道理来说最后一盘他这种运营方式我我感觉是什么他4GD开早 他没想到肉哥会冲了一波所以他先把4GD甩了然后4GD位置一卡 然后自己阵型也展不开然后自己还投了两船兵出去 如果当时他是文秀三框再开4GD也许就打不死 对 以他的实力他不应该被一共一方张浪直接冲死的 你想你想想吧就旅不开这个开局不是一次两次 不过呢 话还说回来 那也怪也是不正怪肉哥 就是说也是因为肉哥这个火有脊板没夹到 但我看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夹到了 哎 就有一法很奇怪 就中间砸下去两个坦克一滴血都没伤 对 那一下其实中间是给了吕布一点点机会的就是 特别是这种蟑螂挤在一起然后你被坦克炸 然后被下面的生化部队捕刀 然后这个时候蟑螂倒得特别快的 其实已经是很给吕布机会了 但两攻两防还是特别厉害 对 真的是多个一共一防这个生化部队打 蟑螂还是厉害很多 但是没办法这个比赛就是这样的就是在最后时刻 肉哥没有犯致命的事物至少是冲的也很坚决 也没犯什么事物 哎其实今天我看了肉哥的两场比赛 包括他打那个逆步的比赛也是同样是这样的 对 他的这种冲击的这种执行力是非常强的 这可能也是他的特点之一吧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星际争霸2的三四名的转播 也是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后面会有星际争霸1的1v1 2v2的一些比赛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先休休会吧 回来看后面的星际争霸1的比赛 就是那个星际争霸3的小兵争霸1的被赵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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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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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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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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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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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你有多有钱的 哎呀 看来就没有上了 平均一下联系传授 完美啊 这个操作呢 这个动台给 哎呦呦呦 你根本就解决不了 你看不要骗着你了 等动台才是唯一的办法 呃 这下死定了 恭喜我们的潘达 哎呀 这个OB出来的 又是这么及时 别再上去别再上去 你看你看 就这种 就是你如果控制 痛制的精细一点 你就应该排好 让他根本就进不去的 嗯 对不对 打 不上作战 不上作战 但是阵型没有站好啊 哎呀 这个阵型太差了 这个阵型后面 基本上没什么输出 对 让白球 能力的输出 而且白球不受伤害 这白球的AOE 打这个差别很厉害 对啊 对吧 他现在就是200人口 就是要跟你换兵了 对 因为他已经到200了 太晚了 而且雷雷这里 防守的太完美了 你看这一把冰洞 哦呦 已经动得超乎想象的多了 动了这么多场次 这把钻石精神权 动了很多 那在场客上 一个没打死啊 打下面又爆了血量 上面的场客 几乎是头发无声 再放一波 他还是要等重防 然后 刚刚就是你不开四方的话 好开四方 我这把冰洞太爽了 两把冰洞 啊 两把冰洞 下面就完全崩溃了 对啊 直接往里面冲出 一把冰洞的分框住 哎 回来往上走 上远潜 他的出兵点 他的踩个阵 如果分框也踩完的话 人主只剩下两天 那么200人口换兵 换着换着换着 他就会发现 一包兵包不上来 继继续选择打这个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就是坚决打 你看 很坚决打得非常好 关注他们排名第五 这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选手 是一个有脑子的选手 这一波如果被神主换光的话 就很难打 神主就陷入垂斥了 后后这边部队全都过来 看这问题 雷雷的坦克还是没有及时的续上来 在后背被冰洞这把坦克 根本就没有过桥 哎呀 雷雷玉完美 防守完美 但是在推进的时候 打出了一个瑕疵 那换家可以 后后队先操作 贼闹的分散汤雷 汤雷在一起上 好 还有冰洞 剩下的波飞已经不多了 现在的话就是 只是一个换家的一个态势 冰洞一下 哎 哎 冰洞的一辆坦克 哎 这个 哦 冻出来了 下面那个阿比赛 第三个阿比赛 有一把冰洞 直接打 哇 空虎太果断了吧 这个也 这样打的话 就给你换兵 不然让你斩 这个是给了那机会啊 你要 冲进去 这真的冲了吗 这可是三宫的坦克啊 因为这个队方的雷车也很少 那也 那也够用了吧 你看看这个 算是打 肯定打不过的 这个焦画面 这个焦画面有点 要太亏了吧 也 看好机灯啊 如果来一排 Zerox的话 你想这个 不便 糟糕了 对 好 然后从后排插上 伴队 穿进去 很尴尬的这些坦克 相互建设 神族不过损失也很大 然后只剩下伴队 而且他冲的场面太多了 哦 上面来的 哦 上面来的 对对对 这波 很光 这波变成大赢了 所以太赚了 太赚了 嗯 其实雷雷有无数的机会 他就是没有能推掉他关键的一片疯狂 他只要多逼的要他一片疯狂 他就赢了 就是蚂蚁啃大赢 闷闷啃啊 一天也得啃 啃 我来啃完了 哇 这 深深的 对 啃光来吧 他切切都不对 正面正面正面 一波大地 一波底下 推出来了 利用自己有 追赢的一个优势 还是也 漂亮 这 嗯 这好像是打赢了 打赢了 nice 哎呀 这波大地 正面要崩溃啊 这四次坦克 这个太少了吧 哎 拉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这 那也不能隐私啊 哎呀 而且这么卡 这个感觉 冲起来很难冲 你看 迷糊就得完美操作 离坦克 点击坦克 一坦克 站在一起 哎呦 对啊 就是碰光了 一波 农民完全没有 喜欢任何的效果 所以这三雷 这颗雷在下面 一个坦克的水上里面 下面这颗雷在 下面一个坦克的水上里面 哈哈哈 然后动了卡 完美操作 这不是三颗雷呀 对呀 迷糊怎么知道 在这埋三颗雷的 太变态了 天呐 哎呦 好心疼啊 但是炸了一颗 但是坦克已经特别残了 用不着这么多坦克 收起来 回去救吗 没掉吧 我感觉对手坦克 已经很残了 难了呀 看难了呀 哦 哦 不用想直接吃掉 也好也好 吃掉 嗯 直接吃掉 省事 省事得多 nice 达地的细节都得太好了 这三颗雷 简直是 让人欲哭无泪呀 哦 感觉特别 嗯 哇 这颗雷爽的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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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数量上来说 小帅的狗的数量是绝对足够的 但是 需要一个特别精细的操作 Bus阵型是堪称完美 农民是拉 农民不好拉过来 不好拉过来 好 拉过来拉过来 修一下地宝 修一下地宝 哎呦 这里 Bus的建筑学确实是太完美了 整个小帅的狗完全送掉了 啊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些狗本来就应该出 等于加上前面的一对的话 这里应该有两对体育狗 这里哎呦 这个狗没操作好 哎 这个的话 现在的就等于是前面少了那一对狗 接下来这里的话又送了一对狗 啊 还送了只飞龙 哇 这个Bus正面简直是一往无前的就往前冲 我根本拖不住啊 主要没想到Bus这边镜面这么猛啊 呃 完全拖不动 嗯 飞龙已经摔得很棒了 那这波其实还是应该补地宝的 现在才是 自己的Luker一埋 后面的狗往前一A 可能有点靠不过来 右下的狗没有A狗来 但既是如此 这个阵型也是已经完美的性格的一个包夹态势了 哇 上面是地宝加Luker 右边是Luker 左边是小狗 还有 龙心岛天 还有飞龙 你看下边的兵都不用动 就轻易的吧 在东海这边手里给包夹掉了 这个的话被迫 可能要出一些飞龙了 但是战术体系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猪飞龙啊 这二七 我觉得下的时间还是不错的 现在都已经采为千气了 感觉他还是想猪飞龙 这都来了 这这这不可以啊 真的可以 这边要 这样把所有的三框打废掉了 哦 没猪飞龙啊 不猪飞龙的话 风在这里要糟了 呃 可以看到在9点钟 风的那个鼓方背后的那 那高地上的那个猪的箭主 白球 不管那猪的建筑 都让建筑别来一起 白球肯定过去摸 都是可以从直播报的 哎呦 这个地堡 由于造的位置不太好 他卡住白球的路了 所以要风在里面 还都有操作空间 这也加蝎子是性格比较高的 啊 不过东海这边太冲动了 他觉得打不下来 自己要输了 这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 但是 既是如此也不能操之过急啊 哎 大王操之过急了 这也操之过急 今天营造都在这个 非常好的局势啊 其实东海本来是优势的 这是一个冲动啊 一个冲动就全没了 失去了翻盘的本钱了 转了一些 引刀 引刀转上来了 打到传送光了呀 哇 找到这么多椅子 哇 东海你这是 这是剑客部队啊 哎呀 太变态了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到了非常晚的时候了 可能很多朋友们 已经是去吃饭了 现在呢 我们的比赛 其实还有三场 今天计划 中的还没有打 然后我跟猪之导呢 上来解说的时候 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打算把星期一的 剩下三场给大家解说完 结果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这三场呢 会稍微的调整一下 首先我们会带来的是 星期一的另外一场的 半决赛 由马本座大战Gatgirl 两位韩国首次选手 之间的一个对决 接下来的话呢 星期二V2的 一个三四名的比赛呢 会在明天 我们十二点钟的 第一场直播 来为大家带来 接下来呢 星期一还有一个 三四名的 一个名次的对决 争夺那个两个决 这个比赛呢 将会在产生 产生这个 两个进棋者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打掉 我们就不直播了 我们先来进入 第一场的比赛 由马本座大战Gatgirl 这一场比赛 其实赛前 我也跟一些 星期圈的那些选手 讨论过 就是看好谁 看好谁 但是讨论去 就是感觉 我觉得马本座的机会 可能还要大一个 是的 马本座之前 毕竟这一队淘汰疯子的时候 表现自己的一个 大绝观 还是取忠若轻 游刃有余的 因为JVJ他只是这样的 他可能讲究的 确实是一个大局观 和一个经验吧 虽然操作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种选手操作 应该差不了太远 反而是开局的一个 开局或者是 中期的应变 是相当重要的 没错 不过昨天看了马本座 拖标个后腿以后 我现在对马本座 我们解说的时候 可以跟JVJ说一下 马本座是这个 不录的字 在地图的游览漆方向 地图的方向 游览漆就是左上的意思 地图是端路气 对 那么两边的话 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第一个房子上下飞的 这是端路气 只要地图上面 突如探路一个特点 当房子互相没有遇到的时候 就大概认为对手 应该不是在上面那个点位了 而两个人 好像房子都没有 一个转向的意思 开局看一下 是放雪池 还是留钱放基地 这也就是 开局的第一个博弈了 对 毕竟这是一个大圆点 谁敢偷得更多 谁就赚得更大 JDG这边是 已经把基地放下了 JDG是一个11地 马本是12地 马本 古兰市经验老道 他开局就赚了一个农民 而且好像现在看起来 是赚了一个农民 门口上也可以看 这个赚一个农民 其实是一会儿都补坏的 只不过就是基地放的 稍微倒一点晚一点 那我不是比你现在多赚 多才几块钱吗 对不对 这部曲有的时候 就差得在十几块 然后一会儿 那个基地好了的时候 重软还比你稍微多那么半个 大概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优势 侦察方面两个人都很卑职 因为是个大对点 两个人可能要很晚的 才能看到对方 对 所以接下来这个狗出来之后 到底是出不出门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博弈了 如果是九地的话 现在狗已经到了 马本和JDG现在应该都比较放心 对 毕竟是一张很大的地图 放九地的几率相对低一些 两个人如果都是造房子的话 两个人的房子应该是在同一时间 两个房子的同时相遇的 这也是ZZ当中的一个小细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JDG的这个第二个房子 它飞的位置就比较的夭壮 它是由往对点飞的那么一个意思了 它觉得这里可能会房子相遇 对 我们看一下低摆器怎么说 马本已经花掉了 JDG这边一摆器留着 是应该准备生二本 140它还是没花 它是在等待吗 为什么这么多的气体不花掉 它要侦查 侦据侦查来决定自己怎么用吗 它是没有道理 要生二本了 它选择了很慢的一个升级i本 这个二本慢一点快一点 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为什么要慢一点 你钱存在那里 你花了不是更好吗 门花又不会给你利息 是的 这钱这种东西你留着烧手 总想给它花了 所以我真想帮彪哥把它 一些困难解决一下 这边马本的第三个房子是率先造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人口现在是遥遥领先 然后还补农民 马本就很快就判断出了双方现在的一个形势 觉得自己补点农民 第一波火拼 马本就清楚的知道双方是竞争害 就是它是一个主场优势 它有自信 它觉得它能守下来 果然能够守下来 但JDG后两条狗到了 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是主场优势 每当你说问题不大的时候 一般都会出很大的问题 真的吗 看一下 马本你看被迫托农民 我觉得保守估计应该会死一个农民 但是居然没死 哇 JDG这四条狗 刚才怂什么呀 它们要走的话 因为马本二块已经没有农民了 哎呀 它失误了吗 为什么有六条狗没过来 几几点也没事就好 是的 它还没有动 我们可以看在图上JDG没有动 它非常的紧张 所以马本二块怎么还有俩农民 它刚才不是把二块的农民 都拉到主框去了吗 可能有两个 这也太能谱了吧 超生游击队呀 这样的话JDG这么多狗抱过来 而且马本座的房子 可以清楚的看到的情况下 分钟它领先了 JDG好多呀 对对对 而且我相信农民数量也是领先的 对 马本现在要在桥口 能不能拖一下 稍微一个好的阵型 JDG这边操作也不错 没有给马本座太大的阵型优势 但马本座狗多 过桥了过桥了 马本座现在只要能够挡住这一波 这场比赛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看起来应该是能够很完美的挡住了 是的 我感觉JDG打马本座好像有一点紧张 很怂的样子呀 对对对 感觉各种的失误啊什么的 技术的变形 对得上啊 这一波JDG的阵型稍好了一点 对马本被自己的建筑给有点坑了一下 然后就拉在农民稳一稳 马本座 感觉真的是有一种 细静谁闲的感觉 是的 你看他补了一个BC5 我觉得他的农民现在应该是出了多三个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比赛现在的OB是919老板 他也是今天到达了现场 跟919老板热情地会晤了一下 哦 平时老听919老板的声音从来没有见过919老板人 今天第一次看919老板的眼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919老板的手 哎 这个也敢打一架 这一波有点不关子破摔的味道 这是他还在去狗 因为他毕竟龙塔慢太多 所以他现在童卵留着也扫不了飞龙 他这过去是这一波打着几个意思 疼人口吗 也没有啊 不不不 他这一波是打着马本的龙塔好的一个timing 马本可能会流卵捕飞龙 但其实马本没有这么流卵 所以马本狗出的数量足够多 甚至现在飞龙庆的房子 在慢慢悠悠地过去 狗还敢先去反打 这边加工甚至连椅外留两只狗 牵制马本做的这个细节也没有做 对 这里小狗都打不过来 嗯 连狗都打不过还能干什么 说的还是自杀 好我们看一下马本做的飞龙甩自杀操作 好我们看看马本的操作马本操作 我们看看马本来 哇 马本刚甩出第一劲 就把佳迪哥给甩虚了 直接打出了机器空气 马本做先拿下第一场 嗯 嗯 马本做确实有实力 但是加特哥确实有点打了有点贴欠 对啊 我应该马本多欠吧 加特哥这个人他分钟广大呀 他朋友都有想看 因为他是管钱的 所以他朋友有在中国挣的钱 加特哥就要给他们进行一个兑换 可能马本的钱不归他管马 那些钱是标哥可能直接转 哦 对 马本反正以后打算在中国过了是吧 到时候都是把那个现金 然后只要我东里出来藏好 对对对对 哦 反而不断 所以加特哥失去了一个大客户 我现在看到马本之后反而是他比较的红 可能以后他会变成马本的客户 嗯 有这个可能 嗯 但是我觉得上半层马本做的一个处理来看 两个人几乎完全近向的一个开局 嗯 马本做他能够很清晰的判断出形式 然后做出最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处理 对 然后把雪球滚到了最后 他其实就是派了一只狗去侦查 其他狗在家里面一放 对 然后那一只狗稍微看到了一点信息之后 马上做出来的一个应对 可以说简直太针对了 我们看ZVZ一方极限暴狗 另一方 呃 这样捕农民的一个情况下 感觉是 呃 感觉是非常的亏的 对 很有可能直接被一波咬死 你多捕的那一个农民可能会多死两个农民 这样的一个情况经常会发生 嗯 但是在马本做的这个 呃 云嫩风轻的操作面前 感觉他这个狗是完全的没有机会 马本做他一瞬间我们来 嗯 想一下 嗯 他那个小狗在看到你的狗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两个是开始镜像 小狗突然时间差不多 嗯 第二个我们是对点 然后想的不想 我先补两个农民 好 就你来打我的话 我是主场我来守得住 确实这个在断路系的两体 都上面对点相对还是比较远的 呃 所以刚才我们的猪指导在场下 跟东海也是进行了一个练习赛 啊 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断路系的一个对点 然后我们猪指导啊 嗯 猪指导先去送了很多的兵 送完之后回来 有头开三框开四框 然后发现开框比东海还快 都知道了两百人口成场客 几公几房三公两房 推出去的时候 东海眼前一片漆黑 东海没有东海设备不是很习惯 打得比较衰 看东海刚才对你是非常的不服 结果打了个波舞是吧 嗯 然后三场比赛就结束了 哈哈哈哈 没有 是确实 我觉得东海怎么说呢 就是 然后很久没打了嘛 然后鼠标可能这玩意不是很习 哇 这个人品攒的 你看都不 说假话的时候都不敢看着 看着镜头了 哎呀 那个被人家很容易就看臭心思呀 不知道 我们开始第二场的比赛 马本波大战 Jet Girl 值得一提的是 我刚刚也在场下打了两年 跟我们的那个深圳的大佬妖哥 嗯 干了两盘 然后妖哥比我想中的有实力的多呀 我居然第二盘跪下了 打了一个1比1 我们也是棋逢对手 将日良才 啊 九逢 九逢 什么 你还别说啊 这一帮大佬我也是大师 因为最近看他们打心情特别欢乐嘛 然后我看了一下 就标哥 标哥首先标哥没想到 他实力也更没想到 对对 1比1有 对有有 然后那个 呃 那个汤总 汤总啊 1比1也有满场 也有个十三四季 啊 然后 包括跟你打的那个妖哥啊 就很多一帮大佬水平都很高 对呀 我还没想到他们平时挣钱这么辛苦 却还这么有长时间练星际 对 看来这个星际这个练果很需要天赋 在这一批大佬身上 我怎么感觉星际打得好的是很聪明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高度 如果再往上一点就很厉害的那种就跟智商就没有什么关系 哦 对 就是当练习量少的时候谁提高的最快谁就是最聪明的人 对啊 确实像我这种非职业选手练习量非常的少 主要也是把星际当成一个娱乐 嗯 然后就比较的菜一些 那只能说妖哥太强了 妖哥太强了 啊 我这边两个人又是没有这边在个换招了 但是马本还是 心理上又又是我觉得在马本做心理处理上又再剩一手 两能图一个十爱低外双 对 你万一碰到九地底数你就直接打接近 嗯 但是他就是心理心理优势 我第一我赢了一盘 第二上一盘我是十爱低外双 第二盘你可能觉得我不会十爱低外双 之前我跟一起解说的那个搭档是谁来着 说这张地图上面 重庐如果九地的话是咬不死十爱低外双 九地提出咬不死十爱低外双 对 呃 当时是谁谁谁来着 我这两天跟我搭档的嘉宾 呃 不行 我有有有有有点那个信不清了 哦 我应该不会吧 我记得疯子当时解说过这张图谁打谁的时候 嗯 不同的人看法还不太一样 哦 所以就 这就是反正不问怎么说吧 这个十二地狗吃气况 面对十二地外双 可以说是最亏的一个开局了 嗯 啊 仅次于之前 丰富的打 版本那场是欧九吧 碰到十二地外双 然后那次狗一点便宜没占着 简直就是 血亏无比啊 对 对 然后瞬间就已经是帮盘没得打了 我们看下这盘的一个气体啊 嘉宾也是第一时间出了六条狗 然后调整了一下农民采气 对 帮农民采气 那三农民那些 一百系提狗素嘛 然后再双农民 呃 踩到一百系的时候刚好一百五十钱 嗯 那也在二本 那本座这边的话 也是 呃 先提了一下狗素应该是 哇 现在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多三个虫了 两个可能都不止 哦 也就是意味着等下人口上要多三个 对 这个 这个问题打十赛的话就可以见他多了 反正他现在采气采的很爽啊 三个农民一直在这采用 嗯 哦 这边又是一个组长 对 他们做好擅长打的一个防守饭店 刚刚好 就十二地外双为什么克这个十二地狗属 你比如说到我家的时候我啪指狗 然后我的基地比你早 然后宠兰比你多 农民比你多 这个怎么都赚 唯一的劣势就是科技速度稍微慢一点 然后现在加德哥他就很尴尬了 这个局面他知道他开局亏了 但选择权他现在怎么选 他抱狗打嘛 不抱狗打你一拖的就感觉很灰 你看双方在两个房子人口上马的时候 都是18人口 但是马本把优先把主矿所有的宠兰都用了 然后等到第三个房出来的时候 再用二矿的这个基地的宠兰 人口人口已经多了 现在已经多了四个人口 他先把二矿的这个基地宠兰留着 这样的话这个宠兰造成的东西是没有风险的 不像刚才那个时间点 刚才那个时间点 如果二矿的宠兰出狗的话 有可能还被加德哥围一下之类的 除了农民都被农民先围掉 看一下加德哥的一个应对 加德哥是球变了 他觉得开局亏了 进攻也不好打 他索性来一个防守 我把这个宠兰补农民 补两个农民 然后做个bc来防守 给你拖着打 那麻烦也补农民不就完了 而且麻烦可能从软 在那个点已经用掉了 因为dbc基本上不留从软的 确实 这波确实狗抱了很多 不打一下的话 哎这是补农民了 这波狗反正先抱出来了 这打不打再说 但是bc加德哥也必须补一些狗 他也不敢全补农民 所以 但是这样可能场面上好一点 麻烦现在多的那两个人口 可能就是多了四条狗 农民出来很可能现在是一致 哦 在这边等于是把自己前期的一个 劣势稍微挽回了些 我们这段时间打起来了 只是一个挑衅而已 勾引一下麻烦做敏感的神经 这边加一块补农民补的可以 二况这边下去 还有三个农民采水晶 还有第四个农民来了 这人饿补了一票的农民 不过我相信麻烦也是补了一票 哎 麻烦怎么又来了两只狗 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 麻烦上盘要打加德哥上盘 那个打法就是抓你出飞龙的一个timing 麻烦的飞龙塔比加哥早 所以这场不存在这个timing 那他这个点爆狗是怎么样 还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打 他就 他可能觉得没想第一时间出六条龙吧 还是会打还是会打 加德这边已经知道麻烦要打 想着补了个建筑学 这个建筑学卡的很巧妙 是的 加德哥也不会是 不是省油的灯啊 但是这个 这个地宝只能提供输出 不能提供肉顿的效果 这个地宝钱其实发的有点亏 这一波打的堪堪是半斤八点 剩了一条半的小狗 如果这个地宝造的位置靠前一点的话 我觉得 后续又接了一些小狗 这五条小狗可能要换几个农民 我们来看一下 是的 加德哥刚刚补了两农民 就被麻烦拖架了 两个 这两个农民好伤 是的 加德哥龙塔好了 双方拼龙塔一波 我们可以看到马本座飞行单位 已经往外跑了 加德哥有这么低级的失误吗 艾框的BC卡住了自己采气的效果 果然这个BC的位置是真是不怎么样 我的天 这严重的技术变形 面对马本的时候这么慌的吗 是的 打CV队的时候这个BC 尽量还是靠前点造 他还要当肉盾用 你看造在这里的话 刚才那个 一仗打完了 这个BC是满血的 300点血 完全没有起到任何的贡献 对 这个BC造好 看了这样采气的话 是很影响选手的心情的 真是亏上下亏 BC这个位置真的是很有问题的 他是在基地偏左了一格 这个农民怎么着 都肯定会被砍成现在这个鸟一样 特别的难受 嗯 他又摇了 那你飞龙也打得 打得还快一点 对 飞龙不太感动 现在我们看到人口上 马本多了四个人口 但是这个时间段 可能飞龙的数量 不会那么明显 我们看一下 对 马本多应该领先的是农民的数量 哦 马本多很凶啊 他觉得他能打得过 对 他追着打 然后他个的四差 已经被马本处理光了 他觉得马本还有四差 他现在飞龙比对 还有四差 都都都都都 哇 应该还剩了个五六条 嗯 哇 马本好强啊 他进攻的事情点太自命了 对 我们小老板按住抗子键点 然后这个飞龙就能看到多少轻了 嗯 四次还剩下 CG 恭喜马本二比零 哇 那个CVC CVC是可以说 以罗性胜强 偶然性最强的一个对抗 如果看过马本二比零进去 对 幸亏是个BO5 还有第三排 嗯 好的 就刚刚两排的话 我们发现CVC这个对抗有的时候 确实不完全是运气 运气 实力也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加哥在刚才那场比赛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12地狗吃七框的打法 嗯 感觉是从很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都没有什么意义啊 Cinny boy吧 我觉得吧 他在放些什么呢 就是 防酒 只要防好酒地 没有那么好处啊 对啊 你可能酒地 你获得酒地 十地 十一地 我都是断的 但是 他偏偏没想到 马本二又是一个 十爱迪外床 那就只能够运气不好 那么第三场比赛的地图的话 就是 它为更看运气的 TALK ROUS 一张三任地图 探路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人探到 一个人没探到 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嗯 这种地图的话 三人图 一般探路都是讲究 一个 两个人都一起顺势侦探 一般一起逆时侦探 所以 出生点位会决定 选手谁能够看到谁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图 这个 该就是最有机会的 一张地图了 那TALK ROUS的话 也是 呃 还有一点 就是 谁的菊花对着别人 啊 这个你的飞龙 有可能 我从二矿这里 往你家赶的时候 先经过你的主矿 在那里 对 这个点位上 其实也是 存在着一个 优劣史之分的 有道理 啊 你觉得这张地图的话 是不是 继续来十二地 这个真的不好说 这个谁也不敢下断权术 马本座接下来 这一盘不是塞的 马本座 我们都知道 他从他打经济以来 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用脑子打经济 打得太灵活 太聪明了 我怎么这么 对 马本座 我的感觉 就是总结起来的话 应该是八个字 前四个字就是防守反击 后四个字就是狂战便宜 哦 滚雪球 他的狂战便宜呢 是能够找到一些 机会 那个timing点上 比如说以前 拖把条的狂 就是飞龙的那个timing点 或者是前面那一队提出狗的 timing点 或者是后面那 某一个人族可能会被你 勒克尔同盟诈骗的timing点 除此之外 其他的时间点 我都狗着在家里面防守 不会给你一种 很强的戏略性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一直是打一个防守反击 然后再涨 在我强势的那几个timing点上 去跟你稍微的交锋一下 占一点点小便宜就可以了 之前我们在 之前我们在那个马本座打是死战吧 对 打头发流 打的那个死战的111战术 在马出关一下 大家记得吗 对对对对 但打的其貌不扬 111战术 我们之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尤其在教主使用下 打的很多同工选手是 哇哇叫一点办法都没有 感觉很勁把很无解 然后几乎成为现在 体育内的一个常规展示 马本就是去造了点 后来点了人家几个农民 然后后边就随便运营 感觉人数一点机会都没有 特别厉害 好 这边 马本跟Jaddy哥 第三场比赛开始了 看一下先看一下房子 马本还是 哎呀 总的说Jaddy哥今天流年不利 Jaddy哥点位有优势的 他只不过探路没探队 但是 他可以捅马本菊花 我觉得他这盘 这个点位的劣势 很可能会影响很大 那倒是 房子侦查的这一点点的区别 对于马本做这种高手来说 肯定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跟Jaddy哥一个是神渡选手 一个是人渡选手 然后我们今天再结束一场 CVC的比赛 问题不打 CVC我们大概的一些开局 还是能看得出来 对 我们可以 不行就数数农民 你看现在有九个农民 这是一个九地开局 从来没用 对 九地是肯定的 提不提数 那就不好说 九地还有不提数的吗 有可能 CVC还有不提数的 也有可能 可能性很小 但是也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反正就看关键这里方方气矿 好 应该是要下气矿了 马本到房子了 一重轮这边至少是一个12地 不是一个欧九零 如果马本在家里选择一个11地或者12地 我就觉得马本应在不仅心机打得好 他如果不打心机去研究心理学的话 那也是世界一流的 那也是 果然他没有再去造基地 哎 等等 哇 我会是猪之道啊 每次都是顺发技能 我看他那个农民刚才已经要下雪 知道 对啊 科朗先生不知道中了什么魔咒 难道不过你想到了吗 平时他在韩国打的时候 是来自一股东方 不是 韩国跟我们这边 他来自一股西南方的神秘力量 这一次的话 马本就直接感受到了 现场 来自30米外的一个神秘力量 对他的脑波进行了一个干扰 不愧是 不愧是 到了线下之后 功力是越来越深厚了呀 这个我也不敢想念 连续ZVC三盘 十爱低的一个外双 但是他的这个开局 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 把加德哥当作自己的一个对手的 就是要赢加德哥 不仅仅说是我开局不亏就能赢 有的时候开局还要赚一点 可能会认 那倒也是 不像杰哥打人皇啊 第一盘居然放个欧九弟 被人皇干 对 这边马本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过来了 他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考虑也是在主方补地堡 然后退掉二矿 还是怎么说 他肯定要退掉 但是他这个基地 可能要拖一下时间 看那你的狗咬一下 他需要吗 他这个时间应该够吧 这个基地好像快到好了呀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这个套路 其实我觉得早一点退掉 回来采换不是更好吗 但是他们都会等你一下 给我咬一下才会取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狗好像没有这个口服了 你看马上就要造好了 不不不 我肯定会取消 这个百分之一 还差一百鞋 还差五十鞋就造好了 来看一下三二一取消 换取消了 哎呀 就是啊突然又说中了 我以为他这三次就不取消了 换农民 看他换多少 哎 农民 哦 农民 很好 点了一个农民了 已经 只点了一个吗 只点了一个 那马本座 我觉得是双方都可以接受 因为加速会不快 还够优势优势 但是 不但是没有说咬死 只是说优势 这手上马本座还活着嘛 嗯 活着马本座 当然能接受了 自己十二里外双碰了个酒帝 我就死了一个农民 对 这算一下经济 相当于 马本现在第一亏的是嘛 但他小狗肯定是没有提速的 第二就是他基地取消的钱 第三就是造BC的钱 造BC也少过农民的 对 而且农民要少 然后科技可能都要慢那么一点点 对啊 所以他各个点上都有一些小的劣势 但是这个劣势能不能搬 肯定是有机会搬过来的 他点位还有劣势 然后Jagger这边的话 好像补了一些农民 诶 农民破口 哇 马本座看你补农民 我果断要出击 这三个农民 还被咬死一个 有点惨 但是他破口破得很漂亮 是的 而且他对手只有一个基地的冲篮 你至少得补一个地宝了 所以这个反手打的加特克 可能有一些始料危机 对 但是补一个地宝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看 双方农民数量 好像还是加得比较多一个 马本你不会因为 破口之后逼对手补地宝 然后自己补农民吧 那就 那不可能 那个时候是欺骗自己 这边加特克 实际做得很好 但是这两条狗留的没什么意义 因为就是家里有个bc 是的 在没有bc的情况下 蓝狗可以起来去牵制 但是这两只狗 现在只牵制了马本两只狗 我刚才看到马本家里 是六个农民才水晶 加特克是现在是七个 加特克建筑 原始组的真好 马本狗虽然多 但是马本要不然 哦 点气矿 这个有点骚气 有点骚气 加特克好稳 因为你看到马本又去了一些狗吧 哇 这个破绽都能被马本抓到 这个七杠 我怎么觉得有戏啊 对啊 这个加特克很难处理 因为加特克是没狗素的 马本有狗素 所以加特克狗肯定不敢打 只能补这个地方 加特克甚至为了掩护这个七杠 多造了一个bc 这样的话 它的经济一些小优势 甚至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bc 现在看起来像是白造 对啊 不过它可以多采点水 哎哎哎 马本连这点小便你都要这样呀 得力不饶人啊 哎 加特克怎么造七矿 哎把钱花了 还没造下 哦 这龙塔好了 第一天先造了 应该是三只龙 这一下要少采很多气啊 这个气我们没有计算过 具体少多了 但是最少一条飞龙 哇 这只就是狗觉得没有什么用了 换就是换掉农民 看看换了 应该是一个农民吧 没有换到是第二个 它处理的太好了 你两个bc 你只有一个吉利 你的从哪肯定不会补狗了 是啊 我小狗也没用了 我家里也有bc换农民 这马本做4vc真的就给人感觉有一种革命性的 让你毛色顿开的感觉吧 刚说架的不不够 他竟然亡命了 这个感觉从 从哪不留了 就是没气的话就从哪不够 有气就出飞龙 哦 很有道理 那马本只要守住这一波 大家都有三只龙打三只龙 但是马本少两个自杀 非常的吃亏 不过他主场有一个优势 就跟其他弹射 哎 这人两个自杀撞的是一只飞龙 马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了 已经 那这盘要翻了 这盘很有可能 怎么翻 就是马本前几劣势要赢了呀 我以为你们摘个要翻了呢 现在明显摘个劣势嘛 对对对对 他都够有点想不开 他想一波还是想一波 先把外面那个房子给抓了吧 大兄弟 马本已经把气底花干净了 气底花干净了之后 他现在气底应该是 飞龙不会少了 而且甚至可能会多一条 对啊 而且这时候造次杀马本 是一只刺杀都没有造 在大家重温这么紧缺的情况下 马本还 他又是打一个防守反击 扩大自己的优势 你看他打的就是那种 不骄不灶的不急 对 加特勾显得在他面前 就有一些毛躁 我就找到机会 然后每次机会 我目的很明确 我不是要打死你 或者怎么样的 我不是要压制吓唬你 我就是要去占点便宜 每次都是这样子 他酷手一定能够占到便宜 这个房子抓得还不错 我看马怎么过去都不会来救 对啊 对 马本的飞龙行 直接是奔加特勾里面去了 哦 马本还是有一点受不了 哦 他觉得自己气况的 他们到了应该是 对对对 他把气体花光了 觉得你这个时间点 竟然出来敢打我的房子 那我也打你一个房子吧 那好了 哈哈哈哈 那扯皮呢 找找了一下 找到这个房子了 那呀 我换一下 加特勾不能忍 加特勾是想翻盘 现在要占到所有的优势 哎呀 飞龙 加特勾确实少了一条 飞龙 只有四条 哦 这个房子七滴血 谁受得了啊 杨莫正啊 哎呀 这让你说中了 你看看 呃 加特勾看起来自杀多一些 马本也不太敢 轻易的造刺 对 但是 单基地这样打的话 出自杀 等一下等到飞龙数量多了 就自杀是没有意义的 但飞龙有个七八条 就 这种自杀 很难连上的 他可以一边走一边甩尾 杰哥的狗一直没有去找 马本座有没有开二矿 这个侦查的稍微的差了一些 其实马本座那个二矿 狗过去很容易看到 而且很难被飞龙抓死 飞龙一般不会去二矿那个位置 杰哥这边攒到了400多块钱 才准备放二矿 显然是运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可能之前有些犹豫 哎呀这个是什么 他可能刚才是想造防空 少一个人口是吧 这一开始看到二矿出事了 我刚想开二矿 你二矿已经好了 那我怎么玩 对呀 这个有些怎么打 那只能看一波了 就这么看下 这越打越亏 是的 马本座 现在马本座的话就是 呃 因为特有二矿 所以他不知道到底手足 这个 他比为什么 哦 他砍人口 哦 就是腾科冷口 对对对对对 好 这边把人 不农民出去造bc了吗 你这是叫 怎么可能啊 这个 那直接这个选择 就是飞龙在你主矿牵扯 然后在你分矿造个 哇 这个被抓到了 定感谢 哎 妈妈有没有看到自己家里面被留飞龙了 没看到 完美错开 这个农民用自己的泄露之躯 吸引了对手的飞龙好 哎 如果该个怎么飞龙能跑了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 天然的散龙还是大决战 打决战了 要打决战了 我看马本这边的个儿 大决战加个儿的自家非常多 马本仔细的操作 摔尾袋 飞龙数量太多了 飞龙那感觉先把少了三条 让你撞 无所谓 这里根本连躲都不躲的 嗯 这一波直接干死你了 对 就到你家去 然后把你家里面吃干抹净 嗯 啊 加个儿这边是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啊 打也不行跑也不行 非常的尴尬 这罐上的蚂蚁一样 完全打不过 那个农民确实在马本座的爱款 完全造了一个bc 哦 这边是这样的话 他家里被强开了 他在马本座家还有一个建筑 就不会被退掉了 哦 还要滚眼残喘 哎 对对对 这样的话 马本座根本就没鸟你 农民脱走了 你爱照就照 哈哈哈 可能也没牵手这样的 嗯 有怪异的战士吧 人死之前要脱个泡沫拖你脸上啊 激激 恭喜马本座三比零 啊 太强了 太强了 对于这也能够感现出这样的一个船之力 嗯 太强了 嗯 嗯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啊 然后呢 明天 我们会在12点钟的时候为大家带来 星际2v2的三四年的一个比赛 嗯 星际1的 星际1的三肯能呢 将会由Skan跟Jumpur之间坎生 这两位选手会撕下 就把这个比赛打完 然后我们公布一下名次 对啊 然后明天的话 星际1v1的一个最终总决赛 马本座大战刷番地 嗯 可以算是在赛前吧 大家都最期待的一场 因为毕竟两个人的实力是 来的所有选手的用选手中 无庸置于最高的 对 应该是ASL可以打进正赛的选手 应该是 马本座了 对 对 都很熟悉了 呃 呃 那最后 呃 我还蛮想对今天在现场的星际1的水友说成抱歉 啊 可能我们组织这一次可能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好 那很多水友 那很多水友可能在现场没有找到那种星际聚会的归属感 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明天呢有一个星际1的一个水友赛 我们专属的一个水友赛 对对对对 到时候大家就身边都是星际1的玩意 大家可以 啊 同样爱好者的朋友一起聊天一起认识一下 没错没错 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啊 嗯 不知道已经准备去打试一番了 昨天我们一起吃饭跟马百座三四飙哥什么的 然后我拿手机给大家疯狂的直播 嗯 今天我拿手机疯狂看弹幕 结果发现流量用了28个G 现在手机直接是呃 先去欠了费 充完钱之后呢 还是欠 容量流量用太多了 不让用了 不让用就好像变成什么高格流量了 幸亏他给我关了 不然的话也许我手机可能要欠个 这四位数的 好的 这钱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这个手机直播就不能给大家做了 那我们就 呃 去吃喝玩乐了啊 大家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等会儿你要这会儿 那个海大张没付光的话 多爽啊 呃 起门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沉海销 涛涛涛涛两岸潮 宝尘水浪迹今朝 长天笑 奔奔世上朝 谁抚谁生出天之宵 真正笑 烟月遥 逃浪逃进红尘数十指多少 清风啸 今可几凉 奔奔世上朝 奔奔世上朝 宝尘水浪迹今晚朝 长生笑 不再寂寥 好情人在吃吃小小 正面找机会准备要跟死人干一波了 很多部队都在右侧根本没有过来 然后正面还有大量的地雷 但即使如此 这个分类网放得太牛逼了 Sky的坦克只能收起来然后退 来了来了 这个火炮就亮它很多 确实加了实时光照之后 实际上画面都变亮了 这口血喷得有点惨了 这个容器是大半全都已经被喷红了 这波骚扰效果非常一般 没有杀掉多少农具 抢点基地 这个要能把基地点掉真是有鬼了 这四折烙的去开这些基地有点梦幻 你从来要是八只狂暴的小狗 基地都可能可以咬得掉 但是四个这种破折烙的算是啥用 折烙的这东西双手冰击打基地 还竟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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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防御力 所以伤害是非常的低 地价冲即使是帮着补了几扣 诶 诶 别说 基大熟哎呀 你打基地呀 完了完了完了 基大熟不打基地 打了 诶哟 我靠真的把基地给偷掉了 登哥太牛逼了 不被战熟大师登哥呀 哇 又基大熟强障的换农民 登哥太牛逼了 1621 这一套连招啊 可是不压的 哦 双VT 哇 三次权使出了 十川一九的神职双VT战数 简直是 简直是神职中的猜本作呀 哇 是条汉子呀 投币退了之后二华部车直接冲出来打 哇漂亮漂亮 在欧币离死之前把所有人捞回转光了 然后闪电也轻软的电到了所有的头上 四边队波居然冲的 这么操作可以打满分了 操作非常不漂亮 大学卧儿漂亮 电电电电电 两把电没一起放了 这玩意不叠加的 哇汉水农民什么情况 哇靠又被放了三个农民 登哥考验的登哥 哦 登哥把农民捞到雷本多家里边来了 哇靠 登哥太优秀了 原来登哥这么响的呀 登哥把所有鱼鞋的雷本多鱼翅 然后把农民拉对方家里边来 这样我就跟你拆 对 机甲终于继续往前爬 非常的好 然后 这个 这上面的机甲死得好可惜啊 被后面机甲堵路了 但是把鞋少的机甲拉到后面一点的 这上面是有关的 这上面是有关的 那边就有关的 那边就会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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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会打倒了